男人只是摸了一下少女的胸 竟让他怀上自己的魔种 而魔君将士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少女双胸 他本是一戒草包 每天却被自己的亲生姐姐欺辱 但没成想在临死之际 竟被现代少女戒失还魂 从此走上开挂人生 不光凭借神器斩断世间一切罪恶 还有史诗级神兽养了个羊随身护身 并将世间帅哥通通收入囊中 就连爵士魔头也甘愿为其笑名 少女名叫云叶涵 上一世本是一个没修行的废物 而就在这天 他的姐姐趁着叶飞风高夜把他绑进家族境地 只因嫉妒叶涵与三皇子的婚约 甚至萌生了杀人的念想 于是便吩咐手下对他大大出手 随后将奄奄一息的叶涵丢入死亡境地 据家中长老说进入死亡境地的人无一人生还 可就在命悬一线之际 老天开眼 一位现代少女的残魂附身到叶涵身上 从此拥有了两世的记忆及自动修复的技能 而就在这时 一缕忧尘的声音传来要和叶涵做个交易 叶涵疑惑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身边 只见一块月牙石从他的身前缓缓上升 而那道声音再次传来 用你的血将这石头尽是便可让你修炼 并将赠你无上宝物 本就渴望修行的叶涵听闻也毫不犹豫 拿起一篇历史就朝首万歌曲 一滴滴鲜血落在石头之上 但叶涵看着眼前的月牙石却没任何反应 不禁疑惑 这石头要把我的血系干吗 可就在叶涵即将坚持不住之时 只见月牙散发出阵阵红光释放强大的法阵 而叶涵在巨大的威压下被震晕过去 就当再次醒来 一个白发飘飘的男子赫然漂浮在眼前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随后男子释放魅力进入叶涵的灵石 并告诉他赶紧集中精力 将灵力引入丹海 叶涵随即照做 片刻后 本已枯竭的灵海中生长出一棵小树苗 而在树叶之上竟还有一只发光的小灵娃 两人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原来男人本是一代魔君 只因一些原因被困于此 可叶涵接受能力惊非惜彼 一脸不懈地看着魔君 而就在此时 魔君手中凝聚出一股巨大的能量盒 随后便将能量盒丢向头顶的苍穹之上 只见一个巨大的窟窿在眼前呈现 想出去就看你的本事了 魔君给叶涵留下一句话便消散离去 而叶涵抬头望向头顶的窟窿 随手挥出一段丝绸便飞升而去 可丝绸承受不住叶涵二百斤的重量 在空中断裂掉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叶涵终于爬了上来 而现在的他早已累得瘫软在地 可就在这时 叶涵感觉有源源不断的灵力吸入体内 随即进入丹海 只见翠绿的小树苗上又多了几个命远 叶涵不尽心有所想难道是那个人在帮我 随后便打道回府 就当叶涵推开自己的闺房时 只见那个男人优雅地靠在他的床上 此时的叶涵一脸疑惑 你来干什么 而魔君一脸不屑表示自己也不想来 可叶涵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接着变下了朱克力 只见魔君眼睛上下打量着叶涵 身无二两肉 还怕我非理你不成 而叶涵气愤的睁大双眼 但却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看着沉睡的魔君 叶涵不禁春心荡漾 这人长得倒是不赖 随后便坐在地上打坐修炼 第二天清晨 冷清月听闻叶涵从死亡禁地出来了 随即协同三皇子来到云府询问 一副假惺惺的常态表示 听说叶涵妹妹昨日闯入死亡禁地 不知现可安好 而云家家主云海天听后自然是不幸 勃然大怒休想败坏叶涵声誉 随即将二人赶出门外 就在此时魔君听到外面的动静后 随即叫起还在修炼的叶涵 外面好像有野狗来了 而叶涵不用想也知道定是那冷清月 听闻我没死前来探查 随后便起身就要教训他 此时魔君却抓起他的手 将他一把搂入怀中 要不要我来住你一臂之力 可叶涵被魔君这一系列操作给整蒙了 脸颊愈发通红 而心里更是小路乱撞 随即让魔君赶快放开自己 只见魔君含情默默地盯着叶涵 先别着急推开我 我怎么会害你呢 随后拿起叶涵的手便轻轻吻地下去 送你一件礼物 片刻后 叶涵看着自己泛起蓝光的小手 不经大惊 这是封锁术 此时叶涵脸颊微红焦滴滴地表示 以后会补偿你的 而魔君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 心里更是满怀期待 原来叶涵的扎姐听闻她并没有死 便前来打探情况 被赶出大门外后还不罢休 此时叶涵闻声来到门前 咱们家何事有条狗怎么乱叫个不停 只见门外的冷清月疯狂地敲着大门 突然大门被打开 而冷清月一个眉站闻倒了下去 好巧不巧刚好跪倒在叶涵脚下 叶涵见状 姐姐一早就来给我行此大礼啊 可冷清月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涵 随后便起身吩咐手下散落纸钱 又在一旁阴阳怪气道 看来这些纸钱是用不上了 而云海天剑后勃然大怒 此时叶涵的小手慢慢举起 再次泛起蓝光 爹 别气 既然纸钱用不上那就还给她吧 只见落在地上的纸钱缓缓飘起 随即全部飞向冷清月 给她紧紧地绑住了全身 这时冷清月不经大惊 一个没有修行的废物 用了什么妖术 看着一旁的三皇子 冷清月一表绿茶常态 毕成哥哥 救救人家 而叶涵听到耳边 一直有一条狗在叫实在烦心 于是便走到冷清月面前 翻手给她来了一个大嘴巴子 此时被打倒在地的冷清月 可怜兮兮地看着三皇子 三皇子健壮一脸气愤 云叶涵 你别太过分了 随即派手下欲要把冷清月给扒出来 只见冲上去的手下 被叶涵随手一挥便挡在面前 此时叶涵严肃的表情下 不失一丝威风 我看谁敢 三皇子健硬地不行便准备来软了 放了清月 从此咱们两清 而现在的叶涵此一时非彼一时 看向众人 告诉你们家主想要他活命 明日拿东西来换 过世不后 三皇子欲求无果没有办法 便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叶涵却把他叫停 接下来是你我两清 随后吩咐手下拿来执笔 只见叶涵以手为笔 以灵力为墨 在纸上挥舞着 片刻后 一张生死契约便呈现在眼前 我云叶涵 今日起誓 三皇子进也不行退也不是 实在被击得下不来台 于是咬牙决定起誓节下契约 戏成后卷轴一分为二 双人各持半卷 此生再无瓜葛 看着狼狈而去的三皇子 家中众人激动不已 叶涵 你这个生死气节的也太帅了 此时叶涵回到自己的闺房 还没等反应过来 刚一进自己的闺房 就被急不可耐的魔君一把拉入怀里 只见魔君用手挑起叶涵的下巴 把脸缓缓凑近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 此时两人四目相对 彼此的呼吸声听得一清二楚 而叶涵愈发通红的脸颊上 不失一丝娇羞 心里更是小鹿乱撞一下子不知所措 于是实在受不了的叶涵 让魔君赶快放手 一掌灰去便架在他的脖子上 你还没给我个解释 你到底是谁 可遇情故纵的魔君蹬鼻子上脸 一把抬起叶涵的双腿 慢慢地把他压在身下 再次凑向他的脸前 一股酥麻的声音从叶涵耳边传来 我叫功鸣记 只见叶涵再次肘击冲向魔君腹部 随后便匆匆离去 谁问你这个 你若不想答 我就去修炼了 魔君见状一把搂住叶涵的小蛮腰 女孩子家 总冷着脸开口闭口修炼 以后谁敢娶你 此时叶涵被魔君的举动 拧得腰间一阵苏玛 较滴地回复与你无关 而魔君却是凑到叶涵耳边 你为结缘 你逃不掉的 只见魔君将手掌向下滑落 竟直接摸到了叶涵的胸上 叶涵见状脸颊瞬间通红 于是一把打开魔君的手气愤道 你偷袭我 但魔君并不打算罢休 再次将咸猪手伸向叶涵红彤彤的脸颊上 紧张什么 就你这体质 还怕我害你不成 随后另一只手指向叶涵腹部 给你安好东西 可要好好探索一方哦 此时叶涵腹部散发振振浓郁的灵气 随即将灵气引入丹海 只见丹海中的小树苗竟成长成一棵大树 周围本已枯竭的地面 现在竟然草木从生险的格外生机 此时叶涵吃惊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本命术 在其周围居然遍地的中阶灵草 于是便打算多拔一些炼制丹药 片刻后 叶涵收获满满的从丹海归来 累得他趴在桌子上 这时魔君宠溺的摸着他的脑袋 你不会把灵草全拔光了吧 而叶涵一把丢开他的手 别打扰我修炼 随后将灵力注入灵草 魔君健壮 一脸悠闲地坐在叶涵面前 你要炼制丹药 不是谁都能炼出的 需要火灵 叶涵抬头望去 瞧不起谁呢 随后手掌缓缓升起释放灵力 只见火焰笼罩着灵草周围 此时叶涵一脸得意地看着魔君 这时魔君惊喜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竟然是天生火灵 于是便挑起叶涵的下巴上下挑逗着他 不料叶涵释放火灵向魔君脖子回去 滚开 离我远一点 魔君健壮连忙后退回手刃锁 此时叶涵看着手中被炼坏的灵草 不经惋惜 中阶灵草就这样毁了 而魔君却是坐在叶涵身旁静静地陪伴 拿起他的一缕秀发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还差得远呢 即使你天生火灵 炼丹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倔强的叶涵才不信这个邪 于是加大火力释放火灵继续炼制 没成想火力太大一下给炸开了 此时一脸乌黑的叶涵也是猛逼 炼个丹药怎么差点给自己送走了 而在一旁的魔君却是满脸心疼地看着叶涵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也太丑了 随后魔君偷偷瞥向清洗脸旁的叶涵 话语里皆是满满的心疼 你一个女孩子家 何必逼自己这么紧 怎么还要炼吗 叶涵听后心中不禁泛起犹豫 但想起前世被欺凌的人生后 只见眼神坚定的叶涵再次释放火灵 炼 魔君无奈地走向叶涵 你还不是一般的执着呀 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叶涵看着自己手中炼成的丹药 虽然成功了 可这丹药成色也太差了吧 而魔君一手摸在叶涵的小脑袋刮上 一脸宠溺的表情温柔地看着他 已经很棒了 别太贪心 要知道很多炼药师 一年也不一定能炼制出一枚丹药 而就在这时 两人听到大门外传来阵阵敲门声 来人正是冷家家主冷思民 原来就在之前 叶涵绑架了前来闹市的冷清月 并告诉他的下人 转告你们家主 准备好我要的东西来换人 而在此时 魔君听闻其声缓缓凑到叶涵耳边 看来是冷家的人到了 但叶涵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伸了个懒腰 感到身体疲惫 我可困了 让他们等着吧 不知过了多久 门外的冷思民敲门敲得筋疲力尽 而睡了一觉的叶涵这才把门打开 东西呢 冷思民敢怒不敢言 按你说的 一样没少 于是叶涵便去清点物品 确认无误后 吩咐手下把冷清月给放出来 只见刚被放出来的冷清月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奔向清爹 进入爸爸的怀抱后 就像找到了保护伞 随后愤怒转身回头看向叶涵 云叶涵 今日之如我一定要讨回来 叶涵见状竟还不知悔改 于是一把捏住冷清月的脸颊 别再落在我的手里 否则下次就不是熟人这么简单了 此时冷清月害怕得连忙求劳 随后叶涵随手把他丢在地上 可怜兮兮的冷清月眼泪又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就在冷家妇女离开后 只见魔君突然从背后把叶涵抱住 看到那头魔兽了吗 他的兽盒可以助你修成完美丹药 叶涵听后不经意击灵 你怎么不早说 挣脱魔君后便要跑去追难魔兽 而魔君却是一下抓住他的手 再次把他搂入怀中 急什么 这东西魔兽山脉有的事 今晚你大可尽情狩猎 到了深夜 叶涵独自一人进入魔兽山脉 幽静的临间小路上不是一丝诡异 此时叶涵刚来到山脚下 就听到身后有些奇怪的声音 于是猛的一回头 突然间只见一缕长边向叶涵起来 还好叶涵反应及时才躲过致命一击 来人同样是到此处获取魔兽的一阶武士花言 快把猎物交出来 不然休怪我无情 而叶涵表示一脸猛逼 什么猎物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花言听后更是气了 于是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就朝叶涵抽去 叶涵不经一惊 飞机往后撤去 可没成想附带灵力的攻击 冲击力实在太大 叶涵被强大的冲击力给击飞 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一个男人赫然出现在叶涵身边 一把抱起即将倒地的叶涵 姑娘你没事吧 此人正是花言的师兄君慈 此时花言气愤不已 师兄你为什么帮他 可是再次挥舞长边边抽象叶涵 而君慈却是把叶涵保护在身后 一把接下回来的鞭子 花言休得无礼 这一举动也使君慈手掌受伤 而花言见状误伤了师兄 自责不已地拿起君慈的手 师兄你没事吧 可君慈却是一把甩开他 随即转头看向叶涵 姑娘我想这里是有些误会 此时叶涵一脸不屑 既然是误会 那我可以走了吧 说完便转身离去 两人望着离去的叶涵 不知在偷偷地密谋什么 可就当叶涵走远后 君慈顺着脚印发现叶涵前往的方向 竟然是魔兽山脉的腹底 据说那里有着许多可怕的魔兽 而一旁的花言冷言冷语道 去就去呗 就这种废物他活该 可君慈结下追踪法阵 探索到叶涵的大致位置便打算去营救 就在君慈前往腹底之时 花言一脸气愤的表情上 勿施一丝醋意 无关紧要的人就什么救 而在此时 叶涵来到了一片灌草丛生的小树林 这里安静的气氛显得十分诡异 就在叶涵感到奇怪的时候 只见眼前的树林中 缓然冒出几处红光 叶涵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此处正是魔兽山脉腹底 这时危险正在缓缓靠近 突然一头地狱 双头狼赫然出现在叶涵面前 随后双头狼纵身跃起扑向他 紧急间 叶涵开启本命术 是双头狼人的扑空这才逃过一劫 而双头狼不被叶涵喘息机会随即喷出火球 而叶涵转身躲过致命一击后 没成想眼前袭来了更多的火球 千军一发之际 军刺赶到一把抓住叶涵的手 随即保护在怀中 别怕 有我在 接着搂起叶涵的小蛮腰便看向他 姑娘 你没事吧 而叶涵红韵的脸颊上不失一丝娇羞 我没事 谢谢 这时双头狼再次扑向两人 叶涵见状一把推开军刺 小心 随即抽出腿间的匕首 只见叶涵纵身一跃飞向双头狼 即刻间狠狠地在狼腰子上来了一刀 后一个华丽落地完美收场 这一系列操作可把一旁的军刺给担心坏了 瞬间来到叶涵身边仔细观察着 嘴里还不停地嘟囔 姑娘 你也太勇了吧 有没有受伤 而在此时 花言到此叫出师兄 随后指向叶涵的小腿 人赃俱获 我找到了他抢我猎物的证据了 只见一只碧绿色的小花蛇盘绕在叶涵的小腿上 而叶涵见状不经大惊 究竟怎么回事 这蛇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这时有了底气的花言一把抓住军刺的手臂 师兄 眼见为实 这下你看清他是什么人了吧 可军刺好像被叶涵吸引一样 一下甩拍花言的手臂 随即跑向叶涵 姑娘小心 这无极蛇有剧毒 只见叶涵害怕的紧闭双眼一动不敢动 而军刺用手扶着叶涵小蛮腰温声细语道 姑娘把腿抬起来 我帮你捉蛇 叶涵听闻照做抬起腹白纤细的小腿 随后军刺缓缓蹲下身去 一手扶在叶涵脚腕上 另一手要去抓蛇 只见一旁的花言气愤不已 这妖女用了什么法术 怎么师兄满眼都是她 随即挥舞其手中的长鞭便向叶涵打去 就在鞭子飞来之时 军刺释放凌厉格挡的伤害 随后气愤的看向花言 你干什么 而花言却是一脸不屑 师兄 他抢了我的无极蛇 还的时候多加一条腿不过分吧 可叶涵听后冷哼一声 你说我抢 随即叶涵纵身飞向花言 还没等花言反应过来 只见脸上多了几道爪印 此时的叶涵来到花言身后 既然是抢的 我为何要还 而花言捂着毁容的脸颊 更是勃然大怒 你个小小的舞者 居然敢对我动手 随即气愤的拿出长鞭狠狠的甩在地上 有本事堂堂正正的打 使音招算什么本事 这时叶涵同样抽出匕首摆好架子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次就让你死得明白 而在此时 君慈见状来到两人中间 本想劝架的他 却不料被叶涵一手挥开 女人的是男人少插手 这时花言召唤本体挥舞着手中的长鞭 只见鞭子上附带的灵力化成蛇形 便冲向叶涵 而叶涵却是紧闭双眼 心中默念开启本命树 一棵大树出现在叶涵丹海中 就在感受着外界发生的变化时 突然叶涵猛的一睁眼 一把抓住袭来的鞭子 随后纵身跃起冲向花言 最后一记相当脚给花言干倒在地 此时叶涵将刀架在花言脖子之上 你输了 想好怎么死了吗 而在这时君慈来到叶涵身边 姑娘且慢 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放我师妹一条生路 叶涵沉四片刻后 收起匕首便潇洒离去 你们走吧 别让我再看见他 此时倒地的花言抱起君慈的大腿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师兄 你帮我杀了他 可君慈却将灵力凝聚在指尖往花言头上一顶 使其晕倒在地 随后便追向叶涵 这时叶涵听到身后传来阵阵跑步声 于是转头望去 怎么 要站 没成想君慈背后偷袭一把抱起叶涵 姑娘 那无极蛇有没有咬伤你 此时被抱起的叶涵双腿悬空 大脑更是一片空白 欲发通红的脸颊上显露出几分慌张 这时君慈缓缓把叶涵放到草地上 手却不老实地在叶涵腿上乱摸 随后君慈眼睛直勾勾看着肤白貌美的大长腿 这怎么可能 过了这么久 无极蛇竟然没咬你 而叶涵此刻被乱摸的脸颊上越来越红 不好意思地看向君慈心里确实在想 这个家伙看着跟正人君子一样 竟然跟功铭记一副德性 到了第二天清晨 睡意朦胧的叶涵刚打算回去 但却被君慈一把抓住 不行 你还不能走 无极蛇跟你有缘 他会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时叶涵一脸诧异 这时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君慈解释到他竟然无意害你 想必是要带你去合适的地方修炼 叶涵听后不经窃喜于事便要前往 还有这种好事呢 只见君慈急了一脸慌张 随后搂起叶涵的小蛮腰 晴默默地看着他 姑娘 此次一别不知以后能否相见 可叶涵却是抓起君慈的咸猪手 闭脸严肃的表情 还是不要见了 下次见面我可不会轻易放过花言 随后转身离去 片刻后 在小蛇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山洞 叶涵刚到洞口 就感受到强烈的灵力不断涌出 就在进入后 叶涵更是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只见此处竟有一片高阶级的灵花溢草 这时小蛇指引叶涵快过来 见到蘑菇草的小蛇兴奋地在地上打滚 随即张开小嘴就要吞噬掉 叶涵看到小蛇的行为不禁疑惑 这小蛇是让我吃灵草 随后叶涵拔了一根蘑菇草便咬下去 就在灵草下肚后 突然感觉身体传来不适便瘫软在地 此时叶涵只感觉胸内有着撕裂般的痛苦 而小蛇却凝聚灵力出现在他的面前 用呆萌的小眼神看着他 即刻间摆动蛇尾甩向叶涵 只听扑通一声 叶涵被甩到水坑中 落水后叶涵感觉疼痛感得到了缓解 随后一阵阵暖流汇聚在胸前 此时叶涵的身体缓缓发生着变化 叶涵见状随即进入本命树 只见一片片树叶上又多了许多心灵源 就在叶涵吸收完心的灵力后 身体缓缓浮出水面 可当站起来的瞬间 叶涵发现自己的衣服竟大部分被溶解掉 女人进不穿肚都去采蘑菇 不料被色狼给盯上动手动脚 原来小蛇带叶涵吸收完灵力 刚从水中站起 身上的衣服就溶解大半 可叶涵不以为然地蹲下身去 抚摸着小蛇的脑袋 谢谢你 让我升级了 刚要离去却被小蛇缠绕住脚 叶涵疑惑地看向小蛇 只见小蛇来到蘑菇旁吐了吐小舌头 叶涵这才明白 小蛇是让他别忘了把这天地灵草给带走 随即蹲下化身踩蘑菇的小姑娘 难得和我有人这些好东西我也不会忘记的 过了一会儿 刚从山洞出来只见魔君出现在他的面前 叶涵不禁疑惑你怎么会在这 此时魔君上下打量着叶涵 嘴角微微上扬 缓缓把脸旁凑向他 不错 这么努力地来诱惑我呀 而叶涵听后脸颊愈发通红便要逃跑 你来干嘛 离我远一点 可魔君却是从背后把叶涵搂入怀中 别害羞嘛 随后一手挑起叶涵的下巴 另一手在他的腿上乱摸 身材还不错嘛 真是越来越讨我喜欢了 只见魔君欲擒故纵来到叶涵身后 随即俯下身去吻到了他的背上 此时受不了的叶涵一下正脱掉魔君的束缚 你要是没啥事就别耽误我的时间 而魔君这是边脱衣服边看向叶涵 我牺牲睡眠来找你 当然是有大事了 叶涵见状不禁警觉起来 这家伙要干嘛 随后魔君缓缓导出你家里出事了 叶涵听后心弦一惊 慌忙丢下怀中的蘑菇一下抓住魔君 你说什么 我家里怎么了 此时魔君把脱下的衣服劈到叶涵身上 穿上他 我可不允许别人看到你这么性感 随后脱起叶涵的屁股 将他一把抱在怀中并嘱咐他 抱紧我 我带你回家 只见魔君纵身一跃便向空中飞去 而在此时山洞内 一名男子来到灵草处 是时候喂养我的灵草了 不料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时 竟然连一根毛都没有了 此人正是灵犬主人逆长生 逆长生见状果然大怒 何人偷我灵草让我抓到定不饶你 此时叶涵两人匆匆赶往家中 就当魔君看到下面的刑罚台后停在了空中 而叶涵见状很是疑惑 我要回云家 你来错地方了 可魔君却不以为然 来错了 我是不会错的 随后就要把脸凑向叶涵 而叶涵却是极力挣脱 你要干什么 此时魔君嘴角上扬露出一抹不简单的笑容 当然是要惩罚你了 只见魔君拖起叶涵的脑袋便狠狠地吻去 而叶涵的脸颊瞬间红润起来 此时叶涵生气地推开魔君 你要往我身体里放什么东西 这时魔君缓缓靠近叶涵 嘴角微微上扬 马上你就知道了 于是再次吻向叶涵 而另一只手在他的户部不知传输着什么 激情过后两人四目相对 只见叶涵一脸的意犹未尽 而魔君却是得意地看向叶涵 快去刑罚台吧 再晚可来不及了 最后两人踏空而来 刚到现场的叶涵看向刑罚台 上面绑的人竟然是云霄 此时叶涵心头一惊 此时叶涵长剑狠狠刺向云霄 而行刺之人正是前几天来闹事的冷清月 你把东西藏拿了给我交出来 对此云霄却是狠狠地看向冷清月 剑人 最什么话要杀便杀 可冷清月听后勃然大怒拿剑便再次刺去 就在剑间即将刺进云霄身体之时 只听当的一声 剑被甩飞到空中 而冷清月也被强大的冲击力给击倒在地 只见叶涵赫然站立在冷清月面前 有什么问题你冲我来 此时被击倒的冷清月缓缓起身 你个剑人居然叫唆侍卫偷我的宝物 随即持剑便刺向叶涵 叶涵剑状将双指灵力凝聚于指尖之时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灵力怎么变成紫色了 还没等想明原因 只见叶涵迅速将能量攻击挥向冷清月 而冷清月被强大的能量波动给冲飞 此时叶涵这才反应过来 身上变化异常的灵力都是那魔军搞的鬼 此刻魔军化成一缕幽魂抱起叶涵 怎么样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强了你了吧 可叶涵听后挥手将魔军打散 不用你借法力我也能打过他 而在此时被击退的冷清月还不打算罢休 你个废物我要杀了你 叶涵剑状一脚踹飞冷清月手中的武器 随后用十年没洗的脚踩到他的脸上 并威胁到放了云霄 否则别怪我熏死你 这是一位老者纵身一跃飞向台上 此人正是冷家大长老 武王 就当武王踏空而行来到叶涵面前时 全身周围散发着一股可怕的灵力 威压着叶涵 灭处交出宝物 放了清月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而台下的人感受到强大的气场意问纷纷 以灵力铸成双腿 不愧是冷家的武王啊 只见叶涵缓缓缓从腰间抽出匕首 飞机将灵力汇聚在刀柄之上并指向武王 只见武王双手合时以灵力汇聚成捆铃绳 随后控制若干绳子伸手便往叶涵方向攻去 此时叶涵被捆绑在原地手拿匕首便去切割 没成想却无济于是怎么都切不断 而在这时魔君来到叶涵身后抱着他 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这乃是灵力铸成的灵绳 自然无法被刀剑所破 随后拿出一枚丹药 我自有丹药可解 吃了他可增强百万倍力量 随即就要往叶涵口中喂去 可魔君想起刚刚有人欺负老婆 于是立马顺意到武王面前 只能继扫堂腿便使其跪倒在地 敢欺负我的女人 给我跪下 此时武王猛逼的跪倒在叶涵面前疯狂吐血 而台下的人也是不明所以 这是怎么回事武王禁给云叶涵跪了 这下武王的脸可没得割了 只见起身的武王被彻底激怒 没等把嘴角的血迹擦干净就双手结印 敢暗算我 我让你不得好死 而在这时叶涵只感觉绳子越来越紧 魔君看见后很是疑惑 于是闪身而来 焦急地搂住叶涵小男妖 那丹药你没吃 只见叶涵伸手拿出丹药 就这点小伤 怎么能浪费这么好的丹药呢 随即抓起魔君的领子 生怕魔君不同意 这老头也交给我 毕竟这是我云家的事 魔君听后无奈地拖起叶涵的下巴 好吧 真是拗不过你 看来你是注定给我惊喜了 随后一脸宠意地摸着叶涵的脑袋 有问题的话我随叫随道 可不要逞强 另外过后叶涵双眼明闭召唤本命术 此时叶涵全身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灵力 而在一旁的武王不屑地看着叶涵 须须无者尽妄想用灵力强行破我的捆铃绳 真是不自量力 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 只见叶涵身上的捆铃绳就被冲散 我破了又怎样 可武王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怎么可能 强行突破捆铃绳竟然没死 此时叶涵虚弱地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武王剑状即刻凝聚灵力 撑不住了吧 于是将灵力化为能量罩禁锢着叶涵 这时叶涵在能量罩的压迫下用双手支撑着 而脸上却露出一抹不简单的神色 此时叶涵将灵力悄然凝聚在空中 片刻后原本清朗的天空静下其雨来 而这可是以灵力铸成的淋雨 只见被雨滴侵染的刑罚台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一片片灵草 围观众人剑状激动不已 是灵草 一根就架直连城啊 冲啊 咱们快去吧 霸音刚落众人争先苦后的冲向刑罚台 可还没等武王反应过来 就被众人碰撞倒地 嘴里还不疼的囊囊 你们这些不孝子 此时剑前眼开的众人哪里还管武王的死活 说又一波的从武王身上踏过冲向人藏 而叶涵剑状机会来 不是趁机用力挣过能量罩 随后将灵力汇聚于手间之上 大掌望 也该让你尝尝能量罩的滋味 尼克将能量罩丢向武王 而武王健壮顿感大势不妙 可现在为时已晚 这次他被吹打了 那样砸在身上发出阵阵惨叫 最后无力地倒在地上双眼翻白 就在此时众人贪婪地拔着灵草不禁敢看 这灵狱还在下野 太神奇了这得要多少灵力才够啊 而叶涵也是感到奇怪 我的灵力怎么收不回来了 随即将双指定于灵脉之上 得赶快止住才行 没成想体内的灵气不受控制将叶涵的手弹开 此时魔君一手尸指向扣于叶涵手上 另一只手搂起他的小蛮腰 在他耳边轻声细语道 既然控制不住就随他去吧 随后魔君用手托在叶涵下巴上 也该让他们见识一下 你与他们之间的察觉 只见魔君在叶涵的嘴唇上轻轻抚摸 庞大的灵力就从叶涵体内源源不断地涌出 这是灵力刺破天际 天空中原本下的雨滴竟变成雪花飘散在空中 众人见状感叹不已 这是灵力结晶 他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五王连他的万分之一都比不过 而在此时众人抬头望去 天空中一辆售车见到此行此景也被吸引 于是车内之人撒网便要收集灵草 就在收网之后一名少女从车中下来 这些都是我的了 你们可不许和我争 但众人见到此女慌忙逃跑 竟然是九公主 她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快跑啊 此时九公主来到叶涵面前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而叶涵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本就是我制造的灵力 你随便吧 我无所谓 她就在这时三皇子听到声音从车中下来 怎么是你 云液寒 九公主听后一脸吃惊 你是云液寒 于是拉着三皇子胳膊翻了翻白眼 你不是说他是个废物吗 现在可好我们还要抢人家宝物 但三皇子不知廉耻地夺过公主手中的灵草 天下宝物本就归我皇室所有何来抢一说 随后拿着灵草便要回到车上 此时冷清月突然从身后抱住三皇子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云涨哥哥云液寒偷窃我家宝物 你可要为我做主吗 三皇子听闻若有所思 你仔细说说 只见冷清月搔手弄姿地诉说着 不光把身上的伤痕在三皇子面前显露出来 为了博取同情还眼眶忠应挤出眼泪 甚至抓起九公主的手添油加醋到 如果他没偷我的宝物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强 随后向众人喊去 林家偷我至宝虐我长老 各位可都是我的见证啊 此时台下众人议论纷纷 我说他一个废物怎么突然会这么强 就在这时一名男子纹身缓缓走来 好一个栽赃陷害贼喊抓贼 此人正是七皇子风云彻 九公主见状兴奋不已 随即跑到七皇子身边搂住他的胳膊 但三皇子见到此人气愤地看向下人 七皇子重病在身 你们还带他出来想死吗 只见下人立马跪倒在地联邦求饶 而七皇子却是看透了三皇子的小算盘 我想出来透透气还要先和你打招呼吗 此时三皇子咬牙切齿却没有理由反驳 随后七皇子来到叶寒面前上下打量着 凭什么叶寒变强就一定是偷用了冷家的宝物 可冷清月听后表言表语道 既然七皇子质疑不如让他自己回答 此时冷清月缓缓靠近叶寒耳边 云叶寒你父亲在我手上 怎么回答你自己好好想 叶寒听后勃然大怒 于是一把抓住冷清月脖子 随后用力将其狠狠扔在地上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背锅 劝你放了我爹 否则你们冷家一个也别想过 只见冷清月再次施展茶医 抱起三皇子大腿 你可不能让这么多人看我们笑话 奈何三皇子对这壶茶情有独钟 随即抽出宝剑架在叶寒脖子之上 偷到至宝污蔑冷家该当何罪 此时叶寒挥开脖子上的宝剑 随后缓缓走下刑罚台 云家形的正坐的端 饶尸落魄绝不为人鱼肉 而在这时台下侍卫纷纷持剑刺向叶寒 三皇子已判你死刑去死吧 紧急间叶寒将灵力化为 顿形变革挡了伤害 随即以血违引将体内灵力彻底爆发出来 既然引如此不明是非 那我即便入魔也要血洗这心法台 此时叶寒将全身灵力迸发出来 同时在手中缓缓凝聚出能量球 而众人见状实践冲向叶寒 不能让他汇聚成功一起上 而叶寒双手结印将能量球融于手间 即刻抬手便向空中挥去 只见众人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飘散在空中 这时叶寒再次将手向下挥去 众人纷纷从空中重重地落在地上死的死伤的伤 解决完身边的小洛洛后 叶寒将灵力释放环绕于武器周围 随后控制若干把剑于空中 即刻挥手就朝冷清月飞去 此时一脸惊恶的冷清月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把飞剑静止刺向他的身体 而冷清月痛苦地发出阵阵惨叫 众人见状哪还管他的死活 纷纷撒腿便要逃跑 就在这时 叶寒一脸争鸣地看着身边散发的灵气 完了 我快控制不住这股灵力了 可七皇子一眼便看出乾坤 不好 他要入魔了 话音刚落只见天降一变 而灵力失控的叶寒缓缓缓从地面升起 在其周围的灵气也逐渐变成黑色 此时叶寒痛苦地捂着胸口 灵力混乱 我这是要暴体而亡了吗 可就在叶寒彻底失控之时 地灵男子踏空飞向叶寒 此人正是灵犬主人逆长生 你可不能就这样入魔 接着逆长生将手在叶寒额头上轻轻一点 便让叶寒恢复了清醒 就在暴走抑制住后 叶寒从空中掉落 只见逆长生抓住叶寒的手上下打量着 真是个狼狈的小贼 正是魔君见自己的女人被别人摸了 于是迅速从逆长生手中夺回叶寒 此时的魔君满脸醋意 区区灵犬主人 也配医治我的女人 随后一手将叶寒的脑袋靠在自己肩上 另一手聚集灵力变向逆长生攻去 我的女人 我来照顾 还轮不当 即刻魔君拖起叶寒的下巴一脸的担心神色 区区蝼蚁 你竟然入魔来杀真是太傻了 接着便向叶寒吻去 而逆长生躲开攻击不禁感叹 真是个疯子 就在魔君得到满足后轻跳叶寒下巴 看来本尊还有太多需要教你的 可就在此时 只见一柄长剑灰来架在魔君的脖子之上 来人正是三皇子 你是何人 胆敢坏本皇子的好事 可魔君却是一脸的不屑 随后缓缓消失在三皇子眼前 而三皇子还像傻子一样在原地呆呆地寻找 此时魔君即刻顺移到他的身边 本座面前 你还不配称皇 于是手指向下轻轻一挥 扑通一声 原本盛气凌人的三皇子净直地跪躲在地 随后在魔君眼前一下尖一下地刻着头 在一旁的逆掌声也不禁感叹 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很久没有碰到你这么强的刷子 可冷家家不在此时 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即刻直见便要偷袭 千军一发致计 魔君聚集灵力 飞手便攻向此人 但逆掌声哪里知道身后有行刺之人 满脸的震惊 这怎么夸你两句还搞不然袭击 敢不敢和我正面对决 话音刚落 只见冷家家主全身被魔君释放的火焰燃烧 而逆掌声回头看去这才恍然大悟 有人偷袭我 随后看向魔君 原来你刚才是为了救我 此时的逆掌声翻脸比翻书还快 满脸的笑容 可魔君却是不以为然 随即伸手拍到逆掌声的肩膀上 就你并不代表我原谅你 你敢调戏我的女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但逆掌声才不放到心上 随手拿出一枚丹药 这乃是灵权圣地的至宝灵药 可快速让他醒来 咱们就当交的朋友 魔君健壮一把 结果丹药表情严肃倒 你最好确定这丹药有用 随后将丹药放到自己嘴里 一颗弯腰吻去昏迷中的叶寒 此时两人双眼明闭激情又澎湃 只见魔君将口中的丹药 推向叶寒的嘴中 片刻后魔君一脸担心地看着他 叶寒 快醒醒啊 而叶寒体内的药效 发作缓缓睁开眼睛 可刚恢复清醒就焦急地询问魔君 我爹呢 他怎么样了 就在此事远处传来一声声 紧急的呼喊声 来人正是云家家主 不含见状脸上的担忧 这才消除 随后扑向爸爸的怀抱 爹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了 这是七皇子满脸笑容地 向叶寒打着招呼 是我派人找到的女爹 而冷清月此时在刑罚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 七皇子怎么连 你也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随后故意卖残给众人看 嘴里还不停地编着瞎话 云家不光找来强者 欺负我冷家还偷窃至此 我冷家怎么这么惨 此时魔君纹生来的冷清月面前 你所说的至宝可是三挺夙缘单 而冷清月听后连忙说是 只见魔君随手一挥 这时的冷清月他撅起大定 死于非命他撅起大定 只因少女屁股撅得太翘 不料给家族引来灭顶之灾 就在刚刚 冷清月一把鼻涕一把泪向众人卖惨 冷家不但至宝被偷 还被云家欺压 而魔君纹生来到冷清月面前 丢失的至宝可是三挺溯源单 冷清月听后连忙说是 还表示自家至宝谨慎保管数百年 如今却被云家偷窃了 此时魔君顿感无语 真是胡说八道满嘴放跑 即刻挥手便向冷清月的储物袋 一阵微风吹过 只见储物袋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于是冷清月见状连忙起身去夺 可现在为时已晚 此时袋子已经落到了叶寒手里 而叶寒从袋中倒出一枚丹药 随后拿在手中观察着 果然三品溯源单就在你自己身上 台下众人见状议论纷纷 冷家丢的至宝竟然在冷清月自己身上 耗一个贼喊抓贼 这时叶寒将袋子用力丢向冷家家主 表情一脸的严肃 铁正如山 给个交代吧 冷家家主如此被羞辱心理更是勃然大怒 可就在魔君来到叶寒身边之时 上一秒还大言不惭的冷家家主 下一秒却乖乖的低头认错 此时冷清月听闻其声来到爸爸身边 你瞎说什么呢爹 我们没错 只见冷家家主伸手抽了冷清月一巴掌 在最后扑通一声跪倒在众人面前 小女无知 还请云家高抬跪手 叶寒见状心理也还算满意 我云家不会欺负人 自始至终云家要的不过只是一个宫廷 随后回头看向他爹 爹如何处罚还是您来做决定 于是云家家主站在众人面前提高音量 他们冷家众人污蔑我云家偷到致命 今日就在这行法台受刑吧 随即将冷家众人绑在那行法台上 此时云家家主手持长鞭 心中的愤怒终于得以爆发出来 我云家等人受了多少伤 今天这就都还给你冷家 话音刚落变狠狠地抽赞冷家众人 就在鞭打过后冷家家主虚弱地看向叶寒 你可还满意 没成想叶寒大声怒喝 不满意 于是便拿出一枚丹药 冷家的至宝丹药也该拿来给云家谢罪 说吧走向奄奄一息的云霄 我云家的人一个也不许死 随后俯身便去喂药 此时逆长生见状感叹不已 如此至宝 已经舍得来就一个护卫 姑娘真是有情有义 于是便在其周围释放林立 只见逆长生缓缓升空便要离去 事已至此就没我的事了 你我有缘总会相见的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伸向叶寒的大白腿 只见魔君像一个打翻了的醋坛子 一把抱起叶寒 怕是没什么缘分 我们走 说罢便从众人中离去 但叶寒早已满脸通红 在众人面前不敢出声 这时魔君满脸温柔地看向叶寒 你现在身体刚恢复 回家我们就灵草沐浴 让你强身健体 而叶寒却是满脸差异 灵草沐浴还有等其笑 此时魔君缓缓靠近叶寒耳边 轻声轻语道 我们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到了夜晚 叶寒在闺房内调试着沐浴的热水 而魔君休闲地坐在一旁 用手试了试温度 这温度刚刚好 叶寒听后便要解开自己的衣服 就在衣服打开的一瞬间 大大小小的蘑菇 从叶寒的身体里蹦出来 此时魔君见状确实来得兴趣 随后来到叶寒身后 拿起一根蘑菇鱼两人手间 即刻两人双手 何时将蘑菇用力挤压 只见灵液顺着胳膊 嘻嘻疏疏地滴落在水中 而魔君贴向叶寒身后挑逗着他 灵液沐浴效果会更佳 不时将叶寒抱在怀中 眼睛却在他身上乱饼 来吧宝贝 试试看 此时魔君连忙脱下衣服 随即来到叶寒身后一副色秘密的神态 共浴双修 我不介意你邀请我一起哦 可还没等叶寒同意 魔君就急不可耐地进入沐浴桶 但叶寒怎么会不知道魔君的小心思 接着从沐浴桶中站起身来 随后紧急待并向门外大喊 云阳 把云霄带进来 而在其身后的魔君满脸疑惑 你说什么 云霄 此时云阳听闻其身把云霄带到房间内 刚到房间叶寒就来到两人面前 云霄 这灵液沐浴可以让你身体强健 以后就不会被别人欺负了 和一旁的魔君现在的心情却是乱糟糟的 随即赶紧穿好衣服 于是来到几人身边将云霄气愤的丢向桶中 此时魔君跟叶寒闹起了小脾气 我还以为你要沐浴 弄了半天又是为了你们云家 但叶寒完全没听魔君在那里喋喋不休 而是被地上的一件物品所吸引 只见此物乃是一块有着阴阳八卦的饰片 魔君见状光着膀子从身后抱住叶寒 防护罩 这东西倒是不错 叶寒听后脸上露出一丝喜悦 能让他说不错的东西 想必是个宝贝 于是叶寒释放灵力便要激活此物 注入灵力后只见云家府邸笔笼罩了一层防护罩 而在此时 本已打到回府的逆长生见到如此场景被吸引 突然想起来这不是我的灵石吗 怎么会在这里 随后来到云家府邸 而云家家主见到此人也是一惊 可逆长生满脸的气氛 那个女人在哪里 这时叶寒闻声而来 你怎么还在这里 只见逆长生一脸严肃 东西呢 叶寒听后拿出一枚识片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的话 那我已经用了 可逆长生一把夺过灵石 这八卦时整个灵犬也就只有一个 我可不能给你 但灵石却不受控制地挣脱逆长生的束缚 随后静直地飞向叶寒刺向他的肩膀 此时灵石镶嵌在叶寒的肩膀中 而魔君见状满脸的担心 即刻来到叶寒身后便要替他疗伤 可却被叶寒拒绝了 叶寒一手扶住肩膀 只见伤口竟然以肉眼看见的速度缓缓愈合 在一旁的逆长生不禁感叹 竟然还有着天生修复的能力 片刻后灵石掉落在地上 但吸食了叶寒的血液后好像有了灵石 在其身边飞来飞去 还往叶寒脸颊上蹭了蹭 于是叶寒将灵石拿在手中 你的灵石好像不愿意跟你回去 而你掌声只好挥手作罢 既然如此就留在你这里吧 随后露出一抹不简单的神色 作为交换你得留我在这里住上几日 好好服侍招待我 话音刚落只见魔君迅速将叶寒抱在怀里 生怕被别人抢走 此时魔君满脸严肃的表情下不是一丝醋意 你要助便主 叶寒身体虚弱 他可没空陪你 从长生听后顿感无语 哎 真是小气 回到房间后两人再次调试起沐浴的热水 就当魔君心想终于有可乘之机时 没成想叶寒竟穿着衣服沐浴 不知泡了多久疲惫了一天的叶寒睡了过去 而魔君见状从水中抱起叶寒 这可不是睡觉的地方 于是轻轻地将他抱放到床上 生怕把他吵醒 一旁的魔君靠在叶寒身边 满脸宠溺地看着他 但手却不老实地在他身上摸来摸去 这些天可辛苦了 小丫头 好好睡吧 随后魔君搂住叶寒也一同睡去 到了第二天清晨 叶寒睡已朦胧地从床上起来 此时魔君也闻声来到他的眼前 你可算醒了 真是个小懒猪 可叶寒却是抓起魔君领子 昨天是你把我抱到床上去的 而魔君挑起他的下巴嘴角微微上扬 不用感谢哦 但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阵阵喊叫 叶寒 大事不好了 此时叶寒闻声而来 刚一出门云妇就慌忙地道明情况 皇宫来人宣我们 今晚就要带七皇子回宫 现在的身体状态无法进攻啊 叶寒见状缓缓走向七皇子 随后坐到七皇子一旁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我就你 你帮我 此时七皇子很是无奈 我这身体向来脆弱 我想你不要白费力气 而叶寒却是一把抓起他的胳膊 一副语重心肠的神态 反正活不了多久 不如试一试呢 随后叶寒将七皇子的手腕与手心 感受到他体内的经脉已经紊乱 甚至已经伤及到了经脉 于是叶寒便打算输入灵气以此缓解 没成想刚驱动灵力 只见七皇子疯狂的血壳不止 此时七皇子心里早已放弃无奈的笑了笑 怎样 你可还能帮得了我 但叶寒现在很是疑惑 为什么灵气完全输不进体内 即便如此叶寒还是不死心 说罢便准备去找魔君询问有什么法 就在来到魔君面前后 叶寒道明了刚刚发生的情况 魔君听闻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七皇子无法医治是因为有静置 而这静置会让一切灵力无法进入体内 只要用更强的力量给他破开就行了 可叶寒担心用此方法会伤及性命 于是甩开魔君便要向门外走去 魔君见状一把拉起叶寒胳膊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找到下静置的人 解灵还虚系灵人 而就在此时七皇子推门而入 只见全身虚弱的他亮亮呛呛地向两人走去 于是叶寒连忙扶住七皇子 你可知道是谁给你下的静置吗 无奈七皇子也是摇了摇头 不知道 可叶寒这时心里好像有了小算盘 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会让你知道的 到了夜晚 皇室的人早已在云家门口等候多时 此时三皇子来到叶寒面前 将扇子架在他的脖子之上 既然已接纸却藏匿皇子 欺瞒皇上该当何罪 而叶寒随即打开扇子 一副义正言辞的神态 我何罪之友 只见魔君搀扶着七皇子缓缓到来 把七皇子带去皇宫也没点违背圣旨了 可三皇子见状在无任何理由反驳 于是让其赶紧上马车出发 但七皇子完全不理会他 此时三皇子咬牙切齿气愤不已 随后抓起七皇子的衣领 你什么意思 不坐我的豪华马车 却去坐他们的废无拉力车 而被三皇子这么一折腾 七皇子的病情再次恶 于是看不下去的魔君来到三皇子面前 随后挥手变向马车 只见瞬间原本平平无奇的马车 瞬间变得金币归黄 此时逆长生闻声而来 休闲地坐在马车上 即刻把圣旨扔到三皇子身上 你找人宣读圣旨却故意把我漏了 你这是违背君命 还没等三皇子开口 逆长生早已上马离去 到皇宫后 皇上听闻云家有一位超越武王的存在 于是来的兴旨 而云家主却是淡淡回复 只是小女的朋友并非云家人 随即皇上便向众人询问 叶涵和她的朋友呢 这时九公主伸手指向叶涵 皇上见后感叹不已 可真是一位绝色佳人啊 那么那位强者在哪呢 最后九公主来到逆长生 身边小手再次指了指 可她现在的小脸通红 看见帅哥就放花痴 此时皇上也明白了公主的心意 于是便打算为两人撮合一门亲事 没成想逆长生却是一口拒绝 可皇上听后勃然大怒 这位你指婚你敢不从 只见逆长生缓缓转头看向叶涵 我的婚事 我自己做主 而就在这时冷清月闯入大殿内 跪倒在皇上面前一副剑兮兮的模样 云家偷我至宝伤我狐人 还请皇上为冷家做主 皇上见状摸了摸胡子不惊疑惑 还有这等事 可台下众人议论纷纷 这冷清月怎么回事 皇上早就知道刑罚台上的事了 怎么还来诬陷 而冷清月却是一点的得意 皇上都知道了还配合我追问 说明他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 闻言叶涵含立马起深怒喝道 绝无此事 只听扑通一声冷清月狠狠地将头磕在地上 再次抬头一块淤血在其脑门之上 那日冷家正是因为畏惧云家强者 才委屈投降的 此时叶涵像看傻子一样 既然你说偷你质保 那么请问你冷家之宝是什么 没诚想冷清月思索片刻后 竟把云家混沌珠说是自家之宝 而叶涵听后露出一抹不简单的笑容 那你可知这神器是何模样 只见冷清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混沌珠自然是一颗圆润的珠子 可这时叶涵实在绷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 皇上见状疑惑不已 叶涵 你笑什么 于是叶涵解释道 混沌珠乃是集天地于一体的神珠 根本不是什么珠子 此时冷清月见自己不站立也编不下去 于是跪倒在皇上面前 疯狂的一下接一下磕头求饶 可皇上听后勃然大怒 即刻下令鞭打之行脱去天牢 你敢相信传承千年的上古神器竟然是只佩奇 而他更是有个响当当的名字混沌珠 但他的攻击方式却是让人大跌眼界 将外界气体吸入体内产生巨大的冲击释放出去 简称放屁 即便如此此物乃是云家孕育千年的宝固 于是这天云妇带叶涵前来收服此物 刚到密室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佩奇雕像 可当叶涵将手放到雕像上时 不料此物与其产生了共鸣 随着雕像的裂开 伴随而来的是 一头散发着绿色光芒的佩奇飘在叶涵面前 而佩奇见到叶涵后竟萌生了杀意 打扰我睡觉 给也死 随后释放强大的内力将叶涵震飞 一旁的逆长生也是提醒来者不善 没成想佩奇攻击再次显 此时叶涵释放黄御赵苦苦之称 可佩奇内力实在是强大 叶涵再次被击飞树迷远 而在这时魔君纹身而来 将叶涵一把抱在怀里满脸的担心神色 女人 你怎么这么弱 于是扔出一卷卷轴 不就是一头猪吗 我帮你拿下 佩奇见状大事不妙便要逃跑 我的现在为时已晚 只见佩奇痛苦地被卷轴束缚叫出猪声 随后身体缓缓变小 竟然只剩个猪头 此时魔君向怀里的叶涵解释道 这乃是七月卷轴 他越是挣扎 卷轴越紧 而他现在足够若快去节气吧 说罢叶涵来到佩奇面前聚集灵力 片刻后一束束灵力涌入猪马 气成 随后叶涵抱起佩奇 可佩奇满脸的不服气 你耍赖你根本打不过我 却成了我的主人 这时魔君从背后抱住叶涵 温柔地在他耳边说道 别理这头猪了 回吾我给你疗伤 可叶涵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疑惑不已 为什么处处都要帮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而魔君凑到叶涵脸前 我自然是你的夫君了 随后缓缓靠到他的耳边 夫人可还记得初次见面 你对我情深意重 以血于我契约 从那时起我便选择了你 怎么 夫人忘了吗 但叶涵才不信这鬼话 于是推开魔君转身而去 这点小伤不用治疗 我去修炼了 魔君见状立刻追赶而来抓起叶涵的手 夫人怎么害羞了 修炼也可以一起双修吗 可叶涵却是甩开魔君的手 雷鸡将他关在门外 我要驯化混沌猪 误扰 而在门外的魔君 拖起下巴一脸的沉思 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东西 叶涵直接一把将小肥猪扔在床上 小肥猪生气的大骂 废物 你也太不尊重我上古神器了 叶涵表示上古神器又怎样 你沉睡已久 刚必自速迟早被我打败 小肥猪直接就释放灵气 你别不知好歹 叶涵直接手指轻轻一拍 直接将小肥猪锁住 小肥猪忘了叶涵 是他的主人可以轻易将他紧拿 叶涵直接闭眼表示修炼 小肥猪见叶涵修炼速度进步如此神速 又看见叶涵脸上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女人还有快速修复的体质 真是潜力无限 已经到了半夜 小肥猪一脸忧怨 喂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 你是我的主人 你不睡 我可睡不了 叶涵开口说道 你承认我是你的主人了 小肥猪为了睡觉只能承认 承认了 小姐姐你别再往我了 我真的困了 叶涵戳戳了的脑壳表示可没欺负他 叶涵这几个月 天天都是通宵修炼 以后你要和我一起努力了 小肥猪直接绝望地四脚朝天 我服了 你这样的潜力还这样努力 我真的服了 画面来到冷祖 冷清月生气地将花瓶一甩 气到全身颤抖 冷家主表示你以后安分手挤一息 好不容易将你从天牢中捞出来 冷清月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都听不下来自家老爹讲的话 一定要找办法弄死叶涵 这是侍卫冲进来说到 云家那混沌珠被叶涵契约了 两人的顿势惊恐 冷家主心里一惊 询问到是否属实 侍卫表示千真万全 冷清月在一旁大喊该怎么办 清月别怕 节气了 依然可以节气 马上就到了一年一度的狩猎大会 文言冷清月高兴起来 对啊 狩猎大会 还是跌想的周全 云叶涵 就算你有神器傍身又如何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有人总要作死 那要怎么办呢 冷家主跟叶涵说道 叶涵 明天就是狩猎大会了 这次狩猎大会将持续半月之久 你要多加小心啊 叶涵文言一喜 明天什么时候启程 我去通知云阳 卯时 叶涵当初大厅 就有人叫他 叶涵一脸不爽 这人怎么还没离开 难道八卦时跟我一天 他变来一天 逆长生直接给他丢了一把剑 叶涵一脸疑惑 给我剑干嘛 难道你不喜欢兵器 直接将剑还给他 不需要 你留着吧 逆长生询问道剑不要 那要什么 叶涵一脸无语 莫名其妙 逆长生直接擅自做主 给叶涵弄了一个禁止 狩猎大会万分威胁 如果有万一 我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叶涵表示多谢好意 可不必如此 想要施法却无法驱散 算了 直接离开 逆长生叹了一口气 叶涵 你就这么不想被我保护吗 晚上 叶涵回到房间 魔君询问道 明日便走 叶涵吻了一声 魔君伸手过去表示戴上自己 叶涵一口回绝 直接一把还住叶涵 夫人怎么总是拒绝为夫 难道为夫不够强大 夫人觉得带去丢人 叶涵表示你太强大 何须我带 魔具直接低头在叶涵肩上试法 这把叶涵搞得一脸羞红 肩上显现出一个花瓣 这样 你在哪里 本尊都能知晓 突然发现旁边有个小虫虫 手指轻轻一点 雕虫小技 直接开始消散 次日 魔兽山脉外围 叶涵感叹道 马上就要开始了 身后的花颜嘲讽起来 哟 这不是神器主人吗 云家什么时候 也有资格来狩猎大会了 叶涵一脸冷漠开口 知道我是神器主人 就闭嘴 花颜生气的朝君慈说道 君慈 你看这个贱人 花颜 我不许你这么说叶涵 花颜见自己师兄 这么为乎他气得咬牙切齿 云叶涵 你等着 我绝不让你这贱人 活着走出魔兽山脉 这是传来声音 皇上驾到 皇上坐着轿子上 众人纷纷行礼 皇上万岁万万岁 今年狩猎大会 为期半月 狩猎魔兽品级最高 数量最多的家族 将会得到二品丹药和玄机弓 花颜在一旁开心说道 有君慈哥哥在 丹药和弓法必定是我圣云宗的 而君慈则是看向叶涵 叶涵 你想要奖品吗 我让着你 不用你让 我想要的奖品 我凭实力来拿 一旁冷清月和三皇子走了过来 冷清夜嘲讽道 哎呦 还没开始比试 倒以为自己要争第一了 云叶涵 我要你这件人死无葬身之地 云叶涵 我受到所有屈辱 都要你百倍偿还 叶涵轻笑道 是不是第一 也比冷家根本没有参赛资格强 云家人听令 我们去狩猎 冷清月气道颤抖 云叶涵 你别太得意 马上就是你的死期 进入到魔兽山脉里面 三人就发现前面杂草丛生 云霄表示 叶涵 咱们是不是还得往里走点 这里屁都没一个 随后云霄就挺着一个屁不放屁 突然 他就发现天上有个东西 你们看我干嘛 是花雕 叶涵直接拔刀 刷的一下朝花雕砍去 突然背后有剑朝他袭来 花颜得逞一笑 云叶涵 你去死吧 叶涵直接一个侧身果果 发现有人暗算 花颜直接三剑弃发 云叶涵 明年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羞的一下朝叶涵射去 君慈在一旁大喊小心 朝叶涵飞去 叶涵对于这个雕虫小技不足为挂齿 君慈直接一脚将剑踢毁 羞的一下朝花颜脑袋淌伐过 君慈询问道你没事吧 叶涵推开他表示无碍 一把扯住花颜的手腕 花颜去给叶涵道歉 花颜挣扎表示不是要故意伤害叶涵 只是狩猎花雕 君慈才不会信他的鬼话 直接将他甩在地上 直接音音音大哭起来表示自己没错 花雕是他先发现的 都是云叶涵这小贼 抢我魔兽 才身陷危险 师兄 云叶涵是偷盗别人宝物的贯物 花颜真是冤枉啊 君慈见他死不回改不承认 直接将他扶起来 花颜以为师兄信他得逞一笑 却突然听见师兄说他趁人之危 还知错不来 直接宣布将自己逐出师门 瞬间才反应过来 师兄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离开圣明宗啊 君慈转头不耐烦说 不要再叫我师兄了 花颜直接扑通朝叶涵磕口 管是自己知道错 求求叶涵帮他劝劝师兄 叶涵直接说道 我不管你们师门自己的事 一件花雕本就是我的猎物 我再走了 刚转身手云霄就急匆匆跑过来说道 云阳被冷清月掳到魔兽山脉腹底 叶涵闻言一惊 瞳孔猛说 赶见朝腹底跑去 叫云霄快点 云阳可能有威胁 来到腹底 突然就发现 冷清月坐在树上 冷清月说到云夜寒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你要的人在这 云阳被吊起来 下面还有一条蟒蛇 朝云霄张大了嘴 直接就盘上了云霄的嘴 朝云阳腿上挺去 叶涵轻笑道 冷清月 你真以为区区一条蟒蛇能打得过我 一条蟒蛇 云夜寒 你怕是没听过魔兽山脉 无人生还的蛇坑吗 哈哈哈哈 说完直接斩断 去救他吧 顺便把你自己的剑银 也葬送在蛇坑里 哈哈哈哈 云阳直接下坠 蟒蛇紧紧缠收紧缠着云阳的鼠 快速往下坠落 两人一惊 大喊云阳 你见过不顾自身危险的主子 去救赎下的吗 云夜寒着急的跟云霄 让他在这里等着 他去找云阳 说完直接毫不犹豫的 跳进了蛇窝 里面黑不溜秋的看都看不清楚 直接点亮旁边的灯 就发现云阳躺在那里 众多的蛇群围绕着他 二话不说 直接施展法术 想要将云阳拉过来 奈何实在太远了 突然发现 头顶上的藤曼 直接一个跳跃抓住 慢慢的荡过去 抓着下一个 直接施展法术 我来了云阳 救你了 云阳听到声音 缓缓睁眼 藤曼紧紧将云阳缠住 就在拉的时候 突然断裂 叶寒震惊惊了 云阳长的藤曼 怎么会断呢 而云阳叫云阳赶紧走 我被吓了禁止 叶寒却不可能抛下 云阳就走的 救的了 救不了 他都要救 云阳被感动的 流出了眼泪 谢谢你 叶寒 我不先死 叶寒直接伸手 再次用灵力放发藤曼 而旁边的蛇爬上了藤曼 云阳在一旁大喊小心 蛇顺的藤曼爬上去了 叶寒直接释放灵力护体 而就在这时 魔君下的禁止亮了起来 刷了一下 魔君出现在叶寒面前 食指向扣 蛆蛆蛆坑 不劳夫人费心 叶寒一脸羞红的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魔君却表示 夫人有危险的地方 我都随时出现 然而身后的蛇群攻而上 魔君毫不在意的回头看去 直接大手一挥 赶伤夫人者 死 魔君抱着叶寒缓缓落地 羽阳在一旁 说道叶寒 你终于来了 叶寒直接从魔君身上下来 握住云阳的手紧张地说道 云阳你命缘没了 命缘是修真人身体的一种物质 有了命缘才能修炼 命缘没了 就与常人无异 身体非常脆弱 魔君直接揽过他 夫人莫慌 命缘没了 出了蛇坑抢一个便士 随后拉着云阳飞了出去 一群蛇在后面猛追 魔君直接一个转身 朝蛇群攻击 轰的一声 蛇群直接被炸死 外面的云霄 听见里面的巨大的动静 在外面大喊 叶寒 云阳 你们还好吗 旁边树上的冷清月 在一旁大声笑道 哈哈哈哈 想必云叶寒那个贱人 已经被蛇咬得 连块骨头都不剩了 随后羞了一下 从蛇窝窜了出来 紧跟着的 还有那些顽强蛇 云霄看见他们两没事 也高兴了起来 而旁边的人却不爽了 怎么可能 云叶寒这个贱人 居然还没死 魔君霸气护漆 夫人说一 他绝对说好 夫人吩咐 绝对照办 云叶寒直接一把云羊 抛给了云霄 照顾好他 叶寒也被惹生气了 三番两次的想要害他 如今他也要让他 尝尝这种 被万蛇是咬的滋味 一窝蛇群 直接朝冷清月撕咬 吓得直接躲在大树身后 呼 好险 还好我机灵 那个不要脸的贱人 我非找机会 包了他的皮 然而下一秒蛇 出现在他的脑后 滋滋作响 咱们魔君 可不是忍生吞气的人 直接控制蛇群 朝他攻击 冷清月被吓得泪流满面 重重磕头认错 我说我自己不要脸 我活该 被剥皮抽筋 魔君嘴角一笑 既然你也这样想 我就成全你 直接控制蛇群 朝冷清月咬去 冷清月被咬的衣服 被咬的破烂不堪 害怕的闭着双眼 下一秒直接踩空 脸朝地 摔了的狗吃屎 冷清月 吓得立马紧张起来 我的脸 我美丽的脸 魔君邪魅一笑 还有什么来着 剥皮抽筋对吧 蛇群群攻而上 直接死咬着他 每一寸肌肤 而这边的云阳 没有了命缘虚弱的吐血 叶寒询问道 云阳 你可还撑得住 叶寒小姐 我没了命缘 只怕 叶寒看向魔君 表示同意 你说的对 命缘没了 抢一个便是 魔君微微一笑 如此小事 我愿为夫人效劳 说完 直接对这冷清月 夺取命缘 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响声 众人一同看去 冷清月在一旁张狂 哈哈哈哈 狗男女 八街魂蛇来了 我看你们还如何嚣张 蛇神一声句吼质问道 是谁轰平了我的蛇坑 是谁伤害了我的子民 冷清月嘴角一笑 直接魔君告状 蛇神大人 小女亲眼所见 正是这对狗男女 轰平了蛇坑 擦着眼泪 请您勿必为死去的子民报仇啊 呜呜 蛇神询问魔君 他说的 可是真的 魔君嘴角一挑 是真的 那又怎样 蛇神气得大吼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魔君立马护住夜寒 夫人别怕 到我怀里来 夜寒生气的说道 你为何要认了冷清月的 诬告多次此一事 魔君刮了刮的鼻子 夫人有所不知 八街魂蛇的魂园 是难得法宝 是为了送法宝给夫人 身后的蛇朝魔君袭来 魔君轻轻一笑 这小蛇总是要死的 突然羞了一下 出现一抹亮光 直接差点把蛇神亮瞎 是谁 当当当 小猪猪闪亮登场 垃圾小蛇 交出魂园 饶你不死 夜寒一脸疑惑 混沌猪 没召唤你 你为何出现 小猪拍着胸脯说道 主人有危险 我来保护主人 夜寒直接叫他回去 用魔君 就没有危险 小猪直接拉着 也喊到伊菲英英 主人 你是我的主人 自然由我来保护 啊 仅此而已吗 小猪直接黑黑一笑 嘿 事后主人将这小蛇的魂园 给我就好 这次就不劳外人动手了 魔君直接不爽 将小猪拎起 死猪 你再说一遍 谁是外人 小猪害怕的只向蛇神 他 他是外人 蛇神盯着夜寒 他们左看右看 你们 也太不把我蛇神 放在眼里了 蛇神直接暴怒了 我要灭了你们 大道魔君天天 总想要轻轻抱抱举 高高该怎么办 混沌猪生气的小手一挥 敬酒不吃吃法酒 刷的一下 直接笼罩魂蛇 混沌猪直接发动攻击 死死的压住魂蛇不得动感 魂蛇躯体慢慢缩小 嘴里喊着救命 一旁的冷清月 没想到搭接魂蛇 竟如此不中路 混沌猪嚣张一笑 敢欺负我主人 去死吧 直接一收 魂元从蛇嘴巴里吐了出来 魂蛇也随之消散 金灿灿的魂蛇落在地上 混沌猪直接飞扑过去 魂元宝贝 快到我怀里来 嘿嘿 燕涵比他先一把捡起 混沌猪直接扑了个空 燕涵看着手里的魂云 看来就是功名记说的这里 混沌猪气得招燕涵大喊 喂 女人 刚才我们不是谈妥了 魔君探头出来说道 谈妥了什么 还不忘抱着自己媳妇 在魔君的威压下 混沌猪只能被破除了 一切宝物都是仙女主 燕涵直接蹲下 想将魂云喂给云阳 魔君直接将她抬起阻止 本尊说过 这宝物本尊是要送给夫人们 直接塞入燕涵的嘴中 无论发生什么 最好的宝物 永远属于夫人 咕噜一下吞了下去 眼睛五彩斑斓 炯炯有神 魔君直接抚摸燕涵的脸颊 温柔的说道 恭喜 夫人又进几了 燕涵生气的拍开宫明记 宫明记 你明知我要用这魂缘救云阳 为何为难我 宫明记宠溺的揉了 揉燕涵的头 耐心说道 夫人莫急 想救云阳 本尊另有办法 直接盯上冷清月说道 我想你的表姐 肯定乐意帮你这个忙的 是吧 冷清月 直接抬手施法 魂园直接从冷清月身体里出来 手一挥 休得一下胃给了云阳 随之云阳慢慢苏醒 云阳激动的说道 叶寒小姐 我这里是 叶寒一脸开心 是命远 宫明记已经帮你拨回来了 云霄直接跪下 谢谢姑爷 叶寒在一旁连忙激动的摆手 云阳 她不是 你别瞎说 宫明记一把门过叶寒 深情的说道 夫人着急的样子 也很可爱呢 这可把叶寒说的满脸通风 棍盾珠在一旁说道 你们继续 我不看 直接就吻了上去 夫人不在的时候 我一直都想着 不知道夫人是否 也在思念我们 随后两人就深情的贴贴起来 叶寒一把将宫明记推开 直接害羞的转身过去 宫明记 现在危机也解决吧 你可以回去了吧 宫明记当然不想回去 直接将叶寒扛起 表示以后再也不要离开夫人 直接就扛着叶寒往魔兽山脉里面走去 夫人之后想去哪里狩猎你 本座帮你 失去魂元的冷清月在一旁握紧拳头 云叶寒 我已经摸透了你的套路 你这个白莲花 无非靠出卖色相换取高人相助 下次 我并能让你身败名列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魔君直接扛着自己媳妇进入魔兽山脉 而就在没走多远时 叶寒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魔君轻声笑道 夫人饿了 叶寒被问得一脸羞红 直接将叶寒放下来 刮了刮他的鼻子宠一说道 本座这就弄点吃得来 扭头就看见天上有灵兽自动上门 手中一台对着他射击 直接击中灵兽的腹部 叶寒欣喜若狂拿出刀 竟是三接花雕 取出魔盒朝云阳说道 云阳 把这魔盒装起来 好的小姐 叶寒看着云阳把这柴火问道 你这是做什么 云阳说道是钻木取火 叶寒手指一抬就冒出一抹灵火 表示不用那么麻烦 手指一挥就点着了 说道我乃天生火灵 魔君直接从身后抱住叶寒自豪地说道 我的夫人 自然厉害 直接手指轻轻挥 去吧 小花雕 能被本座夫人品尝你也算死的光荣 随后香气肆意 闻着就美味至极 云阳云霄在一盘看着都流口水 还不忘了夸赞 姑爷 想不到你还有这等手命 我原本不饿 现在也忍不了了 突然刷的一下花雕中间肉没了 混沌猪钻了出来 大口吃着肉 魔君直接一把拎起来一脸嫌弃 还神气呢 笔猪都能吃 这可是我烤给叶寒的 魔君直接拿起肉串了起来 一把烂锅 想要亲自喂 夫人 来 张嘴 叶寒一把抢了过来 傲娇地说道 我又不是没有手 我自己来 然后一口一口吃了起来 好吃 魔君宠溺地抚摸叶寒的脑壳 夫人喜欢 本做以后天天讨给你吃 擦了擦叶寒的嘴巴说道 无论是魔兽还是神气 我都给夫人做了 混沌猪吓得摔了一脚 连忙说道 不要啊 不要吃我 神气可不好吃啊 云霄生气地追着混沌猪 偷吃叶寒的肉 我替姑爷捉了你 混沌猪含着泪水边泡边吃 一个使劲溜 一个使劲追 突然云霄跑着跑得全身泪蓄作 混沌猪一脸疑惑 怎么回事 叶寒直接腾空朝云霄跑去 就发现沙漠中有气敲 直接将叶寒抱起 发现是灵虫 叶寒耗尽所有灵力将云霄抱回说道 这沙漠里遍地是稀释灵力的灵虫 我们不会飞行怕是过不去了 叶寒说完就直接倒了下去 魔君表示飞过去有河南 为夫帮你们过去 叶寒突然就发现那里有个小绵羊 小绵羊悠闲地在沙漠中走啊走 灵虫纷纷害怕至极避开它 见状叶寒表示不用了 我有办法了 你见过这么厉害的山脉吗 力气的攻击比灵力还厉害 几秒几人就被切割成几段 叶寒直接一个腾空朝小山羊飞去 小山羊直接被炸毛了 直接朝叶寒咪咪一声 突然脚下一滑 直接坠入下去 小山羊直接大喊救命 叶寒施法将小山羊接住 叶寒抱着手臂问道 你会说话 你是开启了灵智的魔兽吗 小山羊听这话不爽啊 嚣张地说道 不要把我和魔兽那种 下等的生物相提并论 我可是神器 小姑娘 你怕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神器吧 这时混沌猪飞了出来询问道 齐灵羊 你呀怎么在这里 小山羊见状有救兵连忙抱住大头 猪神 猪神就我呀 这个陌生女人刚才一直跟着我 她可不是陌生女人 她是我的主人 小山羊文言直接吓一跳 混沌猪直接啪哒飞到她旁边 总之 你可别小看了她 这女人 腹黑得很 小山羊顿时生无可恋 连你都这么说 夜涵开口说 混沌猪 你既然与齐灵羊熟识 快告诉我 关于齐灵羊的一切 主人 这羊是寻宝羊 只要这祸仔 绝对有宝贝 夜涵听到宝贝眼睛一亮 一人一珠间笑着 交出来吧 小山羊直接任命双腿直接跪下 痛哭流泪交出了所有财产 夜涵询问道 你既是寻宝羊 除了这些 你这次又要去哪里寻宝 小山羊吓得一击灵 连忙撒谎自己只是随便走走 小猪在一旁说道 别听她的 这货户才得紧 小山羊气得直接指着混沌猪大骂 靠 死猪 我拿你当偶像 你竟然这么对我 直接转身就跑 三十六计跑为上计 夜涵直接抓住她的尾巴 想跑 没门 小山羊得逞一笑 不放手 迟早甩掉你 夜涵直接被甩了出去 魔君一把将夜涵接住 摸头安抚道 夫人受惊了 夜涵一脸疑惑 功名忌 你怎么来了 云霄怎么样了 云霄需要休息 有云阳照顾她 你放心寻宝 直接对小山羊释放欺压 告诉你 她是我夫人 你老实带她寻宝 可别想再耍什么花样 小山羊也被魔君吓到 好 好强大的人 她到底是谁 直接又扑通跪下 女 女神 我错了 我带你去沙漠的另一头 那里有的是宝物 直接任命的变大身体 魔君直接抱起夜涵将她放上去 夜涵 你坐在她身上 她自会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随后就坐着羊坐骑 啪哒啪哒的踏上寻宝之路 看着前面都是山 夜涵询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有宝物的地方 利器山脉 随后跳了下来捡起一个石头 凑近闻了闻 发现全是被血染过的 突然有人在后背偷袭 从山里飘来的丽人 刷刷刷几下 土匪直接被切割 三人一脸震惊 这山脉的利器攻击 竟然比灵力攻击还厉害 小山羊吓得瑟瑟发抖 我说 女神 这地方好像不太安全 你要不叫你夫君来帮帮我们 夜涵嘴角一笑 不用 我有办法 夜涵在利器山脉发现 这利器攻击是有规律的 只需在这利器的疯眼中行动 一旁的麒麟羊 在利器山脉一直未曾进去过 如今被夜涵轻松破解 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挫败感 跟着夜涵穿过利器攻击 就在即将到达山顶时 利器攻击突然转向 朝着夜涵他们袭来 夜涵躲闪不及衣服被利器攻击划破 混沌珠和麒麟羊 看着夜涵的衣服被划破 心中意紧 下一刻一件黑袍从天而降 将他们眼睛盖住 麒麟羊猛逼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混沌珠说蠢羊 这是告诉你不该看的别看 魔君抱起夜涵 夫人的肌肤只能我看 说完朝着夜涵吹了一口气 只见上一秒 还破烂的衣服 立即恢复无处 你一直都跟着我 得到肯定的回答 夜涵立即发怒 放我下去 我要寻宝 我只想靠我自己 魔君放下夜涵独自上山顶 等着夜涵 夜涵落地地 瞬间启动自己的本命术 在利器攻击中穿梭 而一旁的麒麟羊 直接呜呜地哭了起来 想让夜涵等等他 夜涵躲过利器攻击来到山顶 魔君一把将他搂住 夫人你到了 随即两人手牵住手 欣赏着山下的美景 突然天空飘起 凌厉凝聚的雪花 一片雪花落在夜涵手心 下一秒 直接进入夜涵的身体 夜涵一下摔倒在魔君怀里 魔君大喊夜涵不要睡了 睡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听见魔君的声音 夜涵立马清醒过来 原来这些雪花会亲人心智 此时旁边的混沌珠说道 主人 你是不是被这蠢羊骗了 这里只有危险哪有宝物 不然让他说宝物什么 宝物是什么麒麟羊 也是一头雾水 他只知道在这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魔君却用手指着面前的美景说道 这面前美景 即是天价宝物山河图 夜涵一惊 只见麒麟羊拿出一把宝剑 一个飞跳 就想将这个宝物收了 刚起跳就被混沌珠 将其抓着夺下宝剑 你诸神在此 宝剑归我 山河图也归我 然后一把将混沌珠扔了出去 而扔出去的麒麟羊 撞在了一个法阵上 法阵裂开一口 一股强大的犀利袭来 想将夜涵等人吸入其中 晋级的夜涵与上古大地一战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因为法阵被破坏 强大的犀利将夜涵他们吸入其中 混沌珠大怒喘扬 都是因为你 我们全都要遭殃 魔君没有理他们 搂住夜涵 很快 我们就能见到上古大地了 到时候 他定有宝物给你 法阵中一具守阵者出现 释放出英皇鬼藤 将夜涵他们绑住 一旦被英皇鬼藤绑住 无论修为高低都挣脱不了 夜涵询问魔君应该怎么办 魔君微微一笑 这是只能靠夫人了 夜涵淡然一笑 释放火灵将英皇鬼藤烧毁 召唤出火灵鸟为其带路 只见火灵鸟照亮周围 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高阶灵草 蕴含天生星辰力量的河水 魔君直接抱起夜涵跳入河中 带着夜涵沐浴星辰之力 进入河水之中 魔君直接亲吻上夜涵的小嘴 过了一刻回到岸上 魔君让夜涵点亮生命术看看 夜涵点亮生命术发现自己又进几了 只见魔君施展灵力 立即翻腾 夫人 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宝物星河之力 突然河水直接炸裂 一道人影出现 是谁敢偷我的星辰之力 看着夜涵 是你 还我星辰之力 饶你不死 立马施展灵力向夜涵袭来 混沌珠健壮出现在夜涵面前将攻击挡住 一旁的麒麟羊叫嚣到上古神器之手 和你一战 诸神冲呀 下一刻混沌珠直接被打倒在地 魔君在夜涵身旁说道 夫人你已进击 不如就拿着上古大帝练练手 这句话彻底将上古大帝人物 而等鼠辈也太嚣张了 立马施展灵力攻击 夜涵师斩出本命术抵挡 上古大帝见撞一个小小的武师 都敢在我上古大帝头上撒野了 直接使出必杀计 翻江倒海 想要震杀夜涵 上古大帝使出必杀计 这威力夜涵根根抵挡不了 只见魔君挡在夜涵面前 星辰之力听我调解 下一秒星辰之力翻腾起来 上古大帝精的嘴巴都能塞进一个拳头 这怎么可能 你居然能控制星辰之力 你到底是谁 魔君将山河图抓在手中不懈地说道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知道星辰之力 能为本座夫人所入 是他的荣幸 直接用手一划 空间瞬间裂开 魔君带着夜涵他们离开 下一秒出现在一片沙漠之中 夜涵吃惊地问道这是哪里 这不是我们来时的路 魔君却挑逗着夜涵 不如夫人亲我一下 或许 我便想起来了 夜涵一把将魔君推开 焦焦说道 不轻 路我自己找 立即施展本命树 整个人直接晕倒向地上倒去 魔君将夜涵接着 傻丫头 本命树的灵力 可不是这样用的 你现在过度使用 让本命树沉睡了 夜涵很是一问他什么时候能醒 只见魔君渐兮兮地说道 那要取决于你何时亲我 听见这话夜涵放下了 所以矜持清了魔君脸颊 魔君却是说道 你还真是服务 魔君直接亲吻上了夜涵小嘴 下一秒本命树苏醒 甚至还开口说话 我一旦沉睡 主人的等级便会一起停滞 夜涵很是惊讶 本命树居然会说话 下一秒立即使用命令的口吻 我命令你告诉我 公明记是什么人 本命树说道是我上任主人 这时魔君一把将夜涵搂在怀里 想不到夫人对我这么有兴趣 其实就连本尊自己 也不知道本尊是什么 我最后的回忆 就是你将我唤醒 有夫人在 记忆找不找回 又有什么要紧 立即撕裂空间 带着夜涵回到魔兽山脉 看着回来的夜涵 云阳十分开心 夜涵 你终于回来了 你已经在魔兽山脉 消失了十多天 君子现在还在 魔兽山脉找你呢 一旁的冷清月 阴阳怪气地说道 一辰哥哥 夜涵跟一个男人 消失了这么久 孤男寡女了 他必然与那男人有染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冷清月诬陷夜涵 和他人做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 引得一旁的众人 议论纷纷 冷清月嚣张地说道 怎么样你夜涵 害怕了吧 一旁的云阳 着急地拉了拉夜涵的衣服 空口无凭 不要管 我们尽量去休息 只见冷清月 装模作样地说道夜涵 是表姐刚才鲁莽了 我是看你与这人交往 狼情惬意 一时心急 魔君当场就想上去 让他知道花儿 为什么这样混 却被夜涵拦住 惩治这白脸 我自有办法 冷清月装模作样地 拉着夜涵的手 这么多天才回来 饿了吧 表姐请你们吃饭 来到营帐 冷清月将一杯 加了料的水 递给夜涵 夜涵趁他不注意 将水倒掉 随后很是配合的 假晕倒在魔君怀 冷清月见计谋得逞 笑嘻嘻地给魔君说道 功名记 你快去请医生 只见夜涵倒在 魔君怀里小声说道 冷清月要回我亲日 我们不妨将即救济 魔君会心一笑 我去找医生 麻烦表姐再次召叹 冷清月一口答应道 快去吧 可以把一成哥哥也叫来 他也略通医术 看着魔君离开 冷清月立马原形毕露 哈哈 云夜涵 我要让你清白敬畏 下一秒 看向另外一间房间 里面有七八个大汉 已经浑浑噩噩 看来是要笑道了 立马打开房门 给我好好伺候云夜涵 几名大汉一看见女人 就跟狗看见史诗地 立马扑上去 下一秒面前空空如也 夜涵躲在一旁 大喊一声 女人在门后 冷清月听见这话 立马就想往外跑 被几名大汉拦住 面对如此饥渴的几名大汉 冷清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 直接被扑倒在里 开始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此时魔君带着三皇子来到门外 夜涵见他们到来 慌慌悠悠地走出来 突然一道叫声响起 三皇子立马冲进去 将面前的几名大汉推开 只见冷清月整个人躺在地上 还一副意犹未尽的萌养 冷清月想要让夜涵清白敬会 结果却自作自受 三皇子看着一副意犹未尽的冷清月 愤怒地给了冷清月一巴掌 不要领个净 随即转身准备离开 冷清月却飞扑上去抱住三皇子 逸臣哥哥 不是这样的 我是被陷害的 三皇子一把将他甩开 陷害 瞧你那一脸饥渴的样子 真让我惹歇 立马头也不回地离开 冷清月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夜涵害的 立马冲向夜涵 想要和他同归于尽 夜涵抓起一件黑袍扔向他 你自己愿意做死 可别想祸害我 一旁的魔军看见 不愧是我的夫人 一把将夜涵抱起 这把赢得漂亮 我不过是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这时云扬着着急地找到夜涵 小姐 怎么办 狩猎大会马上就要结束 夜涵看着还有点时间 立马飞身前去寻找魔兽 下一秒魔军直接抱住夜涵 狩猎这么好玩的事 怎么能不带上魔军 两人来到魔兽山脉的一处地方 夜涵看着下面的美景 没想到魔兽山脉竟有如此美景 一旁的魔军说道 美丽的不是风景 是夫人在我的身边 魔军决定来点实际的礼物 送给夫人 立马施展灵力 只见无数的魔兽出现 随即开始狩猎 咚咚咚随着敲锣声响起 狩猎大会正式结束 夜涵也回到营地 看着营面上的君祠 夜涵说道 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吧 君祠却说道 赌约不重要 不论输赢 你在我心里 话还没说完 魔军说道 不论输赢 既然赌了凭什么不论 用手拍了拍君祠的肩膀 怎么 难道你认为 我的夫人会输 夜涵和君祠 在狩猎大会上打赌 势必赢得赌约 夜涵直接拿出 自己的狩猎成果 八接浑蛇一条 三接花雕一个 一接绿眼蛙三十只 君祠在一旁 不仅感叹道 夜涵你果然能力出众 然而下一秒 惊呆众人的下巴 只见夜涵掏出 十件龙岩巷的魔盒 皇上见状十分开心 夜涵 还是你厉害 拔得头筹啊 立马吩咐下人 奉上奖励 只见有人立马奉上 二品丹药和一本功法 就在夜涵准备接下时 皇上居然不讲信用 要求只能选取一样 作为奖励 夜涵十分疑惑 先前明明说好 两样都是奖励 一旁的魔君 直接拿起功法 夫人不如只要功法 反正二品丹药 你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皇上看着魔君 口吐忘言 以为是云家的随同 当即就要治罪 夜涵刚想解释 魔君一把搂住夜涵 无碍 我虽非云家随从 却甘当夫人的随从 皇上认为我口气大 却不知我家夜涵能力更大 一把将高阶灵草 抛洒至空中 周围的人 看着漫天的高阶灵草 十分震惊 然而让他们震惊的 还在后面 只见夜涵施展出火灵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高阶灵草炼 制成了丹药 随后说道 二品丹药我不稀罕 既然皇上这么看重 这些就送你了 皇上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 脸色立马变得像是 像是变秘了三天似的 浑身力量暴增 夜涵感受到皇上的灵力 很是惊讶 怎么和给风云撤下静止的 那股力量如此相像 此时七皇子跪下 祈求皇上的饶恕 因为强大的灵力 身体本就千疮百孔的七皇子 立马口吐鲜血 七皇子告诉夜涵 我父皇表面是个明骏 被地理却十分可怖 你不要触怒他 说完就就晕了过去 夜涵立马运转灵力为七皇子治疗 发现七皇子的禁止就是皇上下的 他为什么要自己亲儿子死呢 时间一旁的魔君微微一笑 是不是轻声的 明天开启寄天石 我们一世便知 真龙出现 竟是黑胶帽的功夫 皇上看着九皇子为夜涵求情 便收起强大的灵力 立马离开准备明日开启寄天石 一旁的夜涵却十分疑惑 寄天石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 魔君宠溺地用手刮了一下夜涵的鼻子 你呀 每天只顾修炼 自然不值 开启寄天石后 寄天石会喷射龙气 龙气旺盛着 即为太子 次日 无数人来到祭台 只见皇上连带假笑 请各大家族代表 为我帝国长久凡胜 开启寄天石 下一刻咚咚咚的鼓声响起 只见夜涵君祠等家族 立即将灵力灌入寄天石之中 下一秒寄天石散发出强烈的龙气 周围无数人沐浴着龙气 然而却有一个人没有沐浴龙气 这边是七皇子 三皇子剑壮 却直接拔剑 九弟 平日父皇带你最好 却不想你尽非龙气 而我是龙气最盛之人 我是太子 今日我就斩杀于你 献祭龙气 夜涵刚想冲上前 这时地面突然裂盘 一条真龙出现在眼前 魔君将夜涵护在怀里 以免受伤 夜涵看着真龙十分疑惑 功名祭 真龙现身 莫非是要亲自惩罚风云彻吗 风云彻确实并非轻生 但这不代表他不是龙主 夜涵一把将魔君推开 使官风云彻生死 你别开玩笑 魔君却不在意 不知夫人对这黑胶有兴趣吗 下一秒真龙直接咆哮 大胆逆贼 竟敢污蔑本真龙为黑胶 只见夜涵直接开启本命术 触碰到真龙只见身上灵片碎 原来这就是一条黑胶冒充真龙 皇上直接大笑 想不到我苦心经营皇位多年 竟毁在你一个小丫头手上 皇上立马召唤黑胶 准备合力除掉夜涵 将在场所有人除掉 以保皇位世世代代 还是他们的 黑胶出现 竟被夜涵一击击杀 魔君看着冲过来的一人一跤 便询问夜涵想先玩哪一个 夜涵想也没想 皇帝给你 黑胶归我 魔君一脸笑语 只要能与夫人并肩作战 便是甚好 突然一团黑色火焰袭来 夜涵跳向一旁躲过火焰 夜涵看着正在喷火的黑胶 立马释放出火灵 居然敢在我面前玩火 马上让你变成烤弥丘 只见火灵和黑火对付 两股火焰瞬间消散 飞火被灭 飞胶十分愤怒 朝着夜涵冲去 准备一口吻了夜涵 看着冲来的飞胶夜涵 施展出本命术抵挡 由于飞胶算半个龙族 灵力对他没有任何用处 随即准备拿匕首 发现为了面胜 特意摘了匕首 这时魔君直接扔来一把剑 夜涵一把接住 然而下一秒 真是小刀捅屁股 开了眼吧 只见魔君正齐在皇上身上 飞胶剑撞行动 直接冲向夜涵 看着冲上来的黑胶 真是老肥猪上途 挨刀的祸 直接一箭封喉 魔君骑着皇上走了过来 夫人真是神秘 一把抱住 夫人想做皇上吗 我让那老头让位于你 只见夜涵羞红着脸别胡闹 我国没有女皇的传统 我一心只在修炼 无心王位 说完直接起身看向皇上 知道你现在该干什么吗 皇上立即咚咚咚地磕头 我愿意做牛做马 请高人饶命啊 魔君直接将皇上拖走 你可不配 给风云彻接触禁止 皇上立马施展凌厉为 风云彻解除禁止 只见风云彻口吐尖血 下一秒苏醒过来 身上禁止解除 随即夜涵和魔君准备寻找真龙 让风云彻登上皇位 看着祭天时 直接进入其中 发现其中竟是一座金碧灰黄的宫殿 忽然一声吞叫 一条金色的龙出现在眼前 魔君看着眼前的龙 这便是统领川武帝国的真龙 这是一条统领川武帝国的真龙 上一秒还嚣张无比 下一秒竟直接对魔君捕手称臣 叶寒见到真龙 发现堂堂真龙竟被一条黑胶囚禁 真是老太婆钻被窝 也整笑了 真龙看着进来的叶寒和魔君 直接暴怒大火 叶寒却缓缓上前 捕摸着真龙 我们是来救你的 黑胶已经被杀死 真龙看着眼前的叶寒 摇了摇头 你不过是一阶武师 能杀黑胶 魔君走上前一把搂住叶寒 我夫人说的话 你不相信 真龙看着魔君心中一惊 小声地询问你是魔尊大人 随即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 好好的说道 多谢魔尊大人和夫人前来相救 叶寒疑惑地看着魔君 为何真龙向你俯首称臣 魔君一把搂住叶寒 说道天下之大 可不止川武帝国这一面 叶寒抬头望去 心中不解 天下究竟有多大 魔君宠溺地摸了摸叶寒 这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哼 只见叶寒耍起小女生脾气 不想说就别说 魔君嘴角上扬天下之大 你愿陪我一步步探索吗 听见探索天下 叶寒心花怒放 地旁的真龙犹如纹身是碧影 嗅了一颗 不禁大喊 大人 夫人能否先救我出去 叶寒立马拿出宝剑 只听当地的声 锁链音声而断 脱困的真龙带着叶寒魔君 为观的众人看着出现的真龙 感觉不可思议 叶寒居然找到了真龙 真龙找到风云彻 直接为其加冕 成为新皇 而此时的冷家 冷清月看着眼前的修书 现在什么都没有 突然出现一个黑袍人表示 可以帮他除掉云叶寒 只需一点点代价 此时的冷清月 已经对仇恨蒙蔽了双眼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求能除掉云叶寒 下一秒 只见冷清月的身体渐渐地和烂 风云彻成功登上皇位 心中坦克不安 自己能否做好皇帝 皇上一职 权力太大 若不自行 会自我膨胀 危害万民 一旁的小李子心中暗醒 川武帝国终于有一个好皇上了 突然出现刷刷的声音 坐在龙椅上的风云彻 被一股灵力绑在了龙椅上 只见上任皇上和风亦臣出现 风亦臣准备自己坐上皇位 风云彻大怒昨日刚被打败 竟敢再次回事 真是黄泥巴拉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了 风亦臣大笑 还敢威胁我 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个必杀起 修修修 只见冷清月出现 清月 杀了云叶寒 我今日登基 与你成亲 风亦臣为了皇位尽愿意 和全身腐烂的冷清月成婚 风云彻大声呵斥 你让冷清月去杀云叶寒 你疯了吗 冷清月见有人敢质疑我 立马施展明令 风云彻身上滋滋作响 开始腐烂 画面一转 只见叶寒正如必修炼 魔君在一旁看着 越看越喜欢 拿出一株仙草 准备斗一斗叶寒 只见叶寒嘴角上扬 转头一口将仙草吃掉 吃完还收到这么好的东西 想要打扑克 吃了我这么好的东西 怎能不和为父分享一下 下一秒直接扑在叶寒身上 一口清在了叶寒嘴上 两个嘴开始慢慢地摩擦起来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必出意外 每当准备进行下一步 深入探讨的时候 总有人打扰 这叮咚的一声 混沌珠和麒麟羊破门而入 大喊 有人闯入云架 麒麟羊看着一脸冰冷的魔君 在看躺在床上的叶寒 不禁为自己的小命感到担忧 叶寒却直接起来 是谁不要命的 竟敢闯入云架 打开门 只见一团黑气出现 下一秒冷清月 直接从黑气中冲出 掐住叶寒的脖子 这就不认识表姐了 一把扯掉脸上的面罩 叶寒大惊冷清月 从上次和他人打扑克 深入探讨后 全身进苦烂成这样 身上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 可千万别传染给自己 立马挣脱施展灵力 结成防律罩 只见冷清月放化出 无数黑气向叶寒袭去 将叶寒整个吞没 看着被吞没的叶寒 魔军担心不已 立马朝叶寒冲去 准备保护自己心爱 魔军担心叶寒受伤 冲上前一挥手 将冷清月拍倒在地 冷清月颤颤微微站起身 为什么三番五次坏我好事 我要杀了你 立马向魔军释放黑气 魔军看着 就这 简直就是小儿科 一挥手 便将袭来的黑气打飞 从你被魔鬼附体的一刻 就彻底毁了 只见冷清月十分嚣张 知道我是魔鬼附体 还敢出言不逊 今天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 死在这里 只见冷清月的身体 快速膨胀 吓一猫 吓一声 直接爆炸 房间滋滋的燃气 熊熊烈火 叶寒被魔军用灵力保护着 不让其受伤害 叶寒小声询问冷清月 自爆了吗 原来魔鬼本为 魂兽空间的恶鬼 可随意附身肉体 离开肉体返回 魂兽空间时 肉体便会爆炸 那么冷清月自己 交给恶魂之时 就已经死了 此时的皇宫 风一臣正坐在龙椅上 吓人来报 冷清月战死了 听见冷清月战死 十分惊讶 广飞自己还用婚姻诱惑 那个丑八怪 居然一点用都没有 一旁的上任皇上 却是直接拿出笔 以皇上的名义 写了一道圣旨 令风一臣 和云叶寒明月完婚 风一臣脸色铁青 想要阻止 却直接被一眼踹翻在地 下一秒扶着风一臣 云叶寒曾那般喜欢你 你只需认错服软 勾勾手指 让他回来 画面一转 叶寒正施展灵力修补 被损坏的房屋 魔军一把抱住 这种是怎么能让夫人亲自动手的 要不夫人亲我一口 为父帮你 只见叶寒傲娇的江头偏向一边 我拒绝 不过你换的条件 我倒是可以考虑下 告诉我 冷清月是被魂兽空间 逃出的恶鬼占了身体 才会变成这般强大 我想知道 魂兽空间是什么地方 魔军得意地直接将脸伸过去 先轻在手 就在两嘴即将开始触碰摩擦时 不长眼的混沌珠 再次来打断魔军的好事 大事不好了 封一辰来送圣旨吧 叶寒很是惊讶 为什么是封一辰来送圣旨 魔军却是一把将叶寒下巴抬起 没有什么事比接吻还重要 随即一口亲了上去 注意看 这对男女正准备闭门造车 进行深入探讨 然而这么美好的时刻 总有人捣乱 只见封一辰拿着圣旨找到叶寒 由于封一辰打扰到叶寒 导致叶寒根本就还没有享受到快乐 脸色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就想拿完圣旨 马上回去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可这人犹如孙病吃狗屎 装风卖傻 凑上自己这张欠揍的脸 还想进去做 叶寒根本不给他机会 打扰了老娘兴致 还想进去做做 看你就是在想提吃 一把夺过圣旨 哼的一声 直接关紧房门 封一沉吃了闭门羹 在门外起的直坐脚 叶寒打开圣旨发现 他们居然还有脸 想与我再结婚约 魔君见着 居然有人敢抢自己碗里的肉 自己都还没有吃成 直接抓起圣旨就想撕掉 叶寒感觉这是有蹊跷 阻止了魔君 现在的皇上明明是风云彻 他怎么可能颁布这样的圣旨 一定是他出事了 随即来到皇宫查看情况 发现风云彻不在 一旁的封一沉 直接无中生命 他就急不发送到太医院 叶寒直接反问 居然如此 你身为哥哥怎么不去探望 风云彻却是凑近叶寒脸带笑语 作为哥哥 更应该完成弟弟的愿望 与你尽快结为夫妻 不是吗 叶寒后退一步 就你还想和我成婚 不要忘了你与我已结死气 成婚你死 这时风傲天缓缓走来 死气乃命缘所结 只要取掉命缘即可解 这时叶寒明白过来 原来这是知道我有两个命缘 想要我的命缘 突然风云彻一把抓住叶寒 甚至说着以前的事 想要叶寒心甘情愿地 将命缘交给他 此时的叶寒看着他这张脸 就感觉烦恶 恶心 叶寒一把将风云陈推倒在地 满脸不屑 就你这个手下败将 还想要我的命缘 只见风云陈立马拿出玉玺 十分嚣张 直接让埋伏的众人除掉叶寒 周围立马出现无数大汉 向叶寒袭来 看着冲来的众人 真是不知良理 就你们这样的小卡拉米 我还不放在眼里 一掌便将一人打飞 不知生死 叶寒被人围困 竟有人打他命缘的主意 想要抢取命缘 魔军可不答应 一众人直接向魔军袭来 见袭来的众人 魔军浑身骤然 升起一股强大的威压 带着笑意地 看着他们这群小卡拉米 一个响指 一众人便相互来了 一个亲密接触 接着魔军凝聚出 巨大灵力发球 只听风的一声 灵力发球在众人面前爆炸 再也爬起不来 一旁的风天傲 见魔军到来 心中一锦连忙 和风亦臣准备溜之大气 叶寒追上两人 见叶寒追上来 风亦臣哈哈大笑 你不是要和我彻底了断吗 怎么还穷追不舍的 发音刚落 风亦臣和风天傲 直接释放灵力攻击 叶寒却看也没看一挥手 这道灵力攻击 就被打在身前 接着叶寒开始凝聚灵力 你们想走 可还没经过我的团 就让你们试试我的新招式 你们很荣幸是 第一个见到的人 说完直接将这道灵力发球 扔向风亦臣和风天傲 风的一声 烟雾缭绕 两人被重伤倒在地上 随即抽出自己的水果刀 送他们最后一人 风亦臣见逐步逼近的叶寒 吓得都立马求饶 想让叶寒看着往日的情分上 放他一口 扑呲的一声 冰冷的刀子回应了他 此时魔君缓缓走来 夫人你终于了结前面 接下来是不是该考虑新人了 叶寒想要去魂兽空间 直接对着魔君撒娇 最终魔君答应了叶寒的要求 接着面道邪恶的说道 魂兽空间只能灵魂单独前往 肉体会留在这个世界 夫人的肉体就有为夫看管了 夫人可还去 叶寒却是眼神坚定的说着 去 我必须去 魔君立马施展灵力 传送门开启 叶寒进入其中 来到魂兽空间 发现这里的人还挺多 这时突然一个人将叶寒撞开 叶寒十分不爽 先来后到 你走旁边 男子冷冷地看着叶寒 下一秒直接凑近摸着叶寒的头发 哟 小妞长得不赖啊 性格是瞒了点 可本大爷我喜欢 叶寒没有说话 一把将男子摔倒在地制住他 霸气地问道 想死还是想活 选一个 男人双臂一用力 挣脱树 老子哪个都不选 一拳便将叶寒推开 紧接着手握拳 捏着喀把喀把作响 小丫头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子就替你老子教训教训你 挥拳向叶寒袭去 叶寒一个闪身躲开 男人之间一头撞在了后面的墙上 清醒过来指着叶寒说道 臭丫头 有本事咱们浑兽空间对决 浑兽空间 这时是什么地方 叶寒很是惊讶 这里难道不是浑兽空间吗 一旁的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美女对浑兽空间一无所知啊 这都敢来浑兽空间啊 突然头顶咔嚓一声 只见头顶天空裂开 下一秒地面所有人全都被吸引 叶寒刚从浑兽空间醒来 突然一只浑兽向叶寒袭来 侧身躲过攻击 一把抓住直接骑在浑兽背上 然而浑兽还在坐着无用挣扎 叶寒直接释放火灵 浑兽被烧得嗷嗷直叫 下一秒直接被烤熟 重重砸在地上 就在叶寒准备好好享受浑兽时 浑兽却慢慢晃晃 直接融入叶寒的身体 叶寒还在震惊之时 突然出现浑兽空间排行榜 叶寒一过地盯着排行榜询问 还明高低有什么影响 一道声音直接回答 等你第一自然知道 就在叶寒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又有几只不长眼的魂兽向他袭来 看着袭来的魂兽 来得正好 可以助我冲爆 夜晚 魔君正抱着叶寒的身体 十分担心叶寒在里面怎么样了 立马施展灵力 召唤出空间之主 之间让空间之主 将魂兽空间的榜单给他 看着榜单上叶寒的排名 正在飞速上升 十分骄傲 不愧是我看上了你 下一秒神色突然一紧 魂兽空间只有第一名有奖励 叶寒如此要强 一定会遇到那月非凡 不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里面 我不放心 立马将叶寒抱起 放在了床上 温柔的意味 施展出防御罩 将叶寒保护在其中 而叶寒此时已经来到第二名 月非凡 我来了 云叶寒在魂兽空间内走了许久 却没有发现一只黑魂兽 而空间之主提醒他 现在已经是第二名 不需要再猎取黑魂兽 云叶寒反问他 不猎取黑魂兽的话 自己该如何冲到第一名 他却告诉云叶寒 就算杀光所有的黑魂兽 也到不了榜首 月非凡能做到的 云叶寒不一定能够做到 他心里却不信邪 空间之主健壮 缓缓变化成一团黑雾 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挑战 而云叶寒也没有犹豫 直接把手伸进黑雾里面 随着一阵犀利传来 他被传送到了一个地方 只见周围遍地都是魂草 而且也没有魂兽 就在云叶寒拔起一根魂草观察的时候 一只魂兽张牙舞爪地冲了出来 说云叶寒抢了自己的孩子 他的心里不禁疑惑 魂兽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是魂草 魂兽却并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 挥舞爪子就朝着云叶寒拍了过来 而他只能凝聚起灵力护盾进行抵抗 此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旁边 让面前的御魂草兽不要胡闹 他听完以后 立马乖巧地收起自己的爪子 随后就跑到了男人身后 乖乖坐下 男人朝云叶寒行了个礼 表示自己是御魂草兽的主人 对于刚才的行为给他赔礼道歉 然后男人拍了拍御魂草兽 让他孕育一些极品魂草给云叶寒 只见御魂草兽用力一吸 随后口中呼出的空气 就变成了一根根极品魂草 这时云叶寒才知道 为什么刚才他说 这些魂草是自己的孩子 男人把极品魂草递给他 询问他来这里的目的 而云叶寒把来找岳飞凡的事情说了出来 没想到眼前的男人就是岳飞凡 他问云叶寒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他把心底的疑惑问了出来 想知道岳飞凡为什么能一直畏惧榜首 他摸了摸旁边的御魂草兽 表示自己碰巧驯服了他 所以每日都在服用魂草 他现在的魂缘之力已经无人能及 早就不需要再猎取任何魂兽 云叶寒失望地低下头 想着肯定赢不了他 随后就打算转身离开 这时魔君却出现在他的旁边 表示这可不像他的性格 不能这样轻易放弃 云叶寒挣脱魔君的怀抱 连忙问他自己的肉身怎么样了 他让云叶寒不要担心 自己已经安排妥当 随后眼神就看向了岳飞凡的方向 他指着御魂草兽问 云叶寒想不想要 他当然是想要 可他已经是岳飞凡的宠物 魔君却表示没有大爱 因为御魂草兽不过是被岳飞凡驯服 然后他就搂住云叶寒的腰肢 表示他能够和御魂草兽进行结合 云叶寒听到后不由惊讶地瞪大眼睛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和魂兽进行结合 魔君摸了摸他的丹海 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给的本命树 云叶寒当然记得 但却不知道里面隐藏了什么玄机 只见魔君他抱在怀里 表示自己送的东西肯定有多重惊喜 而御魂草兽听到本命树的消息 竟然朝云叶寒飞扑过来 岳飞凡以为他想要伤云叶寒 连忙让云魂草兽听话 而云魂草兽这时却不听他的指挥 让云叶寒把自己放进本命树里面 他连忙转头问魔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却伸手捂住云叶寒的眼睛 让他把御魂草兽放到本命树里面 他摸着魔君温热的手掌 决定相信他 随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此时 御魂草兽也上前 把手掌放在了云叶寒的丹海之上 随后 就直接消失在他的面前 进入到了本命树的空间里面 他看到本命树以后 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不断地围绕着本命树撒欢 而本命树看到他 也表达了喜悦的情绪 表示欢迎孩子回家 这时云叶寒发现 体内似乎有一种巨大的能量 魔君提醒以后 他才知道 自己的魂元已经满级 而魂兽空间的排名 也终于超过了岳飞凡 来到了第一名 云叶寒连忙转头看向排行榜 让他告诉自己 第一名的奖励是什么 却没想到 空间之主从排行榜里面 气冲冲地冲了出来 说他破坏了魂兽空间的规则 手掌一挥 就从天上降下天前 朝云叶寒劈来 他连忙朝旁边躲开 问空间之主到底是谁 而自己又破坏了什么规则 空间之主从半空中跳了下来 表示魂兽空间 只允许狩猎黑魂兽 质问他为什么要窃取 欲魂草兽 云叶寒听完后 指向岳飞凡 问空间之主 为什么岳飞凡能够训养 只见他直接抱住 岳飞凡的大腿 说他是自己的朋友 岳飞凡此时小声地 对空间之主表示 欲魂草兽 竟然能与云叶寒结合 那便是他的 否则魂兽空间的排行榜 就是作弊 空间之主看岳飞凡 竟然不帮自己说话 不由得大哭出声 他只能摸着空间之主的脑袋 和他讲起了道理 此时魔君的身上 却散发出了阵阵威压 问空间之主 刚才是不是说云叶寒是废物 空间之主听闻 不由得大吃一惊 没想到云叶寒 竟然是魔君的夫人 随后他的脸上 就换上了谄媚的表情 对着云叶寒 就是一顿夸奖 魔君却向他伸出了手 让他不要排马屁 赶紧把排行榜 第一的宝物拿出来 空间之主却表示 云叶寒修为上浅 害怕宝物伤了他的性命 他此时却坚定地走上前来 表示修为浅的话 再修炼就行 今天一定要把宝物给自己 空间之主也不再啰嗦 朝怀里掏了掏 随后就拿出了一只幽魂猫 云叶寒看着可爱的猫咪 不由地笑了笑 心想他哪里危险 没想到前一秒 还乖巧可爱的幽魂猫 下一秒却变成了一只凶巴巴的大老虎 一边说着自己来去自由 一边就朝着云叶寒冲了过来 而他也被老虎狠狠地击中拍飞出去 魔君见状连忙上前 查看起了他的伤势 云叶寒却表示自己没事 让他走开 自己要想办法收服幽魂猫 魔君见此挑起他的头发 说他的性格和幽魂猫非常像 随后就认真的看了看他的脸颊 表示幽魂猫适合做云叶寒的宠物 越非凡见到这一幕 也连忙来到空间之主的旁边 问起了他当初怎么收服幽魂猫 空间之主却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收服 就算使出了浑身浑力 也快压制不住了 然后他就高兴地扑到越非凡的怀里 表示自己有他就行 此时 幽魂猫重新朝云叶寒扑了过来 傲娇地表示不会当任何人的宠物 魔君手中凝聚灵力 狠狠把他甩开 表示能当云叶寒的宠物 是他的荣幸 却没想到 幽魂猫身上的伤口 竟然快速恢复 得意地向他们笑了笑 表示自己是打不伤也打不死的 云叶寒永远也别想收服自己 而魔君此时的脸色也逐渐严肃起来 就在这时 云叶寒的手伸了出去 直接抓住了幽魂猫的本体 他见状直接对他张牙舞爪的大骂 就在他想要继续骂的时候 云叶寒便出了几条小鱼竿 幽魂猫见状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就口水直流地扑到了小鱼竿上面 云叶寒摸了摸他的脑袋 他也欣然接受 一脸享受地吃着小鱼竿 最后 幽魂猫的本体缓缓消散 进入到了云叶寒的体内 在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 魔君已经过来 点了点他的鼻尖 恭喜他拥有了自己的兽灵 云叶寒听到这里 不由地朝后一看 想要看看自己有什么能力 魔君此时却搂住了他的肩膀 对他头上长出的猫耳朵 就摸了起来 而云叶寒此时也发现了 自己竟然长着一对猫咪的耳朵 魔君见他这个样子更加喜爱 对着他的尾巴就摸了起来 云叶寒一把推开魔君 自己的兽灵可不是让他摸着玩的 魔君却捧起他的脸问 不能摸兽灵的话 能不能摸他 云叶寒气鼓鼓地表示不行 并且让他不要做这些浪费时间的事情 魔君看自家媳妇嫌弃自己浪费时间 直接把他抱了起来 表示不想要在魂兽空间里面浪费时间 想要和他回家 而云叶寒却挣扎着起身 表示自己会走路 魔君宠溺地亲了亲他的脸庞 在自己面前 他可以不用走路 之后两人就朝着远处缓缓走去 这一幕看得空间之主满脸问号 随后嘴角浮现出一抹坏笑 他让岳飞凡把云叶寒他们叫回来 然后请他们去空间大殿 岳飞凡不知道空间之主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却表示只想请云叶寒喝茶 没想到岳飞凡一口拒绝 并且让他告诉自己真正的目的 而空间之主也终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看云叶寒竟然拿走自己这么多的宝贝 想要让他死 随后空间之主拉了拉岳飞凡的衣角 让他帮自己 没想到岳飞凡直接拒绝 表示自己不会欺骗别人 随后他狠狠地甩开空间之主 表示和他的友谊到此为止 空间之主连忙着急地大喊起来 表示岳飞凡不许走 伸手就在他前面布置下一个灵力屏障 却被岳飞凡随手打破 表示凭他的能力不可能拦住自己 空间之主健壮对着他就气愤地大喊 难道他们十年的情谊 还比不上一个刚认识的女人 此时岳飞凡的身前却出现了空间裂缝 转头说空间之主不守信用 为了保护宁可欺诈害人 随后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朝着空间裂缝而去 让空间之主好好反思一下 他听完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可怜兮兮地叫起了岳飞凡的名字 而岳飞凡此时也来到了浑兽空间 周围的女修看到他以后 疯狂地呐喊起来 这一幕直接把岳飞凡吓了一跳 旁边的云狂却表示 他只是一个被女人打败的小白脸 没有什么可吹捧的 随后云狂就想要和他打一架 岳飞凡却直接转身 让他想当老二的话 那么他就是老二 云狂见状直接一拳 就朝着岳飞凡打了过来 此时云叶寒却出现在他的身前 轻描淡写地接住云狂的攻击 云叶寒挡住攻击后 狠狠把云狂弹飞出去 说他无论地几名 都不会被人瞧得起 云狂此时倒在地上 看清了云叶寒的样子 起身就说 岳飞凡是空间之主的男宠 之前就是靠作弊 才长居榜首 然后他嘲讽地 看向云叶寒 问他一个新人 这么快爬上了榜首 是不是也卖身给了空间之主 听他这么说 魔君一巴掌打在云狂的脸上 让他闭上嘴巴 赶紧滚 云狂看到魔君 竟然还想挑衅他 魔君却不想和他多避避 直接就把他给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时 黄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是从空间之主的仆人那里 得到了这些消息 魔君听闻后 收起了手中的灵力 问他仆人在哪里 云狂表示 空间之主的仆人 就在空间大殿 魔君听完后 转头抱着云叶寒 就想让他和自己 一起去空间大殿 云叶寒却摇了摇头 表示轻者自轻 想要把这个事情忍一下 魔君把他的头转了过来 问他愿不愿意忍下这口气 而云叶寒却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尽快回去为好 魔君见状苦笑着摇了摇头 表示云叶寒还是不懂自己 随后他直接吻到云叶寒的唇上 捧着他的脸颊 嘴里缓缓说道 若是别的事情 也就算了 只要是诋毁他的轻欲 那么魔君就绝不能忍 此时的魂兽空间 突然裂开几道裂缝 竟然是空间之主 对云叶寒他们下达了通缉令 只要抓到他们就赏金十万 魔君冷冷地把通缉令抓到手里 自己还没去找空间之主的麻烦 他竟然自己送上门了 然后带着云叶寒 就往空间裂缝的方向飞去 而岳飞凡也想着 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断 跟着他们的身影来 没过多久 他们一起来到了空间大殿之内 空间之主岳飞凡 不由地惊喜出生 认为他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 岳飞凡却直接把他禁锢起来 表示自己是来帮云叶寒的 空间之主见状不由地大怒 岳飞凡却问起了他仆人的下落 此时旁边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只见一个中年人 缓缓地从大殿后走了出来 说自己就是空间之主的仆人 而岳飞凡肯定打不过自己 他看着突然出现的仆人 表示打不过也要打 仆人身上的气势 却直接把他弹飞出去 之前有空间之主眷顾岳飞凡 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只要岳飞凡 今天帮助云叶寒 那么就必死不疑 而云叶寒此时也来到了空间大殿之内 扶起岳飞凡让他先退下 随后转头看向了仆人 此时仆人也朝着云叶寒飞扑过来 只见他一招夺魂掌 就朝云叶寒拍击而来 他却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直接一掌就对了上去 仆人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竟然接下了自己的攻击 暗暗加了点力量 云叶寒见状惊呼一声 没想到这仆人的魂力 竟然远胜自己 就在此时 他身上的魂力却突然暴涨 把身前的仆人给击飞出去 看到这一幕 云叶寒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疑惑之色 随后他才发现 魔君此时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并且在给云叶寒输送魂力 他转头温柔地看向魔君 对他表达了谢意 自己以后会更加努力地修炼 魔君却宠溺地俯上他的脸庞 让云叶寒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无论他是强势弱 都是自己的夫人 仆人见到魔君 追问他到底是谁 他嘲讽仆人眼界不如自己的主人 竟然连自己都不认识 随后他解开空间之主的禁锢 让他给自己一个交代 直接把通缉令扔给空间之主 让他解除通缉令 他只能把通缉令缓缓撕碎 表示自己既不如人 以后都不会再为难云叶寒 随后他就一脸紧张地扶起岳飞凡 生怕他出什么事情 岳飞凡却直接甩开空间之主 表示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而摔在地上的空间之主 脚底却露出了一个印记 岳飞凡认出 这是能够增强人恶意的黑魂印 连忙上前扶起空间之主 问他的脚上 为什么会有黑魂印 他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云叶寒看见这一幕 想着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而魔君却不想管这件事情 想要直接带他离开 云叶寒却突然拉住了他 想帮空间之主去除黑魂印 魔君轻轻地 抚摸着云叶寒的脸庞 问他为什么要帮空间之主 云叶寒也握住他的手掌 认真的说 如果不是黑魂印 空间之主也不会这样 岳飞凡此时也来到魔君身前 抱拳让他帮忙 魔君见状 连忙把他扶了起来 让他不必行礼 只要是云叶寒的要求 那么魔君就一定会答应 他手中的灵力 朝着空间之主的脚底汇聚 没过一会 黑魂印就缓缓消失 岳飞凡上前扶住空间之主 对云叶寒他们表达了感谢 抬头却并没有看到两人的身影 此时云叶寒已经拉着魔君 走出了空间大殿 直接对着他就壁动起来 云叶寒问他 是不是想要留下来当电灯泡 魔君直接环绕上云叶寒的腰肢 把他给反臂动了起来 他的脸颊凑到云叶寒的旁边 表示只要有他在 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当电灯泡 魔君这就要亲上云叶寒了 突然他直挺挺地晕过去 魔君这才恍然大悟 感情自家媳妇在浑兽空间待得太久 得赶紧魂体合一 不然就麻烦了 立马准备把云叶寒带出浑兽空间 就在这结果眼上 被魔族附身的冷清月突然冒出来 原来在千年前 魔君为了云叶寒 就把他给困了起来 现在倒好 杀了冷清月这个替身 让他无家可归 于是他决定给魔君点颜色瞧瞧 魔君直接就甩手把他撂倒 然后伸手一挥 就打开了空间裂缝 带着云叶寒走了进去 冷清月瞪大了眼睛 看着两人离开的身影 随后他就反应了过来 原来魔君 现在已经彻底记不清往事 于是 他马上给魔界发了个紧急救援的信号 魔君回到家这才发现 云叶寒的肉身竟然没了 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灵魂 魔君在心底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他救活 然后满脸温柔地跟云叶寒道歉 默默拉开了他身上的衣服 魔君不停地往云叶寒的灵体上 输送着灵力 他的灵魂肉眼可见地恢复过来 魔君这时 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醒来的云叶寒发现 自己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扒拉下去一半 而魔君正坐在自己的背后 他认为 魔君对自己干了什么不道德的事 连忙拉过床单盖在自己的身上 随后指责魔君不守规矩 他却是笑眯眯地 摸着云叶寒的脑袋 还出言调戏 他一时间恼了 抬手就要扇魔君一耳瓜子 可是手到了半空 却发现他的嘴角有一丝血迹 立马观星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魔君简单地说了句 没什么大事 然后反复道歉 对不起 把你的肉体整丢了 云叶寒这才明白过来 此刻的自己是个灵体 魔君让他别担心 自己已经给他输送了灵力 随后打开了空间通道 搂着他回到了寿魂空间 打算先把云叶寒的灵魂体保住再说 两人来到空间大殿 魔君招呼空间之主 结果下一秒 空间之主和岳飞凡 却被捆着 整整齐齐地丢了出来 然后冷清月的身影 就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云叶寒惊讶地发现 来人竟是自己的表姐 但是他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他记得清清楚楚 表姐早挂了 那么 这位到底是什么人 这时候就听到空间之主 和岳飞凡喊着赶快跑 这会是魔族的冷清月 在寿魂空间内 他就是无敌的存在 冷清月此时也不和众人废话 直接挥手 就朝云叶寒他们打来一道攻击 魔君一步上前 先挡住了冷清月的进攻 然后一个闪现来到他的面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逼问云叶寒的肉体在哪 冷清月这次倒挺老实 直说他把云叶寒的肉身 扔到了恶鬼之屋里 就是怕魔君没命取回去 说完 他身上就冒起了一圈圈紫色的火光 魔君老瞧见着紫色的火苗 稍微愣了一下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使用鬼火 说到这 冷清月更加得意了 他告诉魔君 魔界的鬼族已经背叛了他 而他的力量就出自魔界 要是这些魔族都背叛了魔君 那他的力量就得完完 魔君却冷笑了一声 魔界的魔族千千万 怎么可能说背叛就背叛 想要用这点破事 来搞垮自己的实力 简直是胡扯 说着 魔君又朝着冷清月冲了过去 冷清月扔出一缕 带着骷髅头的鬼火 云夜寒眼看魔君就要伤在这一招之下 赶紧挡在了他的面前 把那骷髅头给打得稀烂 云夜寒心里纳闷 魔君这么厉害的人 怎么连一个小小冷清月也对付不了 这时的冷清月却乐坏了 他告诉云夜寒 魔君为了保住他的灵魂 多把一半的功力都用完了 所以 冷清月特别自信 魔君肯定赢不了自己 魔君也不在乎 因为他知道 就算自己现在功力大损 后面还有个云夜寒 看来这一回 还得靠他来帮自己摆平 魔君把手搭在云夜寒的腰上 不停地给他输送着灵力 稳住他的灵体 不过他自己却越来越弱 云夜寒看着魔君摇摇晃晃的模样 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心疼 这一幕看得冷清月咬牙切齿 不知道为什么 魔君愿意为云夜寒这样做 而他此时身上充满了能量 魔君却虚弱地倒了下去 云夜寒看到这一幕 连忙把魔君给扶住 他却对着云夜寒轻声而语 这次需要夫人的保护了 魔君却让他放宽心 接纳他和自己的力量 然后 云夜寒就感觉到了 随着两个人吻得越来越深情 他仿佛置身于一棵大树下 等他重新回到现实的时候 已经能随心所欲地掌握魔君的力量 他想不到魔君的力量这么奇特 有了这股力量 云夜寒的腰板也直了 他再次要求冷清月带自己去恶鬼之屋 这时候 冷清月看见他的力量这么旺盛 知道自己现在肯定打不赢他 甚至想悄悄逃走 云夜寒又怎么会让他得逞 往前射出一道灵力 一下子就把冷清月给击飞了出去 这时候他也明白 自己想要走是不可能了 他用嘴边的血迹 在地上画了个古怪的图案 随着一道红光闪烁 冷清月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站在了名为恶鬼之屋的地方 恶鬼之屋 一个人进去就别想出来 进去了 就做好永远出不来的准备 云夜寒没有犹豫 直接走进了恶鬼之屋 成为第1086位 拜访恶鬼之屋的勇敢者 他来到了屋子的大殿内 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被捆绑的肉体 他刚想上前 无数语剑从天而降 硬是把他逼退到了角落 云夜寒大声喊叫 希望有人能出来与他对打 这时 一个皮肤有黑 满身是弓箭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告诉云夜寒 现在他有了魔君的力量 自己和部下 肯定不会跟着力量硬碰硬 但是作为鬼族 他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们怕遇到鬼 一定是因为自己干了坏事 因为鬼族有一种本事 可以把人的邪恶欲望无限放大 直到自己 被自己的邪念吞噬 这就是鬼族的必杀技 但是对云夜寒而言 这些都是雕虫小技 实际就是精神攻击类的技能 所以 云夜寒很快就破解了男人的招式 他看自己的精神攻击不管用 指着云夜寒就质问起来 他明明做了这么多的恶 为什么没有被黑暗吞噬 云夜寒却表示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心 随后手里凝聚起了灵力 朝着鬼族的方向攻击而去 他见自己的手段不管用 赶紧换策略 带着自己的手下去 躲到云夜寒的肉身后面 尽管云夜寒在攻击时 小心翼翼 想避开自己的身子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他最终还是伤害到了自己的肉身 云夜寒看到这一幕 大喊一声糟糕 随后灵魂就融入了肉身内 此时魔君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看见他受伤以后很难过 也很内疚 但更多的是恐惧 他害怕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 惹过的人 会给云夜寒带来麻烦 如果真的是这样 魔君宁愿离开他 只是为了不拖累他 而云夜寒直接吻上了他的嘴唇 离开魔君 这时云夜寒 他们重新回到了空间大殿 周围却犹如地震般 强烈地震动起来 空间之主告诉他们 是刚才的恶鬼 开启了自理的空间自毁装置 这里马上就要闹翻天了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大殿内立刻尘土飞扬 墙面纷纷坍塌下来 眼看着就要砸到云夜寒 还好魔君反应迅速 把他搂进怀里 用壮士的后背 帮他挡住了那些石头 不过自己也被砸得不轻 魔君赶紧打开传送通道 带着众人来到了云府 空间之主第一次踏足世间 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 他没想到 寿魂空间外的世界 原来那么美 寿魂空间外的东西 全都是新鲜玩意 他和岳飞凡像是 流老老进了大官员 什么都想看看 什么都想了解一下 云夜寒本来还担心他们 会不适应现在的环境 没想到自己瞎操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 云阳来报 圣云宗把云家家主带走了 两人都感觉有些不正常 把一个小家族的家主带走 随后魔君就想到了 会不会和寓言师有关 随后云夜寒就把岳飞凡两人 托付给了云阳 他和魔君却朝着 圣云宗的方向飞去 等他们到达圣云宗附近 发现里面全都是僵尸 心里虽然惊慌失措 但是眼下 他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要紧 云夜寒来到圣云宗门口 冲着值班的弟子 询问起自己父亲的下落 可是值班弟子却表示 宗主已经翘首已判多时 最后 他们在一个像棋盘式的平台上 看见了宗主 云夜寒问他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父亲带走 宗主却摆出一幅新图 和他解释了起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云夜寒的命格非常好 而他的父亲 注定要为国家献身 云夜寒却不愿意听他瞎扯 一拳就朝宗主打去 但是令他惊讶的是 自己的拳头 竟然穿透了宗主的身体 随后就听他 介绍自己是预言师 云夜寒是杀不死自己的 他却不信这个邪 伸手就想去抓宗主的头 结果这一抓 却直接把他的脑袋给摘了下来 宗主虽然脑袋没了 但身体却还站得稳稳的 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他手里拿着那颗脑袋 居然还在说话 云夜寒吓得松开了手 宗主的脑袋又飞回到了身子上 一点缝都没有 宗主看出来他被吓坏了 宗主告诉他 与其怕自己 还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对付那些即将出现的敌人 宗主说的敌人 就是云夜寒来的时候 看到的那帮僵尸 眼看僵尸大军就要冲进来了 而宗主还在这里搞着祭祀 准备抵挡这场浩劫 宗主说完 就把祭坛录了出来 祭坛上躺着的 正是云夜寒的亲爹 云夜寒冲过去抱住爹爹 轻轻呼唤 随后他就看到云家家主 睁开了星红的眼睛 嘶吼着 就朝自己抓了过来 还好魔军反应及时 他才避免了 被自己的亲爹抓伤 云夜寒火冒三丈地质问宗主 他究竟对自家老爹干了什么事 宗主倒是回答得坦然 他们从不乱杀人 只不过是把云夜寒的老爹 练成了一具僵尸之王 抵挡这场僵尸大潮 宗主话音未落 一波又一波的僵尸 涌进了屋内 对着屋子里的人乱抓乱咬 魔军赶忙把云夜寒抱起来 拼命躲闪 过了一会 这些僵尸突然变得整整齐齐 朝着一个方向 一边磕头 一边叫着参见爹爹 原来是云家家主醒了过来 云夜寒见状 连忙上前 寻他有没有事情 云家家主却让他变成僵尸 吓得他朝后退去 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 这时云家家主却突然上前 把云夜寒给推进了尸巢里面 随后周围的僵尸 就把他团团围住 魔军见状 上前把他一把扶了起来 让他发动火灵 因为僵尸最害怕火 果然 火灵一开 屋子里的僵尸 吓得东逃西窜 基本全烧没了 云家家主看到这一幕 直接冲进了那一片火海 这可把云夜寒急坏了 魔军赶紧慰藉 并保证自己 一定会把老丈人 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安慰好了云夜寒 他也马不停蹄地冲进了火海 这时候最紧张的 肯定就是云夜寒 偏偏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进入火海的魔军 已经来到了云家家主的面前 他朝着 魔军就冲了过来 想让他也加入僵尸大军 魔军扯下身上的斗篷 就朝着他抛去 云家家主还想挣扎 却被魔军一拳 给轰进了斗篷里面 把他捆得严严实实 强行带走 说实话 在这么做的时候 魔军心里那是一顿瞎紧张 这位可是自家老丈人 刚刚那一拳 是不是打得有点狠 等他扛着云家家主 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混沌珠和寻宝阳 竟然在外面 原来是混沌珠 感觉到了云夜寒有危险 所以就想要过来救他 没想到他却突然放火 所以找不到云夜寒的身影 这时他也跑了过来 抱住魔军就问他 有没有事情 此时 混沌珠和寻宝阳 却说漏了嘴 把自己过来寻宝的消息 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是冲着 定魂珠来的 只要得到这件宝物 那么就相当于 拥有了自己的不死军团 而这件宝物 也能够帮助云家家主 恢复人生 随后众人 就一起来到了 一扇大门的前面 出乎意料的是 宗主这时 居然从里面出来 嘴上说 要去给大家收尸 结果看人 都安然无恙 心里虽然挺惊讶 但却不慌张 毕竟真正的万师之祖 还得等半夜十二点 才能练成 而现在就是十二点 宗主话音刚落 就看见云叶寒的父亲 又爬了出来 直接朝着云叶寒 就扑了过来 魔军见到这一幕 就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一群僵尸 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云叶寒见到这一幕 本想把自己的父亲打晕 宗主就用定魂珠 控制起了僵尸的行动 云家家主 直接就咬在了他的胳膊上 魔军见此 直接瞪大了眼睛 而云叶寒此时 觉得全身酸软无力 直挺挺地朝地上倒去 魔军立即冲过来 把他扶住 云家家主还想趁机偷袭 魔军嘴里却捣鼓起神秘咒语 直接让宗主手中的定魂珠 当场破裂 不仅云家家主恢复了正常 一群僵尸的身影 也缓缓消散 宗主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惊讶出声 魔界的鬼族 明明背叛了魔军 狮巢都有自己控制 他不知道 魔军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力量 魔军冷笑一声 这宗主还跟他装傻 其实魔界的力量是源于他 而他也想起来过去的一切 天地初开之时 有神魔之分 天空之子统领神界 大地之子统领魔界 大地之子因为统治有方 所以被万魔奉为魔尊 有一天 魔尊去天界参加聚会 碰巧遇上了一位叫做洛女的女神 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 立马对洛女一见倾心 可他却不知道 这一幕被躲在背后的神皇 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他和魔尊的护卫 也就是魔王勾结 等魔尊回到魔界 魔王就绑了洛女 逼他交出自己的权柄 为了救自己的心上之人 魔尊最终把权柄交给了魔王 而魔界从此是他为背叛者 一时间 魔尊重叛亲离 所有人都恨不得撕了他 没想到 魔王却背信弃义 最后还是把洛女给杀死 在洛女的灵魂即将转世的时候 魔尊和他缔结了血气 无论在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 只要洛女用自己的鲜血召唤 那么他就会保护洛女 永世不离 魔王担心魔尊会报复自己 所以把他的这段记忆封印 为了以防万一 又请神皇给魔尊植入了一些虚假的记忆 并将他困在死亡境地的一块石头中 直到云叶寒用鲜血把他唤醒 他才知道自己是魔尊 功名记 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 自己的记忆到底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唯独保护云叶寒这件事可以肯定 而现在 圣云宗宗主居然敢对他动手 自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宗主此事已经吓傻了 表示自己不是魔王 只是一个小小的神族 随后就想要转身逃跑 魔君才不管这些 他只知道 云叶寒被欺负 无论是神是魔都照杀不误 随后他运转起灵力 穿过了宗主的身体 而宗主快死了 还在嘲讽 表示神族以保护人间为己任 魔君才是导致僵尸入侵人间的罪魁祸首 他却根本不想听宗主胡扯 直接一脚 就把他的脑袋踩爆 而此时云叶寒也醒了过来 随后他就想起 自己被咬的事情 一把推开了魔君 怕自己等一下变成僵尸伤害到他 魔君却搂住了他的腰肢 就算云叶寒变成僵尸 也别想远离自己 魔尊抬手挥出一缕威风 随后让逆长生回过头看看 他一回头就愣在了原地 只见云叶寒的身上 正不断地散发寒气 而本命树正在吸收他身上的寒气 要不是魔尊把本命树给他 说不定这回他已经挂了 在云叶寒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魔尊已经上前拉住了他的小手 这一幕让云叶寒当场脑子一片空白 脸上也泛起了红韵 魔尊表示云叶寒天生体弱 还要天天守着仙术 费尽又费力 他只能自己找乐子 把这当做生活 还指责逆长生 作为云叶寒的哥哥 竟然没看出他的生命正在枯竭 逆长生当场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然后拉着云叶寒的手道歉 作为哥哥 竟然还不如个外人 关心自己妹妹 随后他转头看向一旁的魔尊 这本命术可是魔戒内丹 就算是魔尊没了这内丹 也会变成软脚下 问他这么随便把本命术送给云叶寒 是不是看上了他 他表示自己就是魔尊 但喜欢二字 实在没法形容自己 对云叶寒的感情 他转过身捧着云叶寒的脸 表示想永远陪在他身边保护他 问他愿不愿意 云叶寒一头钻进他怀里 此时无声胜有声 逆长生一看这个场面 心里就踏实了 他真是有福气 他转身准备离开 想要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云叶寒看到后 连忙问他要去干什么 逆长生表示自己要去人间 当个灵犬主人 换一个方式保护他 让他享用灵草时 就去找自己 云叶寒却怕他去了人间以后 会忘记自己 逆长生却表示自己 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妹妹 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旁边有一株灵花正在看着他们 就像一面镜子 把眼前的一切都映入镜面 原来是神皇在背后偷窥他们 这时他发现了魔尊的弱点 就是云叶寒 而此时 他已经没有了本命术 神皇就想要和魔王合作 联手把魔尊搞垮 时间线回到现在 这时云叶寒也知道了 魔君当年为什么会输给魔王和神皇 因为他把自己的本命术 给了云叶寒 魔君安慰他 那时候 自己还不够厉害 表示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自己现在完全有能力保护他 然后魔君就向云叶寒正式告白 两人的双唇 也稳在了一起 旁边的一株灵花 却突然展开 紧紧地盯着两人 偷窥的神皇手里的扇子一盖 啪的一声 嘲笑魔君一点记性都不长 然后打算顾忌重施 利用云叶寒给他的教训 神皇吩咐站在旁边的魔王 现在应该让妖族出点力了 魔王表示 早就准备好了 揭开旁边的帘子 一个皮肤发蓝的老太太 从里面走了出来 魔王拿出云叶寒的画像 放在老太太的面前 问他是不是只要有目标 就能变成画像上的模样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眼前的老太太 已经变成了云叶寒的样子 笑着解答了魔王的疑惑 确实是这么回事 此刻云叶寒和魔君 正相依在相思树的下面 魔君打句说 天界的灵草好吃得不得了 以后他的嘴巴可就有福气了 云叶寒却摇起了头 让魔君以后 别把什么灵草都给自己 他不想吃这些东西 魔君愣了一下子 然后手往云叶寒脸上 捏了捏表示不幸 调侃他神色这么冷淡 还不贪吃灵草 是不是假的云叶寒 他扑上去抱住魔君 和他开玩笑说自己 才不是云叶寒 而是想把他噎死的坏蛋 说着 就从魔君手里抢过灵草 塞进他的嘴里 两人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云叶寒傲地表示 魔君把本命术交给了自己 多吃点灵草 对修炼肯定有益处 魔君从背后抱住他 然后就从自己的体内 拿出了一棵本命术 表示 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自己都可以保护云叶寒 他扭头看向身后的魔君 没想到他现在的本命术 竟然就是相思术 魔君解释相思术的厉害 只要有相思的力量 就能无限增加 他轻轻划过云叶寒的头发 现在他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 他觉得 魔君是故意安慰自己的 有点半信半疑 只见他淘气地 拿着相思术 去碰云叶寒的下巴 然后两人又闹腾开了 突然只听砰的一声 神皇突然出现在了魔君的前面 等他转身的时候 却发现 叶云寒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四周一片空荡荡 一个声音响起 只见云叶寒正摔在身后的不远处 魔君赶紧上前 把他扶了起来 他却表示自己 刚刚和神皇交了手 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一边说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想要引起魔君的注意 一边从身后拿出了一把匕首 直接朝着魔君的身体 狠狠地捅了过去 原本以为魔君 就要被假的云叶寒偷袭 等两人分开以后 却发现 云叶寒的胸口 正插着一柄匕首 而他的容貌 也变回了妖族的老太太 他嘲笑魔君 居然下手这么狠 看来云叶寒对他 也不是特别重要 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就动手了 万一认错的话 死的就是云叶寒 魔君却冷笑着表示 绝不会弄错 自己绝对不会 把云叶寒认错 抬手就把眼前的妖族 斩杀当场 骂对方不配变成云叶寒 后面的灵花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躲起来 合上了花瓣 魔君却没打算饶过他们 把那群花连根拔起 表示以后再敢这么骗人 就是自寻死路 神皇躲在树后看热闹 随后把云叶寒带了出来 还拿起一把剑 朝着魔君做出威胁的动作 打算用功名记的命 去交换他的命 魔君长叹一口气 往旁边一躲 声称这回可不答应他们 神皇看到这一幕 不由一愣 魔君居然没有答应自己的条件 原来神皇抓住的云叶寒是假的 他听到立马回头 发现云叶寒已经不见了身影 而此时一张大网 却向他笼罩过来 而云叶寒 拿着大网的另一边缓缓走了出来 神皇挠破脑袋也弄不清楚 他的灵力绳一旦缠住 那就是魔君也别想挣脱 而云叶寒却是轻轻松松就解开了 原来从头到尾 云叶寒就没被他那破绳子的捆住过 云叶寒早早地 就把护体绝灵罩穿上了身 灵力绳自然被弹了回去 神皇差点没晕过去 没想到有人把护体绝灵罩穿在身上 云叶寒嘲笑他这神界至尊的护卫 智商却没高到美去 只见他一只脚踩在神皇的肩膀上 让他不要用同样的招数对付自己两次 随后转向魔君咧嘴一笑 把神皇塞到了他的手中 只见魔君拔出手中的剑 他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想害云叶寒的家伙 随后就朝着灵力大网狠狠地刺了进去 一团团鲜血也浮现了出来 此时空中乌云密布 原来是魔王带着魔族赶了过来 魔君立马上前抱住云叶寒 他清楚 这肯定是魔族的能量被解封了 此时的魔族一个个功力大涨 浑身散发着惊人的魔气 魔王眼珠子通红 看向魔君他们 想要把他们斩杀当场 魔王一脚就要踩过来 魔君护住云叶寒 让他注意点 对手就跟大山似的 围在他们周围支起了阵 想要让魔君尝尝 被自家人的反攻的滋味 众魔族都抬起了脚 朝着他们的方向 就狠狠地踩了下来 魔君带着云叶寒 就飞到半空中 让他们踩到了自己的同伴 一瞬间 众魔族疼地嗷嗷叫唤 云叶寒却很纳闷 明明是魔王陷害魔君 夺走了权力 为什么最后魔族 却认为魔君是叛徒 他宠溺地摸着云叶寒的脸 夸他聪明 自己都没想到这啥 而想要知道所有的秘密 那么就只有拿回魔王头上的王冠 两人一和解 就有了主意 云叶寒假装推开魔君 还说自己不想跟他死在这里 只见魔君脸色难看 浑身散发着一股股能量 把旁边的魔王他们都吓得不轻 最后他让云叶寒 不想和自己一起死的话就离开 而自己转身走向魔王 让对方随便处置 还求对方发话 送云叶寒回家 魔王得意洋洋地嘲笑 没想到魔君也有落魄的时候 回头 让其他魔族兄 送云叶寒返回人间 魔君此时的嘴角 却挂起了一抹冷笑 如同闪电般出手 一把摘走了魔王头上的王冠 魔王看到这一幕 气得蹊跷生烟 魔君竟然敢骗自己 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魔君已经把那顶闪亮亮的王冠 带在自己的头上 周围的魔族都傻了眼 一个个魔力尽失 又变回了原本的样子 而一部分魔族 看到魔君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柄 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认为魔君没有抛弃他们 然后纷纷朝着他的方向 就跪拜了下去 云叶寒看到这一幕 心里却是疑惑起来 为什么魔族 对于魔君的态度变化会这么大 此时 一个魔族小孩 却恐惧地看着云叶寒 认为他是蛊惑魔君的妖女 只要他还在 那么魔君就会重新抛弃魔族 旁边的众魔听到这句话 也开始议论纷纷 认为魔君心中已经没有了魔族 只要他再次主动交出权柄 那么魔族还会受到天罚 魔王看到这一幕 想劝服众人 功名既不配当魔君 希望大家一起弄死他 云叶寒一脸疑惑地看向魔君 问他为什么从没告诉过自己 魔族遭受苦难的事情 只见魔君笑了笑 竟然搂过云叶寒 把那顶王冠 往他的脑袋上一放 魔君告诉他 戴上就能明白一切 云叶寒一肚子疑问 怎么突然让自己戴这个玩意 众人以为天罚又要来了 吓得直发抖 可等啊等啊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屁事都没有 大火全看出来了 好像哪里不对劲 好奇这次魔君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 为什么还没有天罚 云叶寒恍然大悟 只是笑了笑 他告诉大火 这天罚就是个花架子 全都是魔王用来吓唬人的 大火听了真相 全都火冒三丈 原来魔王竟然用假的天罚来整他们 后悔自己竟然信了这种破绽百出的鬼话 魔王吓得屁滚尿流 准备开溜 路上还抓了刚才乱嚷嚷的魔族小孩 魔王用小孩威胁魔君 小孩的妈妈也跪在地上 求他救救自己的孩子 魔王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要让魔君命令魔族撤到千里之外 一个时辰后就放了小孩 只见魔君搂住了云叶寒 微笑着拒绝了他的要求 魔王被他的回答下得直哆嗦 用魔族首领的身份威胁他 保护和带领魔族是魔君的义务 魔君却表示 他更想把伤害云叶寒的魔王给宰了 他一听这话愣在了原地 眼看魔王就要用刀子捅进小孩的脖子 准备用一命换一命 这使魔君抄起长剑刺向了他 啪的一声传出 魔王手里的短剑被旁边的云叶寒直接击碎 而魔君的剑却刺进了他的胸口 小孩掉在一边 庆幸自己没死 哭得嗓子都哑了 他的妈妈看到这一幕 连忙对着魔君就开始表忠心 表示魔族永远都只有一位魔尊 魔族的人纷纷朝着他们磕头 求他们俩原谅之前的错 魔君和云叶寒相识一笑 他蹲下身子 摸着小孩的脑袋 安慰对方 这几年过得肯定不容易 站起身后 又把王冠往魔君的头上一带 随后挺起胸膛 向魔族众人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让魔君冷落他们 更别说把权柄随便丢给别人 魔族众人兴高采烈地喊召 魔君万岁 夫人万岁 喜滋滋地将他们俩抛向天空 在欢呼声中 旁边的魔王一把掏出自己的心脏 表示魔君既然夺走了自己的权利和荣耀 那么自己死也不会放过他 说着就捏碎了手中的心脏 想要把魔君他们送到妖族净土 随着一阵妖气弥漫在空气中 两人颤抖地伸出手握住了对方 云叶寒在功名记怀里醒来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问魔君这里是什么地方 原来这里就是妖界 号称神魔两族的禁地 就连魔君都没来过 二人商量着 要一起探探这妖界 有什么奇妙之处 只见有一滩紫黑的 像泥土一样的玩意 朝他们冲过来 云叶寒心里咯噔一下 感觉到了满满的恐惧 魔君赶紧解释道 妖族和其他魔界生物不一样 这妖族可不受咱们魔君管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属于魔界一族 还天生自带妖气 只见那妖物 瞪着周围的魔族 吓得魔族的人四散奔逃 其中一人吓得腿都软了 那妖物便一口咬住他 众人看到这一幕 惊慌失措地大叫救命 云叶寒问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谁知竟惹怒了眼前的妖族 浑身散发出强大的压迫感 魔君背后 突然有人吐血倒地 回头一看 竟然是被活活吓死的 妖气能让其他种族闻风丧胆 产生巨大的压迫感 所以搞定妖气 就是他们的第一关 云叶寒一听 就感觉非常刺激 转身就往那妖物身上砍去 魔君看到这一幕 摸着他的头就表扬起来 现在他变得这么强 自己现在都没法保护他了 云叶寒听闻 开玩笑地让魔君去找个弱女子保护 他尴尬地笑了笑 说他这事 变着法子调皮 然后趁机表白 自从遇见云叶寒 别的妹子可是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于是 两人你浓我浓地 便热吻在一起 却被一声淒厉的惨叫声给打断 原来是有个妹子 被妖物给抓走了 云叶寒让妖物放开那姑娘 愣是没把妖物放在眼里 妖物一看吓得屁滚尿流 心想他怎么不怕自己的妖气 还是赶紧跑路再说 救下的这位可怜妹妹叫妖月 身为一个刚成年的妖族 他的爹妈正打算把他送给妖将大人 其料半路上就被这妖兵给绑架了 云叶寒他身上怎么没妖气 魔君解答道 妖族中的妹子跟哥们可不一样 妹子们是靠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 因此身上没有妖气 年纪大了的话就会净化出易容的能力 以此来继续取悦妖族的男性 至于怎么处理这个妹子 咱们魔族可是有规矩的 话说一半 他突然停住了 看着眼前的妖族女子越来越顺眼 说什么都不能让他被妖将糟蹋了 打算带他一起走 他们仨一块在路上走着 云叶寒问妖将和妖兵到底哪里不一样 妖月解释道 妖族的等级分为妖王 妖将妖兵三种 妖兵也就敢凭借妖气 吓唬偶闯入的人 那妖将可厉害了 骨骼外化 还长着羽翅 那就一个凶猛异常 魔君听完后 对着妖月就夸奖了起来 云叶寒却表示 妖月本来就是妖族 知道这些是非常合理的 功名记敲了敲云叶寒的脑袋 问他是不是吃醋了 这时 几个妖兵站在他们跟前 居然让他们交出妖月 妖月赶紧抓住魔君 可怜兮兮地哭诉 他可不想被带走 魔君答应过要救他 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云叶寒砍了妖兵一刀 歪头让魔君发表意见 别带上自己 妖月装出弱不禁风的样子 问云叶寒为什么讨厌自己 这时 一个妖将晃晃悠悠 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眼瞅着妖将就要攻击云叶寒 紧要关头 他启动本命术 妖将召唤出妖兵 想妨碍云叶寒 云叶寒一时间 被妖兵围困在其中 妖将威胁魔君放了妖月 否则就让妖王来收拾他们 魔君用力掐住他的脖子 就在这时候 一个妖兵朝妖月冲过去 心想这下可力功了 魔君赶紧松开抓住的妖将 转身去救妖月 妖将展开锋利的羽翼刺向魔君 关键时刻 妖月帮他挡住了伤害 魔君见此直接拔出剑 干脆利落地干掉了妖将 紧张地上去查探妖月的伤势 还抱着妖月不放 妖月回头竟望向了 站在后面的云叶寒 心里暗自得意 看来他成功抢走了魔君的心 云叶寒这时也看出了不对劲 这妖月估计会妖术 于是就建议魔君把他送回老家 妖月又开始哭哭啼啼 质问云叶寒 为什么要赶自己走 而魔君此时帮着妖月说起了好话 想要带着他继续走 这一幕让旁边的妖月得意起来 而云叶寒却愣在了原地 没想到魔君转头 就把妖后的令牌拿了出来 表示只有带着妖月 才能进入妖王府 他发现自己妖间的妖牌不见了踪影 当即反应过来 自己被魔君给耍了 魔君看着怀里的云叶寒 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 都怪自己保护得不到位 才会让他受伤 可这时候 云叶寒却想的是 都怪自己还不够强 所以一直给魔君添堵 他拿出一根绳子 让魔君把自己捆起来 他被僵尸咬了 随时都可能变成僵尸 他不想害人 这是自己唯一能跟魔君待在一起的理由 魔君看云叶寒 拿出个破绳子 一副决绝的样子 他突然笑了起来 原来自己的婆娘 还有这种爱好 躺在肩上 打算回家大展身手 云叶寒这时 才发现不对劲 魔君憋住笑 说他根本没变僵尸 而且云家家主也恢复了正常 这下他才知道 自己还活着 如果真是被僵尸咬了 他不可能挺这么久的 可这究竟怎么回事 魔君到底是 怎么把他们救下来的 魔君只是淡淡一笑 也许是为了救心爱的云叶寒 他激发了什么潜能 他扛着夫人 转身准备潇洒离去 然而就在这时 麻烦找上门了 一个蓝毛金眼睛 身穿黑袍子的家伙 从天而降 当他看到那个所谓的 宗主大人的尸体时 立马怒火冲天 质问魔君夫妇二人 对此 魔君承认得坦荡荡 表示自己 给圣云宗除了个祸害 还灭了那些丧尸 圣云宗应该感激自己才对 而且这种 把活人炼成僵尸的邪术 就不该在这世上存在 男人听完 却没有任何感激的神色 在他看来 这就像舍小我为大家的道理 舍弃云叶寒的父亲 却救了圣云宗上下 可就是因为魔君他们 他的恩人没了 计划也泡汤了 为了报答恩人的恩情 这家伙决定 亲自送他们上天堂 云叶寒也从魔君肩膀上 爬了下来 看眼前之人不讲道理 他心里那个憋屈 自己的父亲都被人设计陷害 现在他爹回来了 他本来也没打算追究 可是现在 他改变主意了 他得给自己的爹爹讨个说法 本命术启动 云叶寒提着宝剑 直奔男人 却没想到 他一脚就踏进了阵法里面 顿时情况急转直下 他当即陷入了 圣云宗弟子的围攻 男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的大笑出声 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对此 云叶寒只是冷冷地笑了笑 谁说自己这边就俩人 混沌珠和寻宝这时候 也按捺不住了 他们最喜欢这种虐猜的感觉 以前遇到的对手 大部分都很强 他们只能在边上看着 可现在这些货色 他们觉得自己又行了 于是在两兽的配合下 圣云宗弟子很快跪地求饶 云叶寒的剑也快捅到男人脸上 眼看一切似乎就要尘埃落定 只见男人眼急手快 用两根手指 轻松夹住了云叶寒的剑尖 嘴里还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让他好好看看周围 他转身向着身后看去 却发现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一片坟场 此时魔君却缓缓走到一个洞口前面 里面的阴气几乎凝成了实质 还没等他多想 大量的僵尸 就从山洞里面冲了出来 他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原来圣云宗才是僵尸的发源地 而眼前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师族首领 此时男人 把自己的披风扔到地上 露出了自己原本的模样 他打算让众人认识一下 真正的圣云宗宗主 是什么样子 一大波僵尸在男人的召唤下 从地洞里杀了出来 混沌珠他们一看情况不对 急忙蹦起来 想保护云叶寒 结果俩祸在半空中撞一块去了 随后两个神器为了推卸责任 在旁边就开启了对骂模式 可云叶寒哪有空听他们废话 随手就拎起他们来了 他这才发现 那些丧尸压根就不打算攻击自己 而是在旁边手舞足蹈地跳起了舞 看着这让人笑喷的舞蹈 两个神器心里不禁开始犯嘀咕 难道这些僵尸们 是想用文艺表演求饶 下一秒 一道炫目的红光 从丧尸堆里射了出来 这时候 魔君才醒悟过来 这些丧尸 刚才不是在跳舞 而是在摆镇 可惜现在醒悟 似乎已经晚了 男人被丧尸们围在中心 把眼前的丧尸 跟自己融为一体 变成了一只丧尸王 站在众人的眼前 两个神器健壮 立马改变主意 告诉主人快跑 丧尸王举起大手 就拍向了云叶寒他们 他毫不畏惧 一掌灰去 就把丧尸王的胳膊斩断 在自己眼里 这个丧尸王才应该逃命 不过 他虽然壮志满满 但双方力量差距实在太大 没过多久 他就被丧尸王一巴掌 就给拍飞出去 这个时候 魔君连忙来到他的身边 接住了云叶寒的身体 魔君告诉他 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 两人 虽然活在两个身体里面 但灵魂早已是一个人 云叶寒还在奇怪他 为什么这么说 魔君却已经拉住他的小手 随后两只手 就食指相扣在一起 紧接着 他们身上就涌现出一股能量 而手中也多了一柄 光滑四翼的长剑 相拥在一起的两人 身上涌现出奇异的能量 随后缓缓飞起 朝着丧尸王的方向 就狠狠地撞了过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两人都感受到了 对方对自己的心意 对于对方的爱意 再也隐藏不住 两人就在空中 稳在了一起 随着两人的身体 逐渐融合在一起 强烈的光芒 充斥了整个山洞的空间 丧尸王看到这一幕 眼神中流露出 不敢置信的神色 原来魔君他们施展的是 失传已久的合体计 相传 只有灵魂护容的两人 才能够施展 丧尸王颤抖地 伸出自己的手掌 再碰到光芒的一瞬间 他的身躯 却直接缓缓消散开来 而云叶涵两人此时 也缓缓分开 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 直到落地的那一刻 云叶涵才敢确定 他们真的胜利了 魔君摸着他的小脑袋 感觉他有点不相信自己 原来云叶涵并不是 不相信魔君 而是不相信自己 在他看来 两个人的灵魂想要结合 没有这么简单 魔君表示 并不赞同这个说法 在他眼里 两人之间的感情深沉 是那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那种爱 就在这时 混沌珠他们把云家家主抬了过来 云叶涵赶紧跑上去查看 此时云家家主也已经醒了过来 只是说起发生的事 他却一点记忆都没有 还以为自家现在厉害了 靠上了圣云宗这条大腿 旁边的魔君 好心给他上起了课 神族有坏人 魔族也有好人 以后碰见人 让他多留点心眼 他这么说的原因 就是看着云叶涵 真是辛苦得很 一直都在提心吊胆地担心自己的父亲 然后云家家主才恍恍惚惚明白过来 自己好像惹了大麻烦 魔君却表示没事 只要有自己在 就算他惹出事情也没有关系 这时候云叶涵急得团团转 既然两人已经灵魂互融 那么他想要了解魔君的过去 魔君这时候意外地没拒绝 打开了通往魔界的传送门 随后 他牵着云叶涵的小手 朝着传送门就走了进去 想要让他知道所有的事情 云叶涵他们穿过传送门 看到的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尽头 是个高高在上的宝座 周围似乎什么人都没有 魔君心知肚明 这些人都只是想装一挥而已 只见他大手一挥 周围就出现了一个个魔族的身影 那位曾经在魔界混日子的魔王 此刻正坐在上面 看到魔君回来 魔王忍不住开始嘲讽他 结果他刚打算说些什么 下面的唾沫星子都飞了起来 众多魔族抢先一步指责起了魔君 说他是背信弃义的背叛者 这时 云叶涵霸气护肤 一巴掌正开了好几个魔族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魔王觉得挺惊讶的 没想到落女转世后 本事倒是不减反增 比以前更大胆了 云叶涵看到宝座上的魔王 不知怎的 心里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 想要冲上去 直接杀了他 可是魔头却一点也不怕 尽管他对于落女转世这件事感到震惊 但是他依然觉得自己能够拿捏住他 就在这时 天界护卫突然站在云叶涵身后 呵斥着云叶涵 忘记了神族的规矩 还开始数落他各种各样的罪状 最后想把他镇压在天书的下面 要用天雷惩罚他 云叶涵见此 让魔君把天书给砸了 然后自己就能出来 不过这次 魔君却说 自己帮不上忙 因为天书是神族定下的法则 世间没有力量 可以更改上面的力量 随着神族守卫的解释 云叶涵也知道了 自己是落女转世的事情 但他并没有失望 反而坚强地 等着天雷劈下来 轰隆的雷声在他头顶响起 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准备迎接雷击 结果天雷看样子是劈下来了 但是想象中的疼 云叶涵睁开眼 看见魔君硬生生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替他接下了雷击 而他的身体 也被劈得倒了下去 显然是被劈得够呛 云叶涵赶紧冲上去 查看他的伤势 没想到魔君这时候 还笑得出来 他把云叶涵的手拉了起来 他顿时感觉有一股暖流 进入了自己的手里 虽然魔君不能破坏规则 但是他可以替云叶涵受罚 而他现在已经是无罪之身 他体质薄弱 不适合修炼的毛病也会消除 而从今天开始 他们不再是以前的魔尊和落女 而是魔君和云叶涵 面对如今虚伪的神魔至尊 魔君发誓要把他们都清理干净 而魔君的屠刀 首先就指向了魔王 打算心仇就恨 在今天一起算个清楚 两人手掌碰撞 结果魔王却玩起了耍赖 派人偷袭魔君背后 可是他们忘了 云叶涵还在旁边 他再次霸气护肤 帮助魔君守住了后背 魔君看见他那么霸气 忍不住回头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云叶涵有点害羞 可还是装出一副傲娇的样子 让魔君专心打架 别输给了魔王 周围的魔族见状 纷纷朝着云叶涵就攻击了过来 他周身灵力翻涌 把魔族众人狠狠地击飞出去 可马上他就感觉自己头晕得厉害 身上还涌起 一阵阵燥热的感觉 身体不由自主地瘫倒在了地上 魔君这时候 也顾不上找敌人麻烦 赶紧搂住云叶涵 检查他现在的情况 当听他说自己快要热得爆炸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想法 是想帮云叶涵脱衣服 他却表示 宁愿热死 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 对此 魔君十分体贴 撑开了一道能量保护罩 将两人围在了里面 让外面的人看不到 事实上 魔君一看云叶涵的情况 就知道 没用的修炼 现在也都完全发挥出了力量 而他从此也能够自由出入神界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女主涅槃成功 也想起来了前世的记忆 想到和魔君发生的种种 当下的他 既是落女 也是云叶涵 他决定要帮魔君夺回失去的尊严 牵起他的手 就朝着神界的方向飞去 天界的守卫 还是没把云叶涵放在眼里 只是一个刚刚升级的神族 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应付的 他拿着扇子 猛地向云叶涵冲过来 然后就和云叶涵的手掌对了上去 他感觉手掌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疼得受不了 他劝云叶涵趁早投降 可是云叶涵的个性 就是那么要强 怎么可能让他如愿 这时候 魔君又一次站在了他的身后 跟云叶涵接触扇子的手 食指相扣 要是痛起来 魔君宁愿陪着他一起承担 云叶涵知道魔君摸清了他那点小心思 他就是想靠自己 把这场鄙视拿下 所以 魔君就没往里面掺和 反倒是陪着自己一起受罪 云叶涵不由得嘟囔一句 还是魔君最懂自己 魔君看他实在疼得厉害 表示接吻能够缓解痛苦 这突然而来的狗粮 让神族守卫猝不及防 十分憋屈 都快挂了 还有心情秀恩爱 就在他猝动扇子 想要一句解决两人的时候 他不知道 因为两人的这个吻 触发了合体计的契机 在技能的影响下 两只毒虫都被整得开始谈恋爱 神族守卫看到这一幕 直接收起了扇子 然后看着上面的 两只毒虫直骂娘 这时候云叶涵趁机 向他发起了攻击 把神族守卫狠狠地击飞出去 他眼看大势已去 放下句狠话 然后就狼狈跑路了 扇子也不要了 云叶涵想追上天剑 把这帮人都砍了 作为绝世好丈夫的魔君 自然是言听计从 正好守卫留下的扇子 能给他俩传送到天剑 等他俩再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天上飘着 前面有颗好大的相思树 他俩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地方 也就是这里 云叶涵想起来和魔君的往事 原来他是负责看守仙草的小仙 整天就不能离开相思树半步 虽然生活无聊 但过得也简单舒坦 直到有一天 一个头戴王冠的男人出现了 他以为是哪个 来偷使仙树仙草的小神 赶紧用法术保护相思树 然而他设的结界 对男人却一点作用都没有 结界轻松被他破除 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随后男人一脸邪魅地笑着 邀请他一起坐在相思树下面 想要知道他平时的生活 可能是因为好奇 女孩最后还是走过去 坐在了男人身边 男人对他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问他每天都在干嘛 寂寞不寂寞 还给他送了颗可爱的小树苗当伴 女孩子本来就是看守仙草的 身上多袋颗小树苗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从此以后 男人每次都找借口来看小树苗 找女孩子聊天 三个月以后 女孩正在和本命树嬉戏 却发现 男人已经三天没来找自己 就在这时 落泉里突然冒出一股水花 一个男人从水里爬了出来 他就是逆长生 不仅掌管着落泉 还是落女的哥哥 后来因为触犯了禁忌 所以被贬人间 成为灵泉的主人 他发现自己的妹妹 这段时间老是自言自语 好像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今天又是这样 他必须得好好问问 到底怎么回事 落女不会说谎 所以被逆长生 一眼就看穿了破绽 本命树也被翻了出来 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认出这是魔界的东西 还以为有人要害自己的妹妹 表示神魔不两立 拔出长剑 就想要和送本命树的男人拼命 这时男人出现在逆长生的身后 缓缓朝着两人的方向走来 而这个男人 就是以前的魔尊 也就是现在的魔君 功名记 魔君其实压根没中招 刚刚那副样子 都是装出来的 就是玩了个反套路 结果云叶寒却当真了 这回看见他什么事情都没有 感觉就好像被捉弄了一样 气得都快冒烟了 魔君也明白 云叶寒这次确实受了点憋屈 所以就给了他一个狠狠的吻 算是补偿 说到旁边的妖月 想要诱惑魔君 那什么都没有 他跟云叶寒 那可是心有灵犀 心里头早已经放不下其他的女人了 妖月就是不信这个贤 他自个觉得 自己可是最美的 只要是个男人 都会为他倾倒 于是 他又对着魔君来一次魅忌 可这时候 魔君正忙着 跟云叶寒亲热 根本就没有功夫理他 妖月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看见魔君根本没看自己一眼 还以为是他害怕了 不敢面对自己 实际上 他想的也差不多接近事实 魔君的确是不敢看他 因为在自己眼里 妖月真的是太丑了 要是看这货一眼 恐怕得让云叶寒给自己洗眼睛 魔君就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说的 对于虚荣心极强的妖月来说 这话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 竟然直接把他给直接气死 云叶寒拿过客友妖后 两个字的令牌 他不由地吓了一跳 想着自己和魔君 是不是把妖后给吓死了 魔君倒是一点也不着急 妖后什么实力 他心里门清 哪是这粉发女妖能比的 这伙八成是偷偷摸摸拿了 妖后的妖牌 溜出来的 但这块妖牌 对于眼下的他们来说 可谓是瞌睡来了 就有人递枕头 说起来 据说妖族最擅长迷惑众人 云叶寒还真想见见 这位妖后 到底长什么样 作为宠妻狂魔的魔君 当然一口答应 拉着他就向着天际的方向飞去 两人眨眼间 就来到了一座奢华无比的建筑前 两个看门的小妖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云叶寒拿出从妖月那里得到的令牌 他本想悄悄咪咪的进去 不想和门口的小妖发生争执 结果两个小妖一件令牌 立马用武器对着他们 一副要把两人拿下的架势 眼见守门的小妖 朝着两人就冲了过来 没法子 两人只好和这门卫较量起来 这两个小妖童 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还没几招就被撂倒 随后 两口子轻轻松松推开大门 可刚走没多久 就遭遇了一个自称妖后 守殿者的妖将 自称是这里的保镖老大 魔君他们本来就是无证闯入 现在也没什么理由好说了 只能先把眼前的妖将解决再说 没想到 妖将不仅力气大 速度也是奇快无比 云叶寒一个大意 差点挂彩 关键时刻 幸亏魔君反应神速 在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 让他死里逃生 他心惊胆战地向魔君道歉 魔君眉毛一条 表示既然要谢 总不能太简单 想到这 也不管云叶寒愿不愿意 狠狠地亲了上去 这一幕 把旁边的妖将差点气疯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守护在妖后殿前 表示不愿意吃他们两个人的狗粮 朝着魔君他们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吃了那么多狗粮 也得动动身子消消时 说不定能把这对恩爱的夫妻 送去天国享福 他也算是做了件积德行善的大事 然而 他的这两个愿望 注定泡汤 此时一个声音打断了妖将的动作 他回头一看 竟然是妖后亲自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他先对保镖的英勇表现赞赏有加 然后诚恳地向魔君他们道歉 他看见云叶寒手上的令牌就明白了 他们肯定是碰上了自己的侍女 随后就邀请两人进入店内 好好聊聊 云叶寒望着妖后扭腰摆臀的背影 心里头一直很疑惑 刚才妖后可没对那些守卫施展魅功 可这些守卫看上去跟中了迷魂汤似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忍住心中的困惑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 跟着妖后去了大殿 到了里面以后 妖后把他那神秘的面纱给揭了下来 露出了一张倾国倾城的脸蛋 原来妖后是天生魅骨 虽然自己并没有施展魅惑之力 但还是无时无刻 不再吸引异性的注意 为了避开那些没完没了的麻烦事 妖后就想了这么个主意 这时候魔君他们有点尴尬 他们本来就走迷路了 结果妖后还这么客气地招待他们 魔君知道 妖后肯定是有什么事要找自己办 对此 妖后也没否认 他的确是有事 想让他们帮忙 妖族和神魔 原本井水不犯河水 不过在妖后的姐姐当政以后 魔王就开始算计他们 妖后想劝劝自己的姐 可惜自己的手下实在是太弱 所以今天 趁姐姐出去打猎 刚好魔君他们过来 妖后想找他们帮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的窗户突然光浪一声碎了 一个骑着魔兽的高挑女子 冲进了大殿 不用猜 这个挺着胸脯的美女 肯定就是妖后的姐姐妖姬 妖后刚才说的话 她被她听了个清清楚楚 她觉得自己的妹妹凭现有的实力 可没法让妖怪们回归正常 妖姬立马朝着妖后的方向杀了过来 气势汹汹地想让她知道 现在的妖界 谁才是老大 云夜寒看到这一幕 哪能袖手旁观 大不留心地就冲了上去 一到灵力长边 就缠绕上了妖姬的脖子 可她也不是个花瓶 只见手掌轻轻一挥 缠绕在脖子上的灵力长边 就缓缓消散 随后手掌一挥 一条条小蛇吐着杏子 冲向云夜寒 她一点也不见慌张 召唤出本命术 先躲过那一道道 腥风血雨式的能量 下一秒就已经来到了妖姬的身前 一把闪亮的匕首架到了她的脖子上 本以为她会这么认怂 没想到她一晃 突然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一个妖姬居然变成了三个 从三个方向朝着云夜寒扑来 这正是她最近刚练成的引流之术 想着用云夜寒来是试手 旁边的魔君看到这一幕却生气了 妖姬几乎玩起了三打一 那么魔君也要出手 保护自己的老婆 她把云夜含糊在身后 浓郁的魔气从她身上冒出 一剑就把妖姬的分身 给斩了个支离破碎 妖姬看到她身上的魔气 就问起了魔君的身份 当她说自己是魔界至尊的时候 妖姬脸上 竟然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她还没有收到 魔王已经死亡的消息 一直以为魔王才是魔界至尊 就在这回 妖姬身上竟然冒出了骨刺 冲着魔君就扎过去 云夜寒眼急手快 把她给推开 自己的肩膀 却被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随后她们齐齐看向了妖姬的方向 这种骨刺 本该妖族男性才能够拥有 为什么这个妖姬能用骨刺 而且 她似乎也没有魅力 似乎就是凭着一身蛮力在瞎打 妖姬听到这话 更加怒火中烧 在她看来 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来讨好男人 因为自己的夫君是魔王 说这些的时候 她已经朝着魔君 他们的方向攻击过来 只不过 魔君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闪现到了她的身后 一把揪住了她的手腕 到这份上 就算是强大如妖姬 也知道自己在挣扎 也是白费力气 于是她开始想着 找个地自杀 还不忘给魔君来的威胁 如果她挂了 魔王和魔戒 可不会放过他们 云叶寒他们听完后 都陷入了沉默 随后魔君 把魔王的内丹拿了出来 表示魔王已经死了 而且她临死也没在 魔君的面前提过妖姬 看来她对妖姬 压根就没什么真心 妖姬瞅见那颗内丹 崩溃的跪倒在地上 她老公没了 她得为老公报仇 妖姬恨得咬牙切齿 眼角的泪谁也流了下来 大吼着 就打算和魔君拼命 这时候 妖后赶紧跑过去 一把搂住了她 妖后 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妹妹 死在自己面前 因为她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也许别人记不清了 但她可是记得明明白白 十年前 那时候的妖学海 没有成为妖后 因为长得太魅惑 被选为妖后 但她屁股还没做热 妖王就闭关了 现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 妖姬站了出来 果断地伸出援手帮忙 还鼓励她 从那以后 两人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妖姬身体特殊 没有女妖该有的魅骨 自然也会成为 其他女妖的笑话源头 终于有一天 妖姬实在忍不了这种日子 就跑出了妖界 几年以后 当她再次回到妖界时 跟她一块回来的 还有魔王 妖姬乐颠颠地告诉妖后 她终于找到了那个 不会笑话自己的人 一个真正爱她的人 妖姬跟魔王合作 灭了妖王 不仅夺得了权力 还让妖族成为 魔王争夺魔界的工具 可魔王的野心 并不仅限于此 她让妖姬把妖王印交给自己 以便关键时刻 她能够将其他人 召唤到妖界 身为妖后的妖血 留了个心眼 在妖王印上下了个诅咒 魔王想用大印的力量 要么她真心对妖姬 要么就得献出生命的代价 现在魔王凉了 妖界的门也打开了 所以 魔君他们 才会被召唤到这里 不过这也证明了 一件事情 那就是 魔王对妖姬 压根就没有真心 妖姬听完后 整个人崩溃的 趴在妖后的身上 云夜寒他们在一边 看得叹为观止 她忍不住鼓励妖姬 虽然她没有魅骨 但她的实力还是杠杠的 女人 鼓励她要好好活着 活出个妖样来 事情到这里 似乎就告一段落 妖姬和妖后 终于重归于好 而云夜寒他们的感情 也更加的深厚 但就在这时 妖后突然吐血 软塌塌地摔倒在地上 原来妖后给大应下的诅咒 是从南疆那边偷学来的 只要咒语的真相 被她吐露出来 那么就会遭到反噬 而妖后 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云夜寒见状 赶紧求魔君救救妖后 魔君表示 解灵还虚系灵人 既然这咒是从南疆出的 那南疆肯定有解决的办法 云夜寒听闻后 就想要拉着魔君去南疆 帮妖后解决身上的诅咒 但魔君的脸上 却充满了凝重 因为她怕去了南疆以后 有去无回 云夜寒听她说 害怕去南疆 忍不住调侃了几句 原来咱们魔君大人 也有害怕的时候 但最后 作为宠妻狂魔的魔君大人 还是得听老婆大人的命令 两人合力 打开了传送阵 等两人穿过传送阵以后 来到了一个似乎很原始的草原上 两人一时半会 也没找到南疆妖人的踪迹 云夜寒眼间 看见不远处的房门前 有个老头在晒太阳 便过去询问她 南疆妖人的踪迹 没想到这老头突然翻脸不认人 觉得云夜寒年纪轻轻 就不懂礼貌 随手一弹 把一只绿油油的虫子 扔到她的手上 那虫子不仅凶猛 还咬了她一口 魔君心里咯噔一声 悠哉悠哉的心情 瞬间消失无踪 她认出来 这玩意就是蛊虫 还是一种毒性非常剧烈的虫子 火气上头的魔君 一把提起老头 逼她交出解读的办法 老头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意 表示 这蛊虫莫要能解 云夜寒此时一连猛圈 自己跟这老头无冤无仇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自己下狠手 老头竟然还笑得出来 说云夜寒跟自己有缘 这蛊虫就是送她当礼物的 原来她一眼就看出 云夜寒 他们来找南疆妖人 那么肯定必有所求 只要她 接受了这只蛊虫 成为蛊婆 那么后面的事情也就成了 可云夜寒并不想当什么蛊婆 但这个时候 她想撒腿跑路也是来不及了 老头腾空放出一个大笼子 把云夜寒和蛊虫一起关了进去 魔君看到这一幕 拿出刀子架在老头的脖子上 逼她把云夜寒放出来 可老头表示 已经晚了 云夜寒已经被蛊虫咬过 只有成为蛊婆才能活下去 这回 一切都要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魔君的刀 依旧没离开老头的脖子 如果这时候 云夜寒出了什么事 那么老头也得下去给她陪葬 而此刻 云夜寒正在笼子里面 和蛊虫打得热火朝天 那些虫子在她面前跟豆腐块一样 没过一会 就死得死 伤得伤 她看见这一幕 心里乐滋滋的 原来蛊虫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可紧接着 她就听到了魔君紧张的叫唤声 扭头一看 那些刚才被她打死的蛊虫 居然又活过来了 看着这些死了又活 活了又死的蛊虫 云夜寒的脸色是一片铁青 这些蛊虫怎么会杀不死 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还发现了蛊虫的一个特性 就是 他们都自相残杀的厉害 就在这时候 魔君脑袋瓜子灵光一闪 看穿了其中的猫腻 无论是蛊虫还是蛊婆 重点都在于互相厮杀 只有最后的赢家 才能冲破牢笼活下去 也就是说 想要从笼子里出去的话 云夜寒就得把那些蛊虫揍下 用体术取胜 听到魔君的讲解 她恍然大悟 原来她之前一直用灵力压制蛊虫 算是她欺负周围的蛊虫 这帮蛊虫 看来对她是怀恨在心 纷纷朝着她的方向 就包围了过来 随后她就看到 蛊虫间也在互相厮杀 她决定来个隔岸观火 等他们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再出手 女主没去凑热闹 她就乖乖地待在一边 等到蛊虫们斗得 你死我活的时候 她在坐享其成 渔翁得利 最后 女主终于成功地 从笼子里逃了出来 她赶紧请教那个老头 怎么解开诅咒 她却大笑着表示 这种秘法 架在了她脖子上 既然老头已经没什么用 那么就可以杀了 还不等魔君反应过来 老头就直接往剑刃上撞去 随后倒在了两人的面前 临终前 老头告诉他们 古婆 全身都带着剧毒 跟谁都没法亲近 一声孤家寡人 而组长规定 古婆必须创造出下一任才能死 所以她给无数的女人下了鼓 直到今天 云夜寒才接替了自己的位置 随着她的话音刚落 直接头一歪咽气了 云夜寒听完后都快疯了 开始有意无意地 跟魔君疏远 她可不想坑害了魔君 眼看自己周围的花草纷纷哭死 她知道 老头说的是真的 就在她难过的时候 魔君隔着衣服 拉住了她的手腕 想要带云夜寒去找族长 想着她肯定有解读的办法 随后两人 来到一道峭壁面前 峭壁后面 就是乌漆漠黑的 数不清的蛊虫挤成一团 魔君本想带着她飞过去 可是已经变成古婆的云夜寒 现在对所有蛊虫都了如指掌 她一眼就看出 下面的蛊虫 会根据人的气味进行追踪 随后魔君表示自己有办法 因为云夜寒是蛊婆 蛊虫会闻着她的气味过来 她把自己的身子 紧紧贴着云夜寒 再扯过大衣 把俩人都裹得严严实实 随后两人有惊无险地 来到悬崖的另一边 就在这时 他们脚下的石头突然破裂 而两人的身影 也朝着峡谷内坠去 等魔君他们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一座金碧辉煌的宅子 出现在两人的身前 他们看着眼前的宅子 这恐怕就是他们这一次的目的地 两人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宅子 没想到在南疆还有这么豪华的地方 随后不再犹豫 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只见一个带着斗笠的男子 正盘腿坐在一把椅子上 这肯定就是南疆的寨主 他见到云夜寒 高兴地像捡了宝一样 嘴里说着 新一届的古婆终于来了 周身一条条白蛇 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心情 一副群蛇乱舞的景象 云夜寒见状上前解释 表示自己成为古婆纯属意外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 想要为妖后接触咒语的反噬 债主却觉得 妖后就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贪婪 才搞成了这副德行 这一切都是他 自己搞出来的 现在又跑来找他要解药 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云夜寒听了债主这一番武断的言辞 气得脸都绿了 这个人连事情都没弄清楚 就在这里乱说一气 妖后明明是为了救他的姐姐 才这样做的 怎么到了他嘴里 就变成了贪婪 债主却坚持认为 就算是救他姐姐 也还是因为贪心 这怪不得别人 说着 他伸出手就要摸云夜寒 魔君在一旁看着 那能让他这么随随便便 伸手就把债主的手给打掉 债主冷笑着看着两人 猜想他们可能不是本地人 还不知道 古婆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斗笠男的身后 突然冒出好几条大白蛇的影子 而古婆 就是为他的白蛇冲击用的 特别是处女的鲜血 对债主的修行 有着极大的好处 他驱使白蛇 把云夜寒给缠住 白蛇却突然嘶吼着 解开了对他的束缚 原来是魔君的匕首 已经插在了白蛇的肚子上 迫使他放弃了 对云夜寒的束缚 债主看到这一幕 指挥着周围的白蛇 朝着魔君的方向包围过来 就在他斩断一条蛇脑袋的时候 身后也出现了几条白蛇的身影 嘶鸣着朝他咬来 云夜寒看到这一幕连忙提醒 而魔君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直接反手 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 债主那阴沉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让他们别得意的太早 只见他的背后 又冒出来一条白蛇 对着魔君他们 就呼出了一口毒气 他们吸入毒气后 立即感觉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缓缓朝着地面倒了下去 而债主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接下来就是古婆献祭的时候了 等两人重新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已经被装进了两个大坛子里 放在了祭坛上面 身为古婆的云夜寒能感觉到 坛子里面全是蛊虫 他连忙和魔君说 要想办法逃出去 不然两人肯定会死在这里 魔君连忙对他进行安慰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让他出事 债主脸上挂着嘲笑的表情 都要死的人了 还在这里秀恩爱 是不是没听过秀恩爱 死得快这说法 他拎着两个大坛子 陡然飞起 把两人扔向了祭坛下面的众多白蛇 大蛇 那双细长的眼睛里 散发出凶狠且兴奋的光 魔君却丝毫不慌张 用灵力控制一只笛子 飞到了自己嘴边 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声响起 原本暴跳如雷的大蛇 竟然逐渐安分下来 用他那又粗又长的身子 顶住了两个坛子 随着魔君悠扬的乐曲 白蛇的身体轻飘飘地晃动着 最后直接缠绕上他们身外的罐子 一个用力就把罐子直接勒碎 两人的身体也缓缓落在了地上 债主大惊失色 这个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用的又是什么手段 魔君却不以为然 债主能用蛊虫控制白蛇 那他魔君用笛子控制毒蛇 也应该没什么稀奇的 债主这下子气得火冒三丈 命令手下把古婆的血拿来让他喝 只是那些手下也不傻 刚才的情景他们都看见了 云叶寒显然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有谁会愿意自投罗网去送死 债主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 让手下去把前任古婆的尸体挖出来 继续给自己的大蛇喂血 云叶寒却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拿出长剑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那些古婆本来都是普通的云叶寒 债主不仅生前利用他们 就连死后还要被剖尸取血 看得出来债主是有多么的冷血 他听到这话 却让云叶寒不懂就不要乱说 南疆人世代规矩就这么回事 强者生存 弱者被淘汰 连他自己都是这么过来的 他能当上债主 还不是因为把其他人都干掉 而想要成为古婆的人 如果不是想拥有操控巫骨的力量 又怎么会成为古婆 魔君他们觉得 债主这人心都烂了 但是他们得为了妖后拿到解药 于是魔君提出 只要债主肯把解药交出来 他这时却提起了条件 他可以把解药交给魔君他们 但是作为交换 魔君要把他控制毒蛇的方法交给自己 魔君看他竟然这么卑鄙 额头也不禁皱了起来 要知道 这玉蛇之术 可是魔界独门绝技 施展起来需要魔君的魂力 也就是说 要是想教会债主玉蛇术 魔君就要 把自己的魂力给他 说实话 云叶寒可不愿做这笔买卖 像债主这种不良之辈 要是得了玉蛇术 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破天荒的祸事来 但妖后毕竟是他们的朋友 而且命悬一线 既然答应了 总不能食言 没办法 云叶寒只得让债主先交出解药 魔君再叫他控制毒蛇的方法 可他却不答应 非得先学会玉蛇术不可 实在是没法子了 魔君拍拍云叶寒的手 安慰一下 就准备上前给面具男书送魂力 云叶寒问他 自己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而魔君所求的 只是等自己灵力用完后 云叶寒能给他一个安慰的香吻 他心里那个窝火 都什么时候了 魔君怎么还这么口哗哗 债主此时却受不了两人一只撒狗粮了 掏出解药 就威胁魔君快一点 不然自己就把解药毁掉 魔君见状也不多避避 上前就给债主输起了魂力 可这方式有点新奇 就是一个字 揍 债主顿时疼得哇哇乱叫 魔君却淡定地说 只有这一种传输灵力的法子 受不了 那就别怨自己 其实这世上还有别的传输灵力的法子 这纯粹是魔君报复的手段 心想你折磨 我们那么久 我打你几下舒缓舒缓情绪 也不过分 债主也觉得 魔君在耍自己 可他就是找不到证据 加上对力量的渴望 让他的脑子已经失去了理智 所以他还在硬撑着 拼命吸收魔君的灵力 终于 他把自己搞得魂力爆棚 直接炸了 欲望最终把他送进了地狱的深渊 云叶寒在他身上找到了解药 刚想转身向魔君的报喜 却发现他这时已经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 慢慢倒在了地上 他赶紧过去查看 只见此时的魔君脸色发白 嘴角还吐了一口血 可就是这样 他还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安慰之吻 云叶寒感到他的手越来越凉 心里也越发着急 他紧紧握住魔君的手 不停地和他说话 但魔君仿佛被抽干了力气一般 抬起的手缓缓落在了地上 这一幕让云叶寒心中大害 大声呼唤着魔君的名字 随后低头吻在了他的唇上 眼角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祈祷着魔君能够重新醒过来 突然间 云叶寒眼前一亮 他已经想到了法子 他召唤出自己的魂兽幽魂猫 随后 他就对幽魂猫下达了命令 表示自己以后不再是他的主人 而他新的主人就是魔君 幽魂猫这时还挺不服气 他可不是小孩子的玩意 想送谁就送谁 云叶寒只能用求他的语气和他商量 请他救救魔君 幽魂猫傻眼了 如果云叶寒用武力硬逼他 自己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 可云叶寒担心的是 如果用武力惹得幽魂猫抵抗 肯定会消耗幽魂猫的灵力 可这时候的魔君 正需要用强大的灵力来补补身体 所以 他才不想让幽魂猫浪费实力 这时候 幽魂猫又抛出了一个问题 云叶寒就这么有把握 自己会听他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 他刚刚也想过 他其实没把握叫幽魂猫同意 所以 他就在赌 赌幽魂猫跟自己一样 也有感情 能分辨黑白 赌幽魂猫 看在吃了自己那么多鱼的份上 帮帮自己 没想到还真被他赌对了 虽然幽魂猫一脸委屈 还是跟魔君成功融合 从今以后 幽魂猫和云叶寒没有任何关系 他也不会再攻云叶寒拆遣 随着幽魂猫和魔君的身体融合 他自己 却感觉到 一阵虚弱感传来 但他看着魔君的脸庞 却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会后悔 幽魂猫的能力还真不错 不一会的功夫 魔君清醒了过来 看着自己背后巨大的虎魂 他瞬间懂了 云叶寒把自己的魂兽给了自己 一问他 他总说没事 可是魔君明明看到 他故意背过身去 用灵力敷着还在流血的伤口 心疼得不行 但是却没点破 随后 魔君想要带着他回妖族救治妖后 当他们飞在空中的时候 魔君望着蓝天白云 突然想到 自己还欠云叶寒一个完整的婚礼 但他本来就不太喜欢这种热闹场合 而魔君怎么可能让自己的老婆受委屈 他保证等妖界的事情办完 就以蓝天白云为媒 跟云叶寒正式拜堂成亲 他听完后 害羞的脸上泛起了红韵 几乎用细不可闻的声音 答应了一声好 没想到 这时魔君却耍起了无赖 拉着云叶寒 就想要倾他 还不等 他把流氓两个字说出口 魔君热烈地问 已经吻在了他的唇瓣上面 两久后 魔君终于舍得放弃唇上的温柔 打开了一个通往妖族的传送阵 他现在只想赶快把妖族的事情完结 然后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成亲 两人携手来到妖族后 把解妖递给躺在床上的妖后 他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揣摩着该怎么报答云叶寒他们 他却给妖后出了个主意 请他帮自己当证婚人 妖后听到这里 高兴地笑了起来 他虽然挺吃惊 但一想俩人感情这么好 结婚是早晚的事 几日之后 终于迎来了魔君他们的魂力 盛大的魂力 举办得比妖后当年都大 而妖族众人也听说了 今天举办婚礼的人 乃是妖后的救命恩人 只见两位新人在台上站着 而旁边的魔君 却不怎么老实 让云叶寒把手中的扇子拿下来 想要好好看看自己将来的夫人 云叶寒闻言 把手里的扇子缓缓拿开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脸颊 只见家人站在他眼前 微卷的刘海 遮挡住弯弯的细眉 一双水灵的眼睛 月湿粉带 透出眼底清澈干净的眼神 魔君一时间看得有些呆了 良久才吐出豪美两个字 不一会 妖后走到两人的身前 宣布了今天两人的婚礼 而是从天地各界前来的人 也共同见证了 魔君功名寄于云叶寒的婚礼 随着妖后丢出一幅婚器之书 魔君先上前起誓 愿意娶云叶寒为妻 生死共赌 零肉相依 随后云叶寒接过婚器 也开始诉说着自己的誓言 但还没等他把惩罚说清楚 魔君就一把拿过了契约 表示这样就已经够了 云叶寒却坚持要把契约完成 因为这是最神圣的誓言 也是为了爱情需要承受的束缚 而从此以后 两人正式成为夫妻 云叶寒面对魔君热烈的吻 慢慢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两人就在台下众人的见证下 相拥在了一起 而此时周围的地面上 却长出了一朵朵灵花灵草 周围的众人见状 纷纷上前进行哄抢 而云叶寒旁边 也长出了一朵灵花 正在魔君把它摘下 打算送给她的时候 周围的众人却纷纷倒在了地上 此时一个蓝发女孩却突然出现 原来刚刚是她撒下了彩虹七色病毒 即使是魔君也扛不住的剧毒 而此时的魔君 伴随着剧烈的咳嗽 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 云叶寒赶紧扶住魔君 关切地问她有没有事情 魔君表示 自己还能撑一阵子 不过她现在灵力全无 估计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这时候 云叶寒开启了护肤模式 她绝不能容忍 有人伤害自己的夫君 而蓝发女孩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云叶寒大跌眼镜 她表示自己不是来杀人的 是来嫁人的 而她想嫁的正是魔君 甚至连夫君都喊上了 魔君百思不得其解 她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女孩 根本就不认得对方 老公可不是能乱叫的 可是没想到 女孩居然讲得头头是道 原来很多年前 魔君在魔界修炼 结果因为一次意外走火入魔 多亏女孩的父亲救了她 而魔君 想报答神医的救命之恩 神医就给魔君和自己的女儿 订了个娃娃亲 后来 魔君渐渐忘了这件事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女孩居然找上门来 这个女孩名叫云月 而且 她现在的医术 早已超过自己的父亲 这小丫头功课特别棒 她掏出了魔君的令牌 逼问她 为什么娶了别人 还要她赶紧履行婚约 云叶寒忍俊不禁地笑了 这小萝莉和魔君 今天算是头一回见 怎么这么急 就想跟她结婚 小萝莉却满不在乎地说 自己只要求魔君遵守承诺而已 奇奇古怪地 长了朵蓝色的花 云叶寒埋怨魔君 这个婚节的态度新朗 早知道就不嫁给她 而且现在 就算他们想找云月 也不知道上哪去找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两人身后 看到魔君头上的花后 问她是不是中了彩虹七色毒 时间重新来到昨天 云叶寒发现天上的雨不对劲 赶紧撑起能量屏障抵挡 可还是慢了半拍 魔君淋了几滴雨 顿时觉得全身无力 而且越来越冷 开始云叶寒 还以为是她装可怜 但随着魔君头上 忽然冒出一朵红色的花 云叶寒才知道 事情真的不妙 而魔君此时 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住 嘴里吐出一口鲜血后 就倒在了她的怀里 她怒气冲冲地质问云月 为什么要这么狠心 她却说 这是对魔君不守信用的惩罚 并将这种毒药命名叫 不守信用毒 魔君头上的花会 按照彩虹的七种颜色 进行变化 等花朵变成紫色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魔君的大限道了 现在魔君唯一的活路 除了和云月结婚 就是去要尸骨 找云月的父亲 她看到魔君头上的花 已经变成了橙色 表示要尸骨离这里很远 她根本到不了 随后拿出一个海螺递给魔君 告诉她 如果想通了 就吹响海螺 她马上过来 可惜魔君怎么可能就这么 被个小丫头拿捏 她慢慢拿起胸口的那枚海螺 一把将它捏个粉碎 随后让云叶寒带自己去要尸骨 而身后的云月看到这一幕 发誓一定要让魔君为此付出代价 之后 云夜寒 他们来到一个酒馆休息 而这时 天上却下起了小雨 魔君头上的花被雨淋了以后 竟然变成了绿色 云夜寒见状 直接拉着它 就跑到了酒馆里面 魔君本 还想调侃几句 没想到 此时他头顶上的花 已经变成了青色 云夜寒看到这一幕 眼角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 随后就出现了开始的那一幕 两人看着窗外的雨幕说着情话 他们背后 却突然出现一个人 认出了魔君所中的剧毒 云夜寒听到后立即起身 问身后的男人知不知道 怎么解彩虹七色毒 男人虽然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毒 但是却有办法让他延缓发作 而办法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用心呵护他 云夜寒他们听到后 不由诧异出声 不知道一朵花 需要怎么进行呵护 在高人指点下 花朵避免暴晒雨淋 给足养分水分 就像给毒花喂饭 变色就会慢些 云夜寒更心疼他了 两人得在花朵辫子之前 感到要尸骨 两人打伞一拐一瘸地消失在夜色中 调侃老天不长眼 突然大雨倾盆就下了下来 他眼急手快 脱下衣服 让魔君躲在衣服下避雨 雨停后 觉得太阳晒得吓人 云夜寒让他在大树下躲太阳 自己去弄点水 给他解渴 没多久 他高兴地像剪刀宝似的跑过来 他们一路走来 全靠云夜寒一路照顾 他急急忙忙 想接过水喝一口 他却表示 小花更重要 让他再等等 他马上倒了点水 在他头顶上的小花上 魔君看着他这么细心 一把抱住了云夜寒 他现在都想要个孩子了 而他肯定是个超级好妈妈 他则傲娇地表示 谁喜欢养谁去 这几天 光是照顾他头上的花 就累死了 因为 他不想再给自己添麻烦 魔君听完后 开心得不得了 轻轻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尖 想着这样就没有人跟他争处 云夜寒看见花朵喝得差不多 于是给魔君递水 叫他喝完后 继续往前走 经过他们的辛苦跋涉 终于到了药尸骨 但他惊讶地发现 魔君头顶的花已经变子 云天作为云长的关门弟子 已经再次等候多时 他就是云夜寒 他们在酒馆遇到的高人 因为他是云长寒的关门弟子 之前也是奉了师父的命令 特意去为魔君献策 因为他和云长寒是铁哥们 所以他奇怪 云长寒既然知道自己中毒 为什么不来直接找他 还让他们辛苦地找过来 云天怕他俩为这事闹别扭 立马给他师父解释 因为他师父的住所泄露 每天来求医的人源源不断 他们围着草屋 脚都挪不动了 所以他没法亲自去找魔君 病人看见云天回来 还以为身后两人是助手 准备让路 没想到 魔君突然咳嗽了几声 就被发现他也是病人 不让他们进去 给排队 云夜寒立刻跳出来 挡在魔君的身前 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 生怕别人欺负他 他本来没想过插队 但是魔君的彩虹气色毒 已经等不得了了 旁边的老头子怀疑他 头上那朵花是想装绝症 伸手想去扯花 没想到刚碰到的一刹那 他胸口一抽 然后归地上吐了一口血 头顶上还开出了一朵小花 这一下子 好多病人都不敢怀疑他了 全都忙着逃命 生怕也中毒 云长在这时打开房门 发现人都跑光了 就赶快上去抱住魔君 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 云夜寒看到这种场面 他心里开始犯嘀咕 这位神医是不是太随便了些 俩人客气两句 就直接切入正题 魔君挺着急想知道 自己的毒有什么法子能减 云长在想到了以毒攻毒的办法 但是这世上的毒虫那么多 只有下毒的人才知道是哪种 云长在想 先用固本清源的方法 给魔君调着命 然后让他把全身的灵力 都输送给自己 云夜寒不明白 神医明明知道 他现在没法用灵力 为什么还要他的灵力 云长在看他不愿意 就表示 要云夜寒把自己的灵力给他 他听到后 不由怀疑 云长在根本不懂看病 就跟他什么似的 只想着要灵力 还说 他和自己的女儿 是一丘之和 云长在听到他这么侮辱女儿 气得想跟云夜寒打一架 云天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知道云月 怀疑这毒是他下的 魔君也大方地表示 除了云月 也没人会让他这么狼狈 云长在觉得 女儿的毒攻挺好 这毒应该挺好解的 魔君这次过来 除了想要解毒 还想毁掉婚约 云长在让他不要太在意 因为云月虽然对他有点兴趣 但婚约只是当年随便说说 不当真算了 云夜寒这时把之前的事情 说了出来 表明了云月给魔君下毒 以此来要挟魔君娶他 神医他们听了这话吓一跳 云月这时候跑进来澄清 反而倒打一耙 觉得云夜寒是一个 别有用心的小人 随后还讲到 就是想读个人玩玩 如果不是云夜寒尽性阻拦 他早就把魔君救活了 还觉得他肯定是被鬼魂 迷住了头脑 还不如娶自己 云长在也觉得 女儿说得对 希望魔君再考虑一下 自己的终身大事 他拉起云夜寒的手就想走 他却担心魔君身上的毒 随后骂云长再是个 只会宠女儿的傻瓜 想要和他从此断绝关系 他这时猛烈地咳嗽起来 嘴里还喷出了大口的鲜血 众人见状 立即上前 问他出了什么事情 云长在这时耍起了小脾气 让魔君想要绝交的话 就赶快走 不关他的事 魔君憋屈地转过头 但是并没有出门的打算 云月立马抓住他的衣裳 他可不想让他们走 毕竟云长在早就得了要命的绝症 体内的灵力全都没有了 他想让他们给爹爹搭把手 魔君听完后恍然大悟 难怪刚刚云长在要自己 先输灵力给他 才能替自己雇本清源 但他想不通的是 医学世家 怎么就治不好自己的毛病 可是有句老话讲得好 医生难自医 云月也觉着 命运就是这么折腾人 眼下就只能托云夜寒 给他输送点灵力 让他尽快恢复 他听闻后也没有啰嗦 直接伸手点在云长在的额头 眼神坚定地表示 会全力以赴 保证把云长在治好 云月这一刻觉得 云夜寒还是挺好的 但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哪怕他得自己的爹爹疏灵力 他也得跟他抢魔君 他拿来解药 威胁魔君取自己 他健壮立马冲了过来 云月以为他想要 抢自己手中的解药 直接把解药往身后一藏 但魔君只是温柔地摸摸他的脑袋 这让他回忆起小时候 他偷吃了客人的药 躲在魔君背后 他并没有教训自己 也是温柔地摸摸他的脑袋 想尽办法帮助自己 如今这一幕再现眼前 他赶紧冲上去 抱住魔君求他帮忙 原来治疗云长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魔族之血 只有当上魔君夫人 才能进去魔地 他对此深感抱歉 云月寒却觉得这件事一如反掌 直接让他们俩帮忙就成 云月表示 寻觅魔族之血困难重重 如果没有魔君夫人的头衔 就更是万万办不到 云月寒问他 为什么不找自己帮忙 而且 他还是挺愿意帮忙的 云月看着眼前温柔适水的女人 最后还是决定 和云月寒握手言和 但是他还有个小问题搞不懂 那就是 魔族之血到底是什么玩意 他觉得 要是魔界的物品 那魔君自己 就能直接拿来 结果他脸色马上变得严肃 因为魔族之血 不是普通货色 就算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天地刚开辟那会 魔族力气太足 魔君用一块金石吸了力气 做成魔族之血 因为他拥有巨大的能量 魔君怕以后掌权的人偷去 所以定下规矩 历任魔君都不许碰着魔族之血 还让妖族及 全族之力 在魔界造了个幻境来放他 如今初代妖族已死 关于幻境的消息 他也无从得知 但他因为立下契约的缘故 没办法 进入到幻境里面 他们听完都挺郁闷 这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云夜寒赶紧让他别难过 会束缚自己权力的老大 那才是真正的老大 既然他不能去 那自己愿意亲自上阵 他听完心里好受了点 但还是有点担心 于是一把抱住云夜寒 叮嘱他要是遇到危险 记得赶紧找自己 两人就这么约好了 要是有什么事情 都互相帮忙 随后 魔君在他左边肩膀上 留了朵花 他回到魔界以后 心里顿时明白了 难怪云月要跟自己 真魔君夫人的名号 原来魔族的防卫这么严密 手下人对他也是恭恭敬敬敬 他一出现 守卫们就赶紧欢迎夫人回家 他挥挥手表示自己 就是回来取个东西 麻烦他们老老实实站岗就行 过了没一会 他就走到幻境的旁边 他看都没看 就跳了下去 进了幻境一看 里头全是海水 魔族之血藏得挺隐蔽的 他猜应该就在前面那个屋子里 他翻遍屋子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红色盒子 云夜寒刚准备走 就被看守魔族之血的 初代妖族给拦住 看来他要想带走魔族之血 得先把妖族守卫解决掉 守卫短刀一挥 一下子飞出来 千万把刀朝他砍过来 将本命术给打开 挡住飞来的刀刃 守卫此时惊恶地像根木头 因为只有魔君 才有资格弄到本命术 云夜寒见状 直接把自己想要用 魔族之血的想法 说了出来 守卫根本不信 觉得他在扯淡 立马对他发起攻击 他一边闪躲攻击 一边解释 自己真的没说谎 就是想让他淡定点想想 而他还是不停地发动进攻 手指尖距离 就打算用自己的必杀技 瞬间一个火球聚合起来 朝云夜寒飞来 看他死脑筋 就是不肯听自己解释 他只能召唤火灵鸟 刹那之间 燃起来的火把周围都照亮 一只像大鹏的金色大鸟 在守卫面前展翅翱翔 直接朝着守卫的方向 就冲了过去 他被打得身上全是伤 嘴里却表示 就算赢了自己 云夜寒仍然拿不到魔君之血 他也没多想 因为东西已经到手 临走时 只觉得他太过忠诚 可惜人有点傻 他正心底暗乐 自己不需要魔君的帮助 也把事情完成 想着回去以后 让魔君夸夸自己 夜幕降临 星星闪烁的 像是在夜空中跳舞 高高挂着的月亮 安躺在夜空中睡觉 云夜寒还没来得及 好好欣赏这美景 海面突然掀起了波涛 虽然他刚打败了初代妖族 但现在 他还要应对大自然的力量 他认为这 肯定是初代妖族搞的鬼 这边魔君似乎也感觉到了 他有危险 因为他在梦里 看见了云夜寒遭遇困境 云月赶紧安慰他别担心 即使真的出事 云夜寒也会告诉他 但他现在心里慌得不行 因为不知道云夜寒 到底怎么样了 此时他被困得死死的 动都动不了 还在纳闷 初代妖族怎么能控制大海 原来魔界幻境 都是他打造的 这正是他的独门秘书 就算是魔君进了魔界幻境 也休想逃过他的手掌心 说完以后 他抄起刀子 打算一刀劈了云夜寒 刀尖划破云夜寒的衣服 一朵小花飞了出来 初代妖族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惊呆了 即便不叫魔君来 自己也能收拾他 初代妖族被他这句话 直接激怒 逼他快点召唤魔君出来 云夜寒借机正断绳索 一巴掌把他打翻在地 没想到初代妖族 竟然不怕死 表示 就算云夜寒杀了自己 幻境还是解不开 云夜寒也没有杀他的意思 因为他不会杀对 自己夫君忠诚的人 而是请求 他为自己解开幻境 因为魔君需要魔族之血救命 初代妖族根本听不进去 重新站起身 就朝着云夜寒砍来 他一个不小心 就被偷袭地倒在地上 魔族之血也滚落在旁边 对着初代妖族就大骂起来 说他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 他捡起地上的魔族之血 想起了这千年只见的事情 千年前 魔君将保护魔族之血的任务 交给了妖族 其他魔族对于这个结果 纷纷感到了不满 因为他们 每一个都比妖族要更加强大 认为保护圣物这样的任务 不该轮到弱小的妖族 那时魔君选择了初代妖族 他也不懂 为什么魔君会选择自己 但既然魔君选择信任他 那就说明他可以 于是他暗自发誓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辜负魔君的期待 所以 就算云叶寒是魔君夫人 也不能把魔族之血给他 云叶寒从地上爬起来 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想知道 到底怎么样 才能让初代妖族 交出魔族之血 他要求魔君亲自来拿 可是云叶寒知道 魔君牵了个死器 历代魔君都不能碰这玩意 他要是进了这个幻境 那死器肯定就会反噬 他觉得初代妖族就是故意耍赖 但他似乎是个愣头青 表示 要不就和他一起死在这里 要么就云叶寒留下 让魔族之血离开 毕竟这些年 他就是靠着幻境 把所有基于魔族之血的人困在里面 最后都被活活耗死 说着他一脚踹开旁边的箱子 里头全是白花花的骨头 云叶寒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初代妖族也很好奇 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云叶寒此时感觉到了束手无策 抚摸着肩膀上的花朵 不知道该不该寻求魔族的帮助 魔族已经感觉到他的呼唤 一下就进了幻境 云叶寒看到他却梦了 自己明明没有对他进行召唤 结果这家伙突然冒出来了 原来魔族最近 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看见他没事 才松了口气 云叶寒想起了他签订的死气 这么闯进去 会有大麻烦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魔族已经捂着胸口 剧烈咳嗽起来 云叶寒眼疾手快地扶住他 怀疑是因为死气的原因 他点了点头算是默认 表示契约已经开始生效 契约的惩罚会在他身上蔓延 直到心脏 云叶寒听闻后 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责怪他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魔君一把紧紧抱住他 因为他想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贴在魔君的胸膛 听到他的心跳声像 打鼓一样乱跳 初代妖族跪拜着参见魔君 他立马把他扶了起来 表示这些年来 多亏了初代妖族守护魔族之血 挺光荣的事 看魔君大人死气生效 他非常担心 想提供帮助 魔君想让他把魔族之血 给云叶寒拿去救人 他嘴上虽然答应 但下一秒突然掏出短刀 朝他刺去 云叶寒被他的操作搞猛了 不知道初代妖族是发什么疯 原来他觉得 魔君既然已经立下契约 就不会无缘无故跑到这里来 于是他怀疑 他们都是假的 魔君一脚踢开他手中的匕首 及时出手阻止 他很感激初代妖族 为魔族付出的一切 但他绝对不容许 有人伤害自己的夫人 初代妖族也看到了 魔君周身的紫色凌厉 终于知道 他真的就是魔君大人 魔君却并不打算怪他 因为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的性格 也因为云叶寒改变了很多 讲完这话 他立马倒到云叶寒的怀里 昏迷了过去 他见状 连忙问旁边的初代妖族 有没有办法救魔君 他把自己知道的方法给说了出来 因为契约本身是 人与自己的大脑签订的 所以只要脑中的记忆发生改变 契约的力量 就不会继续生效 但是这需要改变魔君的记忆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初代看向云叶寒的眼神 充满了信任 让他不妨试一试 他当即反应过来 只要自己骗魔君 在他昏迷的时候 自己已经把他身上的契约置好 那么他们 就可以安全离开 初代妖族弯腰行了个礼 表示他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并且愿意 和云叶寒演这场戏 他此时为了自己的夫君 已经别无选择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他也是无能为力 没想到云叶寒 竟然轻而易举地破了这玩意 他对云叶寒的实力和智慧 简直惊呆了 他心想 这丫头是不是付出了 什么惨痛的代价 才能做到这一点 原来魔君一开始并不相信 云叶寒能够破解这个生死器 只是因为 他自己活了几千年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原本以为 只有像他这样的高手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眼前的云叶寒 仅仅练了几年时间 就轻松做到了 云叶寒早就已经料到了 魔君会这样想 于是他在旁边 特意找了个见证人 如今人正在此 无论魔君再怎么担心 也是无济于事 他此时突然想到了 生死器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 爆发以后 会有黑色的纹理 蔓延到脖子上 但魔君抬起手的时候 突然愣在了原地 呆呆地看着手上的唇印 随后他不自觉地 咽了一口吐沫 似乎想和云叶寒说什么 却迟迟说不出口 他看魔君这个样子 嘴里说着自己 帮他解除了生死器 脸上浮现出担忧的表情 没想到魔君接下来的话 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 魔君居然以为他 修行了什么娇和的秘书 所以才帮自己解决了契约 还不等云叶寒解释 他直接把他抱住 就是一顿狂恨 他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闭上自己的眼睛 任由魔君发挥 不过云叶寒马上就反应过来 妖族初代还在旁边 满脸羞红地把他推开 魔君此时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不管旁边的妖族初代 把云叶寒直接就扛了起来 想要带着他离开眼前的环境 此时他也注意到 魔君脖子上的黑色纹理 正在慢慢消散 显然他已经相信了自己的话 死器在这一刻也终于解除 此时的魔君 只想着和云叶寒原防 挥手就打开一条传送通道 想要带着他直接离开 就连来这里找魔族之血 救人的事情都忘记了 就在两人消失在幻境前 他冲着妖族初代比了个心 感谢他配合自己演戏 他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放下心来 坐在地上抱怨 没想到演戏也被喂了一嘴狗粮 随着夸赞云叶寒的话语 从他的嘴里说出 妖族初代的身形 竟然缓缓消散 原来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今终于可以安息了 他的身影也彻底消散在天地之中 另一边 魔君他们回到了药尸谷 云叶大老远就高兴地 向他们跑了过来 高兴地跳起三尺高 两人也没让他失望 拿回来了他想要的魔族之血 这下云叶的父亲终于有救了 云叶拿到东西准备离开 魔君叫住了他 开口想要借一点胭脂 他不知道 魔君大晚上的 想要胭脂干什么 虽然心里也纳闷 嘴里却是不多问 可等半天 也没等到他回答自己的问题 只听魔君表示 这属于夫妻间的情趣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 两人尴尬地坐在床头旁 云叶寒的脸红得像 喝了二两老酒一样 魔君忍不住说了句 可现在的云叶寒 根本什么都听不见 只想快点逃离这个地方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想跑路 但魔君哪可能 让他这么容易就溜掉 把准备开溜的云叶寒拉了回来 直接放倒在床上 然后顺势将他搂在怀中 表示夫妻之间 就应该这样一起修炼 云叶寒真是个好奇宝宝 这么明显了 硬是让他说得那么直白 还不是想行夫妻之礼了 魔君也懒得再废话 更不想跟他解释什么 直接用行动证明自己 又是一大波露骨的表白 还没等云叶寒反应过来 就直接亲了上去 云叶寒紧闭着双眼 慢慢地享受 这个霸道的男人 魔君表示少了一些东西 就在云叶寒疑惑的时候 魔君拿出了胭脂盒 表示是给自家小妻子化妆 这可是个千年老魔 居然还懂得这些小女生玩意 实在匪夷所思 他手中的胭脂是红色的 放在盒子里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非常精致 魔君专门找云叶借了个化妆盒 但他自己实际上可是一窍不通 他并没有打算真的要化妆 只是想给小娇妻打扮得漂漂亮亮吧 说着 他已经拿起胭脂 朝着云叶寒的嘴唇点去 然后他就愣在了原地 云叶寒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魔君把自己给化丑了 没想到他捧起了自己的脸颊 表示 想要轻轻地咬一口 接着 两人就热烈地稳在一起 等两人分开后 云叶寒指着魔君的嘴唇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下 他自己也化妆了 而且他感觉 魔君化妆以后 比自己更漂亮 魔君听闻 把他抱在怀里 让他在别的地方也亲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变丑 云叶寒也没有和他客气 直接就亲在了他的脸上 一个红色的唇印 也印在了魔君的脸上 他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轻轻把床边的围杖拉上 想要在彼此的身上 留下更多的痕迹 里面的画面 就被系统挡住 两人亲密的声音却传了出来 早晨一睁眼 云叶寒看到自家夫君 这张倾国倾城的脸 都说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上起来就能看到这么美的脸 这一整天的心情 都是美滋滋的 云叶寒凑上去 紧紧贴在魔君的额头上 感受着他的暖意 云叶寒给了夫君一个早安稳 准备下床去集市买早饭 结果浑身酸痛 简直疼痛难忍 不知为什么身体会这么难受 看自家小宝贝要走人了 还在装睡的魔君 直接一把搂住云叶寒的腰 还调侃式地 关心着他身体好不好 他见次以为 魔君早就醒了 傲娇地把他推开 原来不是魔君起得走 而是他整夜没合眼 独自生活了几千年 突然生命里多了一个人 这真是一种新奇的感觉 虐待单身狗的一天 又开场了 俩人一块去逛了集市 五花八门的店铺和小吃 让云叶寒这个吃货 怎么都挪不开眼 口水都流了下来 此刻他心里肯定在想 没有过敏的食物真爽 不然得多可惜 这么多好吃的 小孩子才做选择 现在可是大人 等他把东西拿在手里的时候 发现身上的盘颤 已经早就用光了 一时间呆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 魔君看着这个吃货真是没辙 于是掏出了自己的玉佩当押金 本来想先把玉佩放在这里 弄点银子 回来赎回去 老板也同意了 但是就在关键时刻 老板还没把玉佩端稳 突然他的儿子一挥手 把玉佩给摔地上砸碎了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没钱就别想吃 拿着地摊货 就想要糊弄他爹 魔君认出了这个砸碎 他玉佩的人 以前在药尸骨外就见过 原以为这老头子 对魔君有什么怨恨 原来是在药尸骨的时候 魔君害他耽误了治疗的时机 导致他这辈子都需要主拐杖 他的起哄声 引来了一群老百姓 纷纷开始指责起魔君 云叶寒看自己老公 被人说三道四 怎么能忍 于是要上前面跟这群人计较 被魔君给拦了下来 让他乖乖在这里吃饭 自己会进行解决 魔君看着自家小可爱 心情大起大落 刚才还乐呵呵的 现在却心情烦躁 因为这帮人破坏了 他和云叶寒吃饭的心情 直接把他们训斥了一顿 围观的人虽然多 但这边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没什么本事 他们知道自己 根本打不过魔君 便选择了放弃 结果旁边的老头 偏偏不怕死 表示想要和魔君赌一局 只要赢了的话 就不再追究 他听闻以后 欣然答应下来 问对方想要怎么个赌法 老头这时也露出了 阴险的表情 认为魔君肯定不是自己的对手 因为这次是他最擅长的赌马 魔君 看老头自信的模样 料想他可能是养马的 问他 想要怎么赌 最后按照小镇上面的规矩 人骑在马上进行护殴 老头以为魔君上了当 他直接拉着云叶寒的手 向着马场的方向走去 最后 他选择了一匹黑马 作为自己的坐骑 但他不知道的是 老头的腿 就是因为骑成这匹黑马 才摔断的 他选择了一匹红马 来到了赌马的场地 吆喝着让大家吓住 众人听到后 纷纷兴奋起来 想也没想 就把全部身家 都压在了老头的这边 此时的魔君 也拉着黑马走了过来 发现黑马 根本就不想让他骑成 老头还想再嘲讽几句 云叶寒不想惯着他 直接一到暗器 就从他的身边擦过 让他留一点口德 随后他表示 要压魔君营 旁边记账的人挑起了眉 问他要压多少 云叶寒这时 才想起来 自己的盘缠 已经都用光了 没想到他最后 竟然把自己给压了上去 周围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怀疑他 是不是疯了 没想到 此时云叶突然跳了出来 表示他也要压魔君营 而且直接压一万两黄金 终于比赛开始了 随着铜锣一声响声传出 老头提起兵器 率先朝着魔君刺去 被他轻而易举地躲开 然后握住他手中的长枪 就想要反击 手中一个用力 就直接把他手中的长枪捏碎 因此获得了两分 魔君扔掉手中的长枪 提起长剑 就想要速战速决 没想到身下的黑马 突然挣扎起来 根本不受他的控制 狠狠一甩 就把魔君给甩了出去 台上的云叶寒 他们见到这一幕 不由担心地大脚出声 旁边的老头 仿佛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 看着魔君冷笑起来 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匹黑马 居然没有被驯服 情急之下拉住了马尾 这使得黑马直接受惊 不断地撕鸣起来 想要把身后的魔君给甩飞出去 把他狠狠地撞在护栏上 使他发出一声闷哼 因为他的失误操作 比分被老头重新超越 比赛也进入了五秒倒计时 老头此时已经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朝着台上支持自己的人感谢起来 落在云叶寒他们的眼里 感觉他像一个小丑一样 随着比赛结束的声音响起 裁判宣布魔君获胜 老头回头一看才知道 一把长剑 此时已经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面 魔君正坐在黑马上看着自己 老头还想质疑魔君不可能降服黑马 没想到 他居然轻易地蹭着魔君 一副和他很亲近的样子 老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因为他刚刚根本没有看到 魔君驯服黑马的过程 他却不想和老头多言语 翻身上马 就想要去找云叶寒 等来到他的身边时 伸手把他拉到马背上 此时他对魔君收服黑马的手段 非常感兴趣 他听闻后 回头看着自己的夫人 表示 回去以后再教他 随着一阵马蹄声响起 两人重新来到了要尸骨 云叶寒还是第一次骑马 感受到周围的风 从身边呼啸而过 不禁抬起自己的手掌 享受起这种自由的感觉 他虽然也是大家族的人 却只想着修炼 想着以后到达魔君的境界 就可以飞行 也就不用骑马了 魔君听到后 让他不要误解 飞行和骑马之间并不矛盾 只见他手掌一挥 马蹄上就凝聚起零力 带着两人缓缓升空 云叶寒看到这一幕 眼里充满了惊奇 魔君把缰绳递到他的手上 想要把身下的黑马送给他 云叶寒担心自己驯服不了黑马 果不其然 他刚刚接过缰绳 身下的黑马就剧烈挣扎起来 魔君见状摸了摸他的脑袋 随后在他耳边低声而语起来 云叶寒以为他要占自己的便宜 连忙把头转到一边 没想到 魔君把他的脑袋直接转了过来 直接倾在了他的唇上 两人不顾身下黑马的司鸣 热烈地稳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 他们缓缓降落在了地上 云叶寒看着身下停止挣扎的黑马 以为他不行了 他此时突然前夕跪在了地上 原来黑马不是不行 而是没有将云叶寒甩下来 所以被他成功驯服 他立即配合地蹭了蹭 露出一副享受的样子 云叶寒也明白了 为什么魔君当时 在马场能够驯服他的原因 他突然不正经起来 调侃云叶寒刚刚在马背上 吻得太过专注 他大喊一声流氓 就想要黑马把魔君甩下去 他健壮 趁机抱住云叶寒的细腰 把脸凑到了他的旁边 两人一路嬉戏 终于来到了要尸骨 等打开房门以后 却愣在了原地 只见云长在他们倒在地上 生死未知 魔君惊呼一声就跑了进去 云长在看到他以后 颤抖地举起自己的手 和他讲 这一切都是神族干的 随后手掌 就无力地落在了地上 魔君看到这一幕 脸色阴沉了下来 让云叶寒准备一下 打算再去一趟天宫 魔君他们一路飞行 终于来到了天界 他一想起 神族为了报复自己 居然杀了自己多年的好友 心中就燃起了一片熊熊烈火 虽然他想不通 神皇都已经死了 到底是谁在报复自己 但应该和权力有关系 一边说 他拉着云叶寒的手 就朝着天宫内走去 却被看守的守卫拦住了去路 魔君抱上家门以后 两位守卫不由地相视一笑 手中的兵器 就朝着他刺了过来 他闪开刺来的长矛 一把掐住守卫的脖子 问他敢和自己作对 是不是不想活了 守卫这时也怕了 连忙对他求饶 原来魔君现在是神族的 一级通缉犯 守卫如果放了他 那么自己也活不了 所以才会对他出手 云叶寒夺过通缉令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自己和魔君 因为杀了神皇 所以被通缉的信息 魔君一字一句地 道出杀无射三个字 愤怒的心情 已经快压制不住 直接把守卫给扔到一边 满脸阴沉地 看向天宫的方向 看来神族 是想要和自己正式开战了 此时另一个守卫想要逃跑 被云叶寒 上前给直接抓住 最后关头 守卫手中的信号弹 发射上了天空 没想到他临死的时候 激活了天空的暴性系统 只见远方的天际 出现一片红霞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不断扩张 魔君缓步走上前来 搂住云叶寒的肩膀 让他不用担心 该来的总会来 躲是躲不掉的 随后他捧起云叶寒的俏脸 想要和他一起享受 这一刻的美景 两人就在这一片红霞下 激烈地稳在了一起 不远处 大批天兵 正气势汹汹地朝两人而来 一位名叫四面人的 神族护卫来到镜前 大言不惭地 让魔君他们 献上自己的人头 把他脸都弃死了 一股怒火 正在胸膛里不断地酝酿 四面人吃完了一大包狗粮后 实在憋不住了 随即抽出了 他那把武器三叉几 紧接着他搜的一下 便向云叶寒急迟而去 看着这飞快的速度 云叶寒心里猛的一惊 连忙闪避 说起来也挺巧的 在千军一发之际 魔君的左手一把抓住了他 成功闪避过四面人的攻击 看到这位一来就对自己女人 动手的四面人 魔君气得火冒三丈 对他破口大骂 身为神族护卫 竟敢打女人 简直是丢尽了神族的脸 说完便用手里的剑 向四面人砍去 见此清静 四面人大惊失色 赶紧用长戟挡住攻击 然而在他看来 魔君的轻轻一击 都让他气喘吁吁 显得力不从心 魔君稍微十点劲 就把他甩出去老远 他表示 四面人真是不配当自己的对手 挨打到嘴都出血的四面人 却冷笑一声 然后四肢缓缓趴在地上 手脚并用的样子 像急了一只动物 还吐出了像蛇一样的舌头 身为神族荣耀护卫的他 原本不想暴露身份 但面对魔君这样的狠角色 他也不得不露出真面目 魔君一眼就看出他是兽族 这不由得让他大吃一惊 他以为神族护卫 应该是神族人 看见魔君吃惊的样子 兽化的四面人 就告诉他真相 原来神族为了制作新规定 专门给魔君定制了一条 只要能和他打一架的 不管是兽还是妖 都能得到神族护卫的名号 说完 四面人手一挥 身后就冒出来了一堆兽族精英 这时候 云叶寒也是一连猛圈 他们只不过是干掉个神皇而已 竟然把神尊引出来改规矩了 功名记作为魔君 手里的权力大的下人 想抢他的人多得数不胜数 连神族也想拿到这份权力 四面子 摆着那滑溜溜的长舌头飞奔过来 还念叨着 要在这亲手搞定魔君 但是 他可不是普通货色 这种龙套角色 入不了他的法眼 只见魔君手持 一柄寒光灵灵的长剑 一剑下去 就把四面子的舌头给砍了下来 旁边的云叶寒瞅准机会 扔出飞镖 把另一根舌头斩断 这家伙真是名副其实 有四张脸 只见魔君面无表情地提醒云叶寒小心点 他还有俩舌头能够攻击 这话让四面子反应过来 上前用舌头攻击魔君 他横剑挡住 嘲笑同样的招数可不够看 但四面子不只是想打魔君 趁着他挡住自己的时候 另一只舌头迅速朝云叶寒飞去 他连忙用手抓住了飞过来的舌头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攻势 舌头直接把云叶寒的手给绑住了 魔君大喊小心 立马就斩断舌头救他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四面子已经把他捆绑到身后了 居然打算用云叶寒跟魔君谈条件 看着这情况 他把手里的配件扔掉 让他有什么条件的话就说 四面人想让魔君自己的命 换云叶寒的命 被挟持的他大喊 让魔君不要上当 他慢慢走过去 一手抓住四面人的脖子 束缚云叶寒的舌头 立马就松开了 他连忙夸赞魔君做得好 然后嘲讽起四面人来 魔君手上的力道加大 质问四面人在神界 还有几个兽族护卫 突然 魔君夫妇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回头一看 他们都傻眼了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这神界的恶兽 格龙一口就把他们给吞进去了 看着这一幕 四面人爬上格龙身上 拼命地吹嘘 哈龙也乖乖地点了点头 格龙肚里 刚刚站起来的云叶寒 正拼命找魔君 就在他旁边 魔君用手抓住了他的手 他害怕两个人都得死在这里 魔君就用手摸着他的脸 温柔地说 只要有自己在就没事 其实刚进格龙肚子里的时候 他就开启了保护罩 不然两个人都得被这胃酸给腐蚀 云叶寒很好奇 这个神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能让天下的受邀 都听从他的吩咐 魔君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云叶寒 神尊比所有神仙都厉害 他是天选之子 神仙们的所有本事 他都能使唤 以前他还跑来魔界找过自己 魔君担心 要是神尊真叫整个神族和自己作对 他们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神尊殿内 四面人骑着格龙来到这里 却发现四周空空如也 不见一个人的身影 此时 座位的后面出来了一个声音 四面人定睛看去 发现神像正从座位后面缓缓走了出来 他连忙把自己抓住魔君的事情进行上报 还把灵赏的事情讲得明明白白 神像听闻后 面无表情地坐在座位上 让四面人把魔君他们都放出来 他听完后 一脸都为难 因为通缉令上 说的是要交给神尊 神像把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随后缓缓开口 表示交给他也是一样 四面人见此连忙跪了下来 嘴里说着不敢 外界的一切 也被魔君他们看了得清清楚楚 云叶寒猜测是神像要夺权 这时却发现 脸色十分阴沉 云叶寒抓住他的肩膀 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想到 魔君居然和神像认识 在他的认知中 神像品杰高尚 但是现在却做出这种事情 不由在心里惋惜 云叶寒听闻后 把他抱在怀里 安慰他想开一些 天下的人都为了权利和利益 看到自己信任的人变成这样 心里一定很痛心 虽然他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他愿意和魔君一起面对这个世界 他听完后 捧起云叶寒的脸颊 认为自己能够得到他 就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情 此时格龙也张开了自己的嘴巴 里面顿时狂风大作 吹得两人半眯起眼睛 随后从格龙的嘴巴里 直接飞了出来 魔君看着眼前的四面人 和他打了一个招呼 直接抽出长剑 就想要把他劈了 吓得四面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对着他连连求饶 表示自己只是一时糊涂 魔君也不想他弄脏自己的长剑 直接冷冷地让他滚 四面人听闻后 如释重负 朝着殿外就跑了出去 座位上的神像 此时缓缓站了起来 他原本就知道 四面人伤不了魔君 他听闻后 不由转头看向身后的神像 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 随后两人就在原地对峙了起来 最后还是神像率先出手 只见他凝结起自身的灵力 在胸前汇聚成一个灵力球 旁边的云叶寒 最先承受不住 直接倒在了地上 魔君连忙上前查看 云叶寒此时 感觉身上有千斤重 全身都动弹不得 原来这是灵力球产生的重力攻击 魔君本想上前帮忙 神像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随着手中灵力球渐渐消失 对于魔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此时他心里满是疑惑 不明白 为什么神像宁愿损耗灵力 也要背叛自己 他根本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随着灵力球缓缓消失 最终魔君也一头栽倒在地上 陷入了昏迷之中 魔君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还念叨着云叶寒的名字 然后就发现 两人被吊在半空中 身下是一潭酸液 空气里全都是腐蚀的毒气 吸入这毒气的云叶寒开始头晕 但魔君可是魔戒老大 毒气对他可没什么影响 知道马上就要受罚的魔君 开始安慰旁边的云叶寒 表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自己都会忽他的周全 就在此时 神尊也出现在了刑场的旁边 神像看到后 赶紧上前迎接 神尊好似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叮嘱神像开始行刑 旁边的一群士兵也吹响了号角 神像手指一弹 一把锋刃 就把吊着魔君 他们的绳子割断 掉进池子的那一刹那 魔君挣脱了绳子 用身体护住了云叶寒 刚碰到池底的毒气 魔君的肩膀就被腐蚀出伤口 但这点小伤对他来不算个事 看到两人已经掉进池子 神尊就下令封锁池塘 神尊心里琢磨着 看来神像并没有像谣言那样 崇拜魔君 这时候 云叶寒因为吸入太多毒气 一个没站稳 就倒进了魔君的怀里 魔君紧紧地抱着他 池子里的毒气 渐渐把两人全都吞没 过了一会 他发现这些毒气 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 他一琢磨 估计是有人偷偷换了毒气 然后他就带着云叶寒找出口 就在魔君还在使劲摸索周围的墙时 云叶寒的裙子 就被一股很大的吸力 给吸了过去 魔君转头一看 发现了一个按钮 心里好奇就按了下去 一个按门在两人面前慢慢打开 两人对视一笑 没想到 居然瞎猫碰上的死耗子 被找到了出口 刚从出口出来 两人就看见 神香拿着刀站在前面 魔君大吼一声 让云叶寒小心 急忙把他朝旁边推开 随后 甩手给了神香一个火焰冲击波 看到他居然一动不动 魔君有点猛 原来 暗中就魔君二人的 就是神香 这次来 就是想给他们一把匕首 用来防身 也是他故意把毒气换掉 还在池子里 搞了个秘密通道 现在神尊也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 想必很快就会赶过来 整个神界就剩下 神尊的寝室和书斋 其余地方已经被全部监控 而之前杀云常在的也是神尊 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引魔君出现 神香怕他中招 才特意规划了这一切 现在他已经消耗了灵丹 恐怕没有办法再帮助他们 他提议魔君 他们去神尊的书斋 顺便查清楚 他做这一切的目的 魔君看见 神像这般上心 把这份情意 挂在了心上 谁知道 突然一只冷剑搜的飞来 魔君赶紧把神香护住 云夜寒看周围 被一大群弓箭手 围得水泄不通 自己留下进行抵挡 孩子外面的护卫一声令下 万箭齐发 可没多久 这些朝着神香射过去的箭矢 都被云夜寒用匕首一刀斩断 后面的几次进攻 也都被云夜寒稳挡了 看到剑雨没在 继续攻过来 云夜寒用脚踹开了大门 护卫看见矢都被挡住 忍不住夸赞云夜寒 确实有点本事 然后 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 人傀儡 操控着众多天兵 朝着云夜寒就扑了过来 他看到这一幕 不由大惊失色 想不到护卫还有这样的本事 护卫看到自己傀儡的近身攻击 竟然云夜寒没有任何效果 他立马操纵傀儡拿起弓箭 通过手指头的灵力 传给傀儡手里的箭 然后傀儡们就向云夜寒 射出了有灵力的箭 他马上打开防护罩抵挡攻击 不过他没想到 箭上的灵力 似乎能腐蚀自己的防护 大意之下 也被射中一箭 看到云夜寒已经倒在地上 动弹不得 护卫就想去劝说 毕竟他还是神族的一员 只要他和自己一起抓魔军 就能够戴罪立功 云夜寒这个魔军夫人 怎么可能背叛魔军 他转过头去劝护卫跟他们一伙 他听完以后 嘴里哈哈大笑起来 直接对他就用起了离间计 云夜寒看不惯他挑拨离间 手心里燃起火焰 又想找他干架 看着云夜寒虽然狼狈 但还想再战 护法直接踹了他一脚 让他打消了这念头 这时候 云夜寒突然想起 魔军怎么还没动静 会不会是出了什么状况 此时护卫的手里冒出一只剑 再次劝云夜寒帮忙抓魔军 看他软硬不吃 拿着那只剑对着云夜寒一戳 就在这时 宅子里传来一股恐怖的威压 直接就把他手心里的那只剑 给震飞出去 见时还把他的脸划出血 魔军左手抱着神香 从宅子里走出来 看到神香已经没有了气息 云夜寒先是吓了一跳 然后又有些惋惜 魔军慢慢走到云夜寒面前 把身上的斗篷戴在他的身上 然后生气地看着护卫 伤他夫人者 死 魔军一脸杀气地吼道 护卫下的脸色大变 使出浑身解数操控傀儡 冲上去围住魔军 可他却不打算和傀儡缠斗 而是越过众多傀儡 来到护卫的身前 用手紧紧捏住了他的脖子 被捏住脖子的护卫直冒冷汗 赶紧求饶 魔军根本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把他放到地上后 就用箭矢刺穿了他的大腿 随后把护卫带到云夜寒的面前 想要他给云夜寒道歉 他看到这一幕 心里满是甜蜜 没想到 自己只是受了一点小伤 魔军竟然如此在意 护卫此时已经在他面前疯狂磕头 请求他的原谅 云夜寒此时突然心生一计 想要让眼前的护卫背叛神尊 把他的信息全部告诉自己 原来神尊早就 想要铲除魔军 只是碍于魔族的强大 所以才一直在背后使绊子 就连之前神皇的事情 也是神尊所安排 魔军他们听闻后 不由心中大害 没想到 神尊竟然这么早就在算计他们 地上的护卫又开始了哭诉 神尊这么多年来 一直韬光养晦 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对付魔军 护卫已经出来了很长时间 如果迟迟未归的话 神尊肯定会重新派人 从密道进行攻击 云夜寒听到还有新一轮的进攻 挣扎着起身 没想到他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 直接就倒了下去 还好魔军反应及时 把他接住 魔军看了看他肩膀的伤口 心想 当下还是先为云夜寒疗伤要紧 随后就把他抱了起来 朝着书斋的方向走去 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 护卫不由地松了口气 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魔军此时突然转过头看向他 直接把他差点吓死 对着魔军就连连求饶 还表示 云夜寒刚刚已经原谅了自己 魔军并不想听他的废话 自己的夫人是因为心善 自己绝不会饶恕伤害夫人的人 说着手里的见识 朝着护卫就甩了过去 狠狠地插在他的胸口 随后转过头 打算带着云夜寒 朝门外走去 此时外面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 魔军定睛一看 原来是神尊已经带人走了进来 他表示 魔军已经没有去书斋的机会了 因为他已经在这里了 就这样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 似乎擦出了一缕缕的火花 云夜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紧紧抓着魔军的臂膀 一时之间愣在原地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魔军出言 对他进行安慰 既然是已至此 不如找神尊问个清楚 魔军自己也没有想到 两人时隔数千年没有相见 第一次的碰头会是这个样子 混沌初开之际 神尊还以为自己是 唯一的天选之人 永远的神 瞧不起全世界 结果发现 还有魔军掌控着魔界 于是 神尊率先跑去魔界探听情报 想趁机铲除魔军 但没想到 魔军并未识破他的诡计 反而热情地接待了他 神尊立刻觉得 他根本不配跟自己争夺天下 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因为下次见面 神尊认为 就是魔军的死期 他们之间的仇怨 就是魔军的存在 听到这里 他冷笑出声 朝着神尊脸上 就吐了一口唾沫 后者气得火冒三丈 想不到魔军居然吐自己口水 立马挥手 让手下四大护卫一起上 想要魔军他们 死在自己的面前 云夜涵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担心起来 因为据说四大护卫一起出手 力量可以和神尊相抗衡 看来神尊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魔军倒是叫他别操心 还要带他去书斋转转 就在他疑惑怎么去的时候 四大护卫也嘲笑两人 不知天高地厚 只见魔军轻轻打了个响指 啪的一声 一股黑烟四散开来 随后两人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原地 神尊一巴掌推开护卫 可周围哪还有两人的影子 此时魔军他们 已经来到了书斋里面 云夜涵看着周围不敢置信 一个劲地追问 魔军是怎么做到的 他解释这只是自己的隐藏本领之一 因为神乡临死前 嘱咐他一定要来书斋 所以他坚信 这里肯定藏着能干翻神尊的破绽 但是这里书籍多得要命 找起线索纯属难为人 再加上神尊他们 肯定马上就来了 所以必须得加把劲才行 云夜涵顺手拿起一本书 看着书页上那俩腻歪歪的人 有点猛 这难道也是武学秘籍 魔军一本正经的骗人 没错 这可是神魔两界的顶级武学 他将信将疑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魔军从他手里抢过书 扫了眼书名 云与双修 随后 搂住云夜涵的细腰 笑得眼睛眯成缝 表示他亲自和自己试试就知道 看魔军说得信誓旦旦 他也就真的信了 这是武功秘籍 一本正经地催他 现在就开始修炼 他硬是憋得说不出话来 看着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自己的脸蛋 顿时像个主书的瞎子 修得不得了 云夜涵以为要修炼什么神秘的功法 要花费很久的时间 而且还怕神针的人追上来 魔军立马化 被动为主动 拿起手就催动神力 聚合周边的书架 搞出了一个密封的小房间 两人来到书架中央 翻开第一页 装模作样的开始 上课 云与双修 阴阳护荣 洞刚泰玄 道之中拳 听着听着 云夜涵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怎么像是 让他们做修修的事情 魔军见他终于明白过来 长长的手臂 往他背后的书架上一撑 把眼前的小可爱圈在自己的地盘里 两人的距离 小得跟蚂蚁一样 这次他真的明白了 魔军调侃自己这个丈夫 还是不写不称职 掌性的温暖 温柔的轻抚上他漂亮的脸蛋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鼻子都快要碰到一起 好像一抬头就能亲上去 他有些不好意思 想要把魔军推开 这里可是神族的书房 并且神尊还在追捕他们 魔军对他的话视若无睹 直接张嘴吻在他的唇半上 啪的一声 手中的书籍掉落在了地上 然而这时候 没有一个人去注意 慢慢地 他也忍不住回应他 一吻完毕 魔军轻轻抬起云叶寒的脸 两人额头紧紧贴着 真是轻如一家的样子 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云叶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伸手捡起地上的书 感觉自己的心跳有点快 魔军此时从背后抱住了他 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 出声解释 之前他们用过融合剂 那都是因为互相信任 现在要新修炼的这个技术 可得要更高的档次 问云叶寒能不能做到 他轻轻点了点头 两人此时的心跳 也越来越剧烈 以至于引动的能量 让周围都轰轰作响 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惊动书斋的看守者 他们话还没说完 书斋的看守就急匆匆赶了过来 魔军见状 连忙把云叶寒拉到书架的后面 想要先躲在这里进行观察 再决定后面该怎么办 看守眼看不对劲 就用了自动搜寻设备 结果发现 丢了一本神族的异计功法 于是就发射了一道道丝线 朝周围飞去 没想到丝线穿过书架 竟然直接连接到云叶寒的身上 守卫眼见这一幕 直接闪现到两人的身前 朝着他们攻击而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攻击已经朝着云叶寒的方向飞来 他虽然极力向旁边进行躲闪 但攻击还是击中了他的肩膀 使得他整个人都摔倒在地上 发出了一声闷哼 没想到旁边的魔军 此时也捂住了自己的肩膀 他当即反应过来 肯定是因为 两人修炼了云与双修 让他们两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互通 此时书斋的管理员也跳了出来 他虽然打不过魔军 但对付云叶寒 没有任何问题 说着 他就伸手 把云叶寒抓了起来 想要用他来作为妖邪 还嘲讽两人 这么多的功法不选 偏偏选择了一个双修的功法 没想到云叶寒挣脱了他的束缚 直接反手把他给压制在了地上 他此时眼神里满是疑惑 感觉自己的力量 似乎强了很多 身体也不受自己的控制 魔军看他呆呆的样子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治疗 云叶寒的伤势也随之恢复 他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两人的身体已经互通 这就意味着 管理员要对付的 就是两个魔军 他此时从地上爬起来 感觉自己被两人耍得团团转 操控着周围的书籍就砸了下来 打算把两人埋葬在书斋里面 云叶寒见状 拉起魔军的手 就朝外跑去 没想到管理员在书斋里面 居然有绝对的控制权 他直接动用了追踪指令 随后众多书籍就在 两人惊骇的目光中 从半空砸了过来 魔军见到这一幕 就想要用身体挡住攻击 云叶寒上前抱住他 表示现在两人已经一体 他已经不用保护自己 就在众多书籍朝着 两人砸来的时候 一只火灵鸟 突然出现在半空 把周围的书籍焚烧一空 原来是魔军在关键时刻 动用了云叶寒的能力 召唤出了火灵鸟进行保护 管理员看他 居然敢烧毁神族的秘籍 直接气得破口大骂起来 此时书斋已经开始坍塌 他被落石砸中 压在了下面 此时魔军他们也慌忙地进行逃窜 但没过多久 就被坍塌的巨石挡住了去路 魔军连忙把云叶寒护住 随着书斋不断坍塌 两人也被掩埋在了里面 在一堆废墟里 突然一只手伸了出来 云叶寒扒开埋在身上的石头爬了出来 随后他就发现 地上有一本秘籍 竟然没有被烧毁 他走过去捡起来一看 没想到竟然是神族禁术 此时魔军也来到他的身边 关心起他的身体 云叶寒立即把手中的秘籍递给他 后者接过秘籍 翻开一瞧 眼睛立马瞪圆 看来神尊突然变强的秘密 就藏在这本书里面 原来神尊的能量 就是盗用别人的能量 神尊用的力越大 别的神族就得因为失去太多能量 最终变得甘别死亡 云叶寒想不明白 既然如此的话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神族 为神尊卖命 魔军猜测 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把秘籍往怀里一揣 想要告诉神族真正的真相 找到打败神尊的绝招后 云叶寒立马就准备开干 结果被男人一把抓回来 笑眯眯地让他坐下来 轻轻地给他擦去那脏兮兮的小脸 俩人刚踏进宫殿 四大护卫就围了上来 他们四处通缉魔军他们 没想到 反而自己送上门来了 话音刚落 四大护卫就把他们给团团围住 就在四大护卫想要施展阵法的时候 云叶寒急忙出声 表示双方可能不是敌人 四大护卫不想和他废话 直接用阵法把两人困在了原地 云叶寒见此 只能启动护照进行防御 旁边的魔军也没有闲着 和他一起进行防御 没想到 四大护卫的阵法强大无比 竟然狠狠地 撞在护照上面 虽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伤害 却让云叶寒难受不已 还没等他喘口气 护卫已经提着长剑冲来 关键时刻 魔军把神族禁术拿了出来 挡住护卫的攻击 并嘲讽他们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他把禁术的内容 抛向四位护卫 大声地 让他们好好看看 护卫们看完后 身体都在颤抖 不相信神尊竟然在吸取他们的力量 魔军看到这一幕摇了摇头 表示 信不信由他们自己决定 护卫显然还不甘心接受这个现实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云叶寒慢慢走到他的面前 表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 人心很容易被蒙蔽 随后他伸出自己的手 想要把眼前的护卫给拉起来 至少这样能够体面一些 四位护法 终于被云叶寒的深情打动 当即决定 加入他们的队伍 一起对神尊进行讨伐 没想到他的身体突然萎缩起来 魔军看到这一幕 就已经明白 神尊已经在吸取四大护卫的能量 云叶寒把自己的灵力传输给他们 让四大护卫再支撑一下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救他们 这一幕 让他们既感谢又愧疚 然后决定送云叶寒一份礼物 只见他打开神族的通信面板 神族众人也看到 云叶寒正在给他治疗的一幕 护卫也把神尊抽取能量的事情说了出来 众多神族纷纷怀疑他 是不是在说谎 护卫此时 推开旁边的云叶寒 最后用自己的生命发誓以后 整个人缓缓地倒了下去 神族众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叫起了打倒神尊的口号 魔军此时也告诫他们 神尊随时可能发动禁术 所以不能坐以待毙 他请神族的众人和自己一起出击 进攻神尊殿 神族众人听到后 纷纷跪倒在地上 表示愿意听从他们的指挥 随后 众人就跟随着魔军两人的身影 向着神尊殿的方向飞了过去 半空中的魔军问 云叶寒害不害怕 因为现在的神尊很强 他们恐怕没有多少胜算 但就算是牺牲性命 直接伸出手指放在他的唇瓣上 表示这一仗肯定能够打赢 魔军听闻后 让他赢了 记得给自己一个相吻 云叶寒本想现在就给 却被魔军给拒绝 美其名曰需要一些动力 这样他才有必赢的信念 不知不觉间 他们也已经来到了神尊殿的前面 神尊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俗话说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双方都不想和对方多废话 在手里直接凝聚起了能量 没想到神尊的能量极其霸道 居然能够吸收别人的能量 魔军被他把能量吸走 身体控制不住就要倒下去 云叶寒从旁边扶住了他 让他撑住 不能在敌人面前低头 此时神族众人也赶了过来 神尊见到这一幕 冷笑出声 嘲讽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手中的能量狠狠地朝着众人挥来 把神族众人狠狠击飞出去 云叶寒看到这一幕 想要和魔军使用合体剂 可一旦使用合体剂 那么出现受伤和死亡 就需要一起承担 云叶寒直接牵起他的手 合体剂是他们最强的招数 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现在只能放手一搏 说着就要拉魔军走上前去 他忽然把云叶寒拉了回来 把他狠狠地抱在怀里 仿佛要把他融入自己身体一样 嘴里说 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提前抱一抱 云叶寒看他这个样子 连忙保证会照顾好自己 随后两人身上的能量就涌动起来 朝着神尊的方向冲了过去 两股能量在半空中交汇成一股 被神尊单手接住 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候 魔军出现在他的面前 嘴角虽然流着鲜血 嘴里却说已经成功了 神尊看到这一幕大惊失色 想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魔军一个人在这里 此时一把长剑捅穿他的身体 出现在他的眼前 神尊看着出现在自己身后的云叶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他和魔军的身体 同时缓缓倒了下去 云叶寒手中的长剑掉到地上 朝着魔军的方向奔去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绑了合体剂 他趴在魔军的身上气不成声 结绑合体剂就意味着死亡的降临 魔军抬起手掌 擦去他的泪水 身体止不住地咳嗽起来 云叶寒见状 就想要把灵力输送给他 他握住云叶寒的手掌 表示已经太晚了 说着 嘴里还吐出一大口鲜血 云叶寒也没想到 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魔军安慰他 这样的结局已经很好了 最后还是他们赢了 随后他就让云叶寒遵守约定 给他一个吻 他没有犹豫 红润的嘴唇 直接吻在魔军的唇瓣上 两人的身影 就这样定格在神尊殿的前面 仿佛一幅优美的画卷 突然 云叶寒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对着怀里的魔军 大声呼唤起来 而他的眼睛已经闭上 整个人倒在地上 没有一点气息 云叶寒看到这一幕 痛苦地朝着天空大喊出声 怀中的魔军 却怎么也睁不开自己的眼睛 光阴飞逝 转眼间又到了春天 此时魔军的坟墓前 云叶寒正在进行祭奠 他把神尊死后的事情缓缓说出 神尊死后 神族重新调查了他的所作所为 他也因此 被永远地定在了耻辱柱上 魔族的同胞 也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慢慢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他自己也一直在好好修炼 现在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以前的神尊 但是 魔军已经不在了 说到这里 云叶寒的眼里 勤满了泪水 身体抱住了魔军的墓碑 轻声地对他进行呼唤 魔军的身影 此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看他穿的单薄 还是如以前一样 把自己身上的披风 盖在了他的身上 云叶寒惊喜地转过身体 发现一切都如镜花水月一般 魔军的身影 消散在自己的面前 他伸手 想要留住自己的丈夫 却发现自己 根本无能为力 眼前的一切 只是自己的幻觉 这时 一枚月牙形状的血石 突然掉到地上 云叶寒定睛一看 正是当初封印魔军灵魂的石头 他不由在心里怀疑 莫非魔军还有复活的机会 还不等他反应 石头内传出毒属于 魔军雌性的嗓音 表示他的眼泪很美味 提议来做个交易 云叶寒看着眼前的石头 用力地点了点头 两人的身影 在阳光的照耀下 伴随着周围不断飞舞的海滩花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